不是谅女陈弯弯 本是一家上市总裁 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 然而却没想到 这位寡妇却是尖酸刻薄 好吃懒做 为了独吞丈夫战死续 大骂召架 尚不孝顺公婆 下不善待儿子喜 大山 娘 娘好像没气了 娘 儿子不孝 陈弯弯猛地睁开眼睛 耳边传来嚎啕大哭的声音 看到床前跪着一男一女俩的年轻人 也就在这一瞬间 那些不属于她的记忆猛的灌进牢 她33岁 未婚未育 事业有成 竟然穿越到了一个寡妇身上 生了四个儿子 眼前这是大儿子和大儿媳 赵大嫂子回娘家借粮 结果被打破了头回来 流了这么多血 怕是要死了 赵大嫂子啥东西都往娘家扒了 成家的人也太没良心了 赵大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 自己家日子都裹成啥样了 还可尽得补贴娘家 听着外面一口一声赵大嫂子 让腾弯弯差点吐出一口血 她再现代也算是都市了 结果却穿成了一个老嫂子 丈夫战死后被独吞续营 大闹赵家关分出子 当时折腾出了不小的动作 而如今 头破血流和娘家死 一时之间成了全村最大的笑话 娘 你终于醒了 把门关上 大儿媳无惠娘 这才走过来门没关 转身去关院门 看热闹的人群慢慢散了 腾弯弯打亮这个屋子 泥土坯墙 泥巴地 四面漏风 大儿子和大儿媳很瘦 而且好像还怀孕了 所以在几个月后 她会升级当奶奶 娘 我早上挖了一点野菜回来 现在就去煮了 来到厨房 吴惠娘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把野菜 年成不好 地里没有收成 家里天天吃野菜 野菜贴碎放一把草莓 煮成野菜糊糊 算是一家人一天的考量 娘 您赶紧吃吧 吴惠娘将大碗野菜糊糊 被端到木桌上 黑色的糊糊 墨绿色的野菜叶子 混合在一个碗里 陈弯弯真的是饿极了 她尝了一口 味道很可 没有放育 而且这糊糊不知道 是什么莫成的粉 好像有糠 根本就吞不下去 可是一台泥楼 就见面前的大儿子 和儿媳 盈着她手上的食物 吞口水 我没胃口 你们自己吃吧 这个动作 让吴惠娘抖了一下 婆婆一言不发的样子 真的好可怕 她膝盖一脸 插着跪地上 陈弯弯扯了扯唇角 她什么都没做 而媳妇就吓成这样 原生在家里 到底做了多少 大山 娘 娘这是 娘让我们吃 那就吃吧 陈弯弯走到院子外面 站在家门口 去年大河村 今年又遇旱灾 村里许多人家 中粮食渐渐到庆 若是这一个月内 再不降 今年又是颗粒无收的一年 叹了一口气 一跃当婆婆奶奶就算了 竟然穿越到了 天灾频发的荒年 她迈步走到了稻田里 水分不够 稻子青黄色 细长条的叶子 干枯卷起来 抽出来的 碎长了零星的鼓励 但基本上都是空谱 陈弯弯不太懂这些 正要转身离开时 脑海突然想起一个 鸡猿 丁 发现天然无染苦鸡菜 陈弯弯愣住了 眼前浮现出一个 虚拟的半透明面板 面板上的主图 是一株野菜 著名是苦鸡菜 天然无染苦鸡菜 一惊时温 陈弯弯将脚边的 两颗野菜扯出来 脑海里再度响起 鸡猿声 丁 天然无染苦鸡菜二两 价值二文钱 是否售卖 售外 这一瞬间 他手上的苦鸡菜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枚铜钱 陈弯弯满眼不可置信 这时虚拂的面板 发生变弧 竟然出现了一个 类似于某宝的商城 他看明白了 两枚铜钱 可以买一个肉包子 也能买一瓶矿泉水 他点击购买后 手里的两文钱消失 变成了一个肉包子 陈弯弯是真的肉坏了 他三口两口 就将包子吃下去 他决定再多挖一点野菜换钱 他想买的东西太多了 苦鸡菜是一种耐旱的野菜 久不降雨 许多野草都干死了 苦鸡菜却长了一大片 连梗上到处都是 哪个短梁瘦的 偷老娘家的稻子 喝 原来是赵大嫂子 王婶子跟陈弯弯是邻居 天天扯皮掐扎 她一直骂不过赵大嫂 今天终于抓住了死对头的小辫子 大家快来看啊 赵大嫂子偷我们王家的稻子 京城赵大嫂 头破血流从娘家回来 可让村里人笑了许久 哟 这是偷王家的粮食 去补添娘家呢 赵大嫂子越来越魂不吝了 偷鸡摸狗的事都干 还有啥事她办不出来 接下来说不定还会偷人呢 反正是寡妇 哈哈 城弯弯的脸都黑了 这块田就在家门口 她还以为是自家的田 谁能想到是王家的 怎么 我手中是什么 这都看不出来 你们连稻子都不认识了 村里人看清楚了 这是苦鸡菜 又叫小鹅菜 味道很苦 村里一般拿来喂猪喂鸡 是不会有人想到吃这种野菜 你家里鸡鸭都没了 挖小鹅菜干啥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油 偷偷我家稻子 这不是家里没粮食了吗 只能挖点小鹅菜回去加餐了 各位家里的鱼粮一定还有许多 不如借点粮食给我们加吧 王沈子呸了一口唾沫 她被缠上 转身就钻进地里去拔草了 城弯弯继续蹲在田梗上挖菜 也不知道挖了多久 直到商城提示有三斤了 她才停下来 三斤苦巨菜卖了三十文钱 脑袋上的伤还没处理 花二十文在商城里 购买了消毒水和消炎药 她柔柔酸成的朋友 卖步往家里走 大哥 野菜糊糊好好吃 我的肚子终于吃饱了 城弯弯没想到 那么一点点野菜 竟然分给五个人吃 而且每个人都一脸满足 娘 你回来了 娘 我挑了两桶水回来 娘 我砍了柴 娘 我挖了一点野菜 城弯弯明锦唇望着五人 大儿子也只有十八岁 去年娶了媳妇回来 二儿子赵二狗 今年十六岁 三儿子赵三牛 今年十四岁 小儿子赵四蛋 今年刚满十岁 小小的个子 一看就营养不灵 她真切地认识她 这个家真的太穷太穷了 丁 发现天然无染野菊菜 老四挖回来的正式野菊菜 商城提示三十文丁 她挖三斤苦巨菜 抬底上的这么点菊菜 仙女 身体更累 她弯腰将野菊菜拿起 往里屋走去 四个人面面相去 以往干完活回来 娘都会对她们 各种教训值得 今天娘还在成家 受了气挨了她 一言不发是几个意思 成弯弯卖了野菊菜 花十文钱 在商城买了五斤大米 手上余额还剩三十文 她是南方人 最喜欢吃白米饭 这是白米 撒来的白米 不吃亮语 成弯弯 本是一家上市总裁 非意外参阅到 古代一位寡妇 然而却没想到 这位寡妇 却觉醒了某宝交易系统 无人要的眼看 可以向系统购买 而系统内的一切 都可以交易 这是 白米 撒来的白米 成弯弯坐在主位上 声音淡淡的道 这是我准备 孝敬你们外祖父 外祖母的粮食 她这话一出 在场的五个人心都凉了 不过 今天的事 让我对你们外祖父 外祖母彻底死心了 成弯弯故意叹一口气 这么多年 我离礼拜外 给成家补贴了 多少银子粮食 如今家里的日子 是真的没法过了 我才回去要债 谁能想到 竟然被你们大舅 砸破了脑袋 成弯弯垂下头 长长的睫毛 挡住了盐子的情绪 看起来是真的伤心了 以后给成家的好东西 我们自己留着吃 惠娘 这些你拿去煮了 煮 煮了干啥 大河村的习惯 是一天吃两个 而今家中无粮 被缩减到了一餐 刚刚这几个小子 就得等明天 让你解救煮 有什么好问的 吴惠娘不敢再多问 取出大概十分之一的米 就那么小半碗 准备拿去煮 饭碗米 最小的赵四旦一个人 怕是都吃不饱 都煮了 吴惠娘今的脸都白了 可是对上婆婆 故意板着的脸 吴惠娘也不敢问什么 我咋感觉娘受刺激了 娘是想让我们吃饱了 去成家讨债 早就想把成家那群 王八糕子揍一顿了 大米饭肯定很好吃 成弯弯拿起筷子 开口道 开始吃吧 哈哈您刚误 边上四个小子 就开口一口八分 像是打仗一样 娘 我吃一小半就好了 成弯弯看着她 有些愤铁不成钢 有吃的都不吃 就这么愿意 当受气的小媳妇吗 剩下的另一半 是要留给成家人看了 我吃 成弯弯不太习惯吃干饭 不过这具身体很虚弱 一口一口吃着 娘 是不是要去成家 去成家干什么 好在 阿乃哥大作拿走了 爹的士尹 一共二十两 要把这笔账烤回来 没错 大作今天还打破了娘的脑袋 我们要去讨个说法 肚子吃饱了 我一个人可以打三个 趁天没黑 赶紧去 成弯弯倒是想去 但她很清楚 成家根本就拿不出二十两 继续吃饭 天色渐渐暗了 吴惠娘在造房收拾 门外院子里 就传来有人骂街的声音 什么败家玩意儿 老赵家倒了八辈子血霉 咋取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进门 大山爹的续音有二十两 整整二十两 被你拿去补贴娘家 活该你被娘家人揍一顿 怎么不揍死算了 当着全村人的面挖小额菜 少在村里人眼前卖惨 搞得好像老赵家磕待你一样 一个小仓妇有银子给娘家 没银子买粮食 还找人借粮 要不要脸啊 这老太太精神有真实 大晚上的竟然跑到门口来骂她 她是那种站着被人骂的人吗 赵老太太看了一出 话头一走 大山媳妇 你过来 吴惠娘连忙走过去 这是我给四个孙子准备的口粮 你给我雇好了 老太太将一个袋子扔过来 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 给我硬气一点 不为别人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 说完 狠狠瞪了一眼沉弯弯 转身就走 那背影怎么看都有点落荒而逃的意 娘 将手里的袋子递到沉弯弯面前 连阿奶都怕她的婆婆 她哪里敢对着来 时间不早了 烧点水洗澡睡觉 娘 家里水不多了 一会你先洗 到要睡觉的时候 饭难了 家里就两个宝宫 已经成婚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 她要和三个儿子躺一张床 憨声一阵一阵的 这哪里还睡得着 陈弯弯欲哭无了 等有钱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带房子 一声鸡鸣 唤醒了沉睡的大河村 陈弯弯一夜没睡好 这是硬板床 睡的时候总觉得哪哪都不舒服 幸好现在是下午 要是到了冬天 那才是真的要命 陈弯弯来到院子 大儿媳在洗衣服收拾院子 老大准备出门下地 老二准备去挑水 老三正要去砍柴 老四背着竹篓要去挖野菜 这几个孩子是真的懂事 都等等 陈弯弯说了一声 又转身走进一屋 昨天赵老太太送来的米 里面是三四斤有些发黑的素 这米一看就是去年剩下的 已经有些发霉了 点开商城购买素米 素米其实就是小米 现代商城里的小米 大不贵 竟然又五文钱一尽 自己手上的余额 还剩下三十文 咬牙一狠心 买了五斤 最后剩下五个头半 先吃了早饭再去干活 吴慧娘认识这个带子 是阿奶昨晚送来的 以前老太太也不是没有 暗地里接击过粮食 要么是硬邦邦的窝窝头 要么是发黑的荞麦面 或者玉米面 颜色这么好看的素米 他们家是真没吃过 分两天个两顿煮粥吧 老太太还挺疼 你们几个孙子的 吴慧娘接过米带子 这大概是五斤 五斤素米分两天煮粥 没想到婆婆 竟然变得这么大方 等下吃饱了 那就去干活 大山你下地去看看情况 二狗去挑水 今天多挑两桶回来 大热天的也该洗个澡 三牛 你去砍柴 娘 那我干啥 四大和我一起上山 光吃煮食可不行 得寻点什么 回来当配菜 说完 几个小子就散开 眼巴巴的都等着素米粥 不适量女陈弯弯 本是一家上市总裁 所以意外穿越到 古代一位寡妇身上 然而却没想到 这位寡妇 却觉醒了某宝交易性 无人要的野菜 可以向系统购买 而系统内的一切都可以交易 陈弯弯带着赵四大 一路去山上 路边树林里的野菜 都被挖干净了 许多妇人带着孩子 只能往更深处走 丁 发现天然野生玛丽菇 丁 发现天然野生黑牛干菌 陈弯弯看了一眼虚拂面 瞬间锁定了野蘑菇的位置 一大片树叶下 藏着几处白色的玛丽菇 还有三四朵黑色的黑牛干菌 她将蘑菇采下来 然后就直接售卖给商场 这野生菇可比野菜值钱多了 这么一丢丢 就卖了四十八文型 她的大棉被有着落 娘 你发现什么了 这里树叶多 很阴凉 湿润 一般会长蘑菇 你四处找找看 这一大片山林里长了许多蘑菇 但是大部分蘑菇有菇 村子里的人看到蘑菇 就会避让散步 常见的菇子会采回去 但稍微有点陌生的 是碰都不敢碰的 娘 好多菇子 城弯弯看了一眼面来 这是大河村常见的鸡菌菇 是能食用的 系统里提示十二文前一听 四代 你真棒 你就在这里采蘑菇 我去那边再看看 记住别乱跑 嗯 知道了 娘 城弯弯走到了另一边 就看到了不少有菇 这个季节 菇菜增长 不过有些偏老 晒干了可以炒着吃 味道还不错 嗯 发现天然野生黑牛干菌 一棵树下 一大醋黑黑的 这种颜色让村民们不敢乱闹 倒是便宜了城弯弯 这是她目前看到的最贵的东西 系统里售卖四十五文钱一斤 嗯 天然野生黑牛干菌 三斤五两 价值一百五十八文钱 是否售卖 售卖 城弯弯的腰包鼓起来了 加上之前盛党 现在的余额一共是两百一十亿文钱 这些钱 可以在商城里买一百斤大米 足够一家六口人吃 接近两个月 这是我的 这是我先看到的 是我的兔子 还给我 你个小崽子别乱说 这是我们抓到的兔子 兔子身上又没写你赵四蛋的名字 凭啥说是你的 兔子在我们手上 那就是我们的东西 走了 站住 城弯弯走过来 就见一大群十几岁的孩子 围着赵四蛋 而城弯弯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兔子 你们说说 这只兔子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抓到的兔子 赵四蛋眼红 我们有兔子 非要来抢 领头的是村里张无赖的大儿子 叫张大刚 今年十二岁 带着一帮半大小子 成天惹是生非 娘 兔子是我先抓到的 被他们抢走了 城弯弯又不是傻子 赵四蛋一个十岁的小孩 怎么可能主动去抢这群人手里的兔子 照理说 我一个当长辈的 不该跟你们一群孩子计较 但你们欺负了我家四蛋 我是要讨个说法的 别兔子不兔子的了 先把医药费给赔了吧 张大刚身后的小弟低声道 去年赵大婶为了两文钱 在我家门口撒泼 把我娘气得够呛 张大刚立马将手里的兔子扔了 不关我们的事 赶紧走 我的兔子 发现纯野生放养粗毛兔 一斤八两 价值五十四文钱 是否售卖 纯弯弯看了一眼商场的兔龙 现代养职场的兔子 才六文钱一斤 这只不到两斤的野生兔子 可以换成一只八九斤的家族 所以这里的野生食物 在商场卖的都比较快 陈弯弯拎着处子 走到屋内 迅速马里地换了一只七斤重的大 这一脉一弯 还净赚十二文钱 娘 我回来了 四蛋 这是五文钱 你去老屋那边换点菜 最好带一根萝卜回来 兔肉炖萝卜可香了 想吃了 赵四蛋想象了 头血血流就流出 他赶紧咽回去 他揣着五文钱往老宅那边 赵家老宅在村子正中心 赵家三个儿子 房子建的挺大 老宅这边只有赵老太太 和赵老三媳妇在家里 阿奶 四蛋 你咋来了 娘让我来带一根萝卜回去 一听这话 赵老太太的脸色很不好看 你娘就是个懒货 开春的时候大家都种萝卜 就她不动 天天翘着个腿到处说闲话 现在好了 谁家多多少少都有些存粮 就你们家还要挖小鹅菜吃 身上又不是没有决菜 她偏要搞这一出让人看笑话 赵老太太 骂骂咧咧去吃那根萝卜 水分不足 萝卜个头很小 老太太又拔出来两根 赵三媳妇的心在低起 大嫂都量过分 不不竟然还偏心大嫂那一家人 不就是大嫂能生儿子吗 谢谢阿奶 哪来的铜板 娘夫要用铜板换萝卜 赵老太太总觉得是自己耳朵听错了 老大媳妇那个小仓妇 去年蝗灾的时候 硬是从地窖里 拖走了二十斤苏米和荞麦粉 反正是一个铜板都没给 阿奶 我先走了 赵四蛋往外走 却被叫住 你等一下 赵老太太就不是个爱占便宜的人 她总觉得 老大媳妇在憋什么坏话 又拆了一把豆角和一个鸡蛋 赵四蛋看到鸡蛋 眼珠子都瞪远了 行了 赶紧走吧 看着碍眼 陈弯弯看到桌上胡萝卜和豆角 便问道 你哪给的 阿奶说不能让娘吃亏 娘 鸡蛋 半个月前家里还有鸡的时候 每天一个鸡蛋都进了原生的肚子 家里有孕妇有孩 她不明白原生 怎么就能心安理得地把鸡蛋吃下去 你出去玩吧 等会做好了叫你 赵大山在运气的鸡蛋 闻到兔子的肉香味 还都不想披了 转头就向老四的舌头伸出 舔着空气里的香味 好香 这时无悔娘走出来 小声的道 大山 这么吃真的能行吗 娘这么安排肯定有道理 你清娘的就行了 四蛋 去喊你二哥三哥回来吃饭吧 陈弯弯坐在堂屋的凳子上 这天气真的太热了 在造房里折腾一会儿 浑身上下都是寒 今晚说什么都得洗个澡 刚做一会 赵四蛋就登登登跑回来了 娘 铁柱哥喝 看到二哥三哥去陈家村了 大山 你跟我去一趟陈家 陈弯弯和赵大山连饭都没顾成吃 顶着大中午的太阳 就往陈家村赶 原生隔三差五就会回一趟娘家 可陈弯弯却觉得好远 他两条腿都走不动了 陈弯弯熟门熟路走到陈家门口 刚进去 他就看到了让自己目自净烈的音 二狗 三牛 两人看到大哥过来 以为是来救自己的 一抬头 就跟陈弯弯沉着一张脸走进来 两人吓得脸色更白了 大山娘 你来得正好 陈老太太一脸怒气地从屋子里走出来 这两个赵家的小子太不是东西了 竟然来我们陈家偷鸡 陈家最后一只大母鸡 被这俩东西拧断了脖子 这只鸡一天生一个蛋 一个月生三十个蛋 可以换几十个铜板 就这么没了 陈弯弯看向被绑着的两个形 这俩小子不敢看他 也就是说 陈老太太这话是真的 这只鸡可是我们陈家的大功臣 你大侄子能念书全靠这只鸡生蛋 我也不要多的 二两银子 现在就给我 听到这话 陈弯弯都笑了 冷冷发话 大山 去把绳子解开 不许放开这俩帮 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看以后还敢不敢 再来我们陈家偷东西 赵大山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听谁的 怎么 我说的话不管用了 赵大山连忙将绳朵解开 让两个弟弟先坐在地上 管子如孩子 你这么惯着他们 迟早要闯大祸 我自己的儿子 我自己教育 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 听到这话 陈老太太皱起眉头 怎么感觉这个二闺女 也却不对劲 他二姑 娘是你亲娘 能是外人吗 你说这话可真要伤了娘的心 从昨天大哥砸破了我的脑袋 那一刻开始 我就不是成家人了 不过一只大母鸡而已 就要赔二两银子 我可没见过谁家人 这么坑外价的闺女 这只大母鸡 只值不了二两银子 但是它能生蛋 十年生的蛋 咋还卖不到二两银子 好 就算它值二两银子 就单说去年 大山爹战死的续银 一共二十两 全被大哥借走了 扣除大母鸡要赔的二两银子 还剩十八两 你们成家准备什么时候 把这笔银子还给我 一听到这话 承大嫂瞬间炸锚 这二十两银子 是你给我们成家的 什么时候说过要还了 现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倒是不介意 去找县令大人主持工的 成昭 是成家的读书人 也是成家村念书念的最好的人 如今好像已经是同生了 很有希望考上秀才 他二姑 你是疯了吗 你要是赶上公堂 我们成昭以后 可不认你这个二姑 他认不认 我不在意 我只问一句 十八两银子 什么时候还回来 你个不要脸的 竟然敢来成家要钱 谁给你的脸 既然老太太非要撕破脸皮 那就攻堂上剑吧 大山 二狗 三牛 我们去镇上告关 成大嫂连忙走出来 成昭是他儿子 是他炫耀的资本 可不能被成弯弯 这个贱人毁了名声 他咬牙道 他二姑 你等等 别走 他转过头 看向老太太 低声道 娘 我看是昨天那一下 让二姑子和咱们家生了嫌隙 说不定真的会冲到镇上去告关 不就十八两银子吗 咱们成昭高中后 还怕拿得出这点银养吗 等成昭高中后 这笔银子成家不会少你一文钱 成二嫂看了半天热乱 心中很是痛快 她没有一个会读书的 常年被大嫂采一几 今儿二姑子 让大嫂有苦说不出 她巴不得事情越弄越大 二嫂 什么时候大嫂审上有钱了 你过来大河村告诉我一声 只需要报个信 这十八两银子 就分一半给二嫂 成二嫂满脸不可置信 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要是不给 二嫂也可以去镇上找县令告我 你一辈子都别回来了 你从赵家分出来 又跟娘家老死不相往来 以后你被人欺负 别指望成家紧你出头 成弯弯根本就不在了 她正要走 看到了老太太脑袋上的一个银簪 猛地将银簪把下 我记得 这是大山爹当年送我的 我还以为丢了呢 原来被成家偷走了 现在该物归原主了 一个偷字 让成老太太气急目死 眼睛一闭 直接晕了过去 爱阳慢慢下山 晚霞遍布天边 大河村笼罩在金灿灿的云霞里 景色很美 白热的燥热褪去 清冷的晚风 从母子四人脸上轻浮了功 慧娘 你再去拿个碗过来 赵二狗和赵三牛惊呆了 两人在外头闯了祸 以为回来后会挨打 没想到却有这么多好吃的 一个兔肉炖萝卜 蘑菇蛋汤 还有一个炒豆角 这么多食物 比过年还要丰盛 你们两个洗个手 准备吃饭吧 陈弯弯分了一些兔肉萝卜出来 四蛋端去给你阿姨阿南 赵四蛋舔了舔腿 端着碗刺溜一下就跑出去了 不适量女陈弯弯 本是一家上市总裁 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上 然而却没想到 这位寡妇却觉醒了某宝交易系 无人要的野菜 可以向系统购卖 而系统内的一切都可以交易 阿奶 四蛋这孩子咋又来了 不会是被他娘揍了吧 老太太走出去 就见赵四蛋手里捧着我 离得远看不清 还以为这小子是讨饭来的 走近了才发现 竟然是一碗肉 阿奶 这是娘娘有拿过来的 我先回去了 赵四蛋把碗塞进赵老太太手里就跑了 他要回去吃兔肉 赵老太太一愣 总觉得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老大媳妇那个败家玩意儿 竟然会给他送一碗肉 肉香味在院子里那里 我听铁柱哥说 四蛋今天抓到了一只兔子 这肯定是兔子肉 好香 大嫂竟然会给娘送吃的 四蛋白天来要走了三根萝卜 一把豆角 还拿走了一个鸡蛋 一来一回的差不多也底了 赵老太太是不觉得是肯定了 那个败家娘们白天给了人钱 这会儿又送一大碗肉汤过来 老大媳妇什么时候这么大方过 看着几个孙女孤女不肯定 一人一口都不够吃 光给孙子 不给孙女也不太像话 这是你们大伯母孝敬我老婆子的 就不给你们吃了 赵老太太 三个肤肉端回礼物 老头子也惊住了 老大媳妇什么时候这么孝顺了 憋着坏招呢 既然她主动送过来 不吃白不吃 不吃饱哪有精力对付她 傍晚 一家六口人心满意足地 靠着椅子打宝哥 我第一次吃这么饱 娘 明天 还能吃饱肚子吗 另外几个人齐刷刷抬头 按向家中的肚心 家中确实没有粮食 五张连垮下来 家里果然没粮食 幸好今天吃得饱 应该能管三天吧 这是十几年前 你们爹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当初我猪油蒙了心 拿去给了成家人 这银簪我也不想留着了 明儿拿去街上当了换点粮食回来 这是爹送给娘的东西 不能当 不当银簪就没钱买粮食 我想你们的爹在天之里 也不愿看到儿子们饿肚子吧 总有一天 我会把这根银簪输回来 四个孩子心情低落 成弯弯转移话题 大山 你去达叔那边问问 明早牛车去镇上吗 一声鸡鸣 唤醒了沉睡的大河村 赵达的牛车在村头走着 一闻钱就能坐一趟车 陈弯弯昨天晚上洗了澡 面色白皙 额头上的伤也好了许多 赵达嫂子这是去哪呢 咋不去成家村 全村人都知道赵达嫂子是不是 好东西都往娘家扒了 却被娘家人打破了 真是让人笑掉大了 富贵神有经历盯着别人 还不如多放点心思在自己男人身上 陈弯弯卖不进了当铺 他将袖子里的银簪拿出来 掌柜的 你看这银簪值多少钱 掌柜的观察了一下城市 然后说道 一百文 这接近一两银子买回来的 竟然只值一百文 银簪太旧 款式也不好看 再一个 最近典当首饰的人还挺多 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算了 不当了 一百文着实太少 为了这么点铜板 当掉袁申和丈夫的定情性 着实不值当 娘 当了多少 两百文 昨天卖骨子赚的钱 买了些调料和香皂 正好还剩下两百文钱 两百文可以买很多粮食了 家中有了粮食 赵大山才会觉得踏实 你去杂货铺买点盐 还有一些需要用的调料 我去量店看看 城弯弯在街道上 突然发现百姓神情慌张 后来才知道 平安镇一千斤粮食被盗 本来就短缺的粮食自然更加金贵 今天十五文 明日趟下二十文 王源Y家昨天夜里有刀匪闯金区 抢走了一千斤大铭 刀匪太大胆了吧 竟然闯入家中抢粮食 报关了吗 昨夜就报关了 但是没抓到人 大家晚上锁紧门 也被刀匪盯伤了 出了平安镇 几人的心情都很差 赶牛车的赵大 却跟城弯弯一路闲聊着 现在宿米五文钱一惊 这哪吃得起 我就买了点荞麦粉 我们家也是买了一些糊口的 赵大嫂砸买了一口锅 这锅子看起来真不错 猪铁酱打的 赵大暗小 这都什么结果影了 能有口粮食吃就不错了 这败家娘们居然花钱买锅子 突然 一个什么东西 飞到城弯弯的头上 她吓了一跳 洞都不敢断 大山 快 帮我拿下来 赵大山连忙去捉她头上的昆虫 当那童子捉下来之后 她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 大叔 你快看看 这是蝗虫吗 俗话说 蝗虫过境 寸草不生 别自己嫁自己 只有一个蝗虫 捏死就完了 陈弯弯和赵大山回来时 家中只有吴惠娘在 惠娘 去关门 陈弯弯将二十斤大了 二十斤白了 还有她趁机在商城里 买的两斤五花肉 一大包粗盐 各种各样必须的调料 放了满满一桌子 身上现在是一文钱都没了 今天中午我们吃红烧肉 娘 红烧肉是傻子 等一下我来教你 不适量女成弯弯 本是一家上市总裁 却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生 然而却没想到 这位寡妇却觉醒了某宝交易系 无人要的眼泪 可以向系统购买 而系统内的一切都可以交易 点滴奶送去 就说是从成家抢回来的 原生对四个孩子不乏 全靠老太太暗地里接近粮食 否则四个玩会更瘦 既然决定了要好好过日 那就有必要和老赵家缓和关系 等下吃过饭 我们就去上山采野菜 惠娘你怀孕 就待在家里 大山 我记得你好像会一点泥瓦活 能靠这边再雷个小灶吗 赵大山去年在镇上做过泥瓦熏 确实会那么一点 一个灶上放两口锅 破锅拿来焖饭 新锅拿来做菜 可以省去许多功夫 还能省点柴 娘你放心好了 我会雷好灶台的 阿奶 我娘让我送来的 昨天娘去了一趟大舅家 外婆头上的银簪 被娘抢回来了 拿到镇上换了好多肉肉 赵四旦舔了舔嘴 放下碗就往回跑 生怕回去晚了吃不上红烧肉 一碗红烧肉 香味是那么诱人 四旦这意思是 老大媳妇跟成家闹翻了 听着是这个意思 也算是一件好事 至少大嫂不会再把家里的好东西 拿去成家 几个孩子也能吃上一口肉 这个大嫂以前有什么好东西 可从来不会孝敬爹娘 我在想 大嫂是不是后悔分家了 想搬回来 当初分家是立下自聚了的 想要再搬回来可没那么容易 下午 陈弯弯带着三个儿子去上山 发现天然野生松茸剧 松茸可是好东西 在现代社会能卖到好几百一斤 二狗 你看看能不能找点蘑菇 三牛 你去砍点柴 四大 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点野果子什么的 好的娘 好的娘 陈弯弯转过身 他轻轻地将松茸挖出来 一共五个松茸 不到一斤 天然野生松茸菌六两 价值三百九数文钱 是否收卖 收卖 顺着灌木丛 往里走 继续又发现了不少白葱菇和鸡葱 五六斤一共卖了一百四十四文钱 正准备撤退 头顶突然有个什么东西砸下来 他抬头 就见头顶是一颗板栗 树上长满了板栗 酥酥酥掉下来一大片栗 他们也迟疑 弯腰捡了整整一倍 天色还早 还不到做晚饭的时候 纯弯弯准备做个糖炒栗 给几个小子当零食吃 要是每天都能吃这么饱就好了 银簪换回来的粮食吃完后 该咋办 地里的庄甲还有二十多天收割 不会一直饿肚子的 他对话一出 屋子里沉默下来 大河村里的大河都干了 更别说道题了 传道桥头自然直 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 赶紧吃吧 夜晚静命 深夜的大河村迎来一声尖厉的叫声 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娘 村里进贼了 陈弯弯本能地看向放零食的贵物 隔壁王审家里的粮食全被偷走了 陈弯弯起身穿上鞋子 就往外走 我们王家这是造了什么孽 地里的中价没着落 家里的粮食被偷光了 五六十斤粮食 从嘴巴里抠下来省出的粮食 就这么被偷光了 王家是外姓 上两代桃荒在赵家村落脚 宅基地就分在这外围 还有二十多天就可以收到的 大家伙一人借一点给你们 争取把这个难关度过去 大河村里正也希望 在村里很有关系 他第一个开口借一斤粮食给王家 村里的人家里哪有什么预论 一共就凑了三斤粮食 王审子拿着三斤粮食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最后直接晕觉过去 爹 求求你了 当家的 一定要这样吗 一大早 王家就闹出动静 陈弯弯一起床 就听到隔壁在为卖孩子的事 起争执 家里没粮食 把大麦送去大火人家 是幸福 有啥好处的 大麦过去 人家给我们半掉钱 半掉钱能买一百多斤粮食 这是好事 李正还真是偏心你们家 二话不说 就给你们凑了三斤粮 我在怎么混账 也是亲娘 干不出卖孩子的事 大不了一起饿死 他将昨天捡回来的毛利子 奔出来一半扔过去 这点粮食换大麦 去我们家买天活吧 大麦 你还愣着干啥 赶紧过来 把我家衣服洗了 王大麦知道 赵小子不是什么好人 可现在只要能不被卖了 他什么都愿意做 赵大嫂这个混不练 都能把日子过下去 为啥我们不能 就算是吃土 我也不同意卖孩子 那就等地理的稻子收了再说 你爹要是真的想卖你 不管我说啥 他都会带你去镇上 大麦擦干眼泪 默默地不说话 沉弯弯烫 先吃点东西 然后干活 娘 真的有人要把我买走吗 去年大山爹死后 隔壁村确实有人买人 挡出半两银子 让四旦去给他们养老 不过被赵老太太给骂走了 娘不会把四旦给卖了 赵四旦拿出两个糖朝粒给她 以前大麦姐 老偷偷塞窝窝头给我吃 现在我终于也能给你塞吃的啦 不适量女成弯弯 本是一家上市总裁 这意外穿越到古代一位寡妇身体 然而却没想到 这位寡妇却觉醒了某宝交易性 无人要的眼泪 可以向系统购买 而系统内的一切都会交易 早饭吃完 那天的忙碌又开始了 陈弯弯让大麦留下来帮着吴会养 去田顶上挖野菜 她则带着四个儿子上山 昨天转了半两银子 今天要再接再令 好多天没看到大嫂了 感觉大嫂比前阵子白些了 陈弯弯的嘴角抽了抽 虽然没镜子 但她能看到自己的手 手心粗糙 默默支了一把山心来 开口道 趁日头不高 赶紧上山吧 孙氏也加快了脚步 大嫂这些年补贴了成家不少银子 这回和成家闹翻 不知成家有没有把那些银子还回来 陈弯弯瞬间就听明白了 这是拐弯抹角 打探她手上有多少银子呢 我大侄子要念书 那些银子早花光了 哪有给我的 陈弯弯话题一转 春花年 老太太手上还有多少粮食 这你晓得不 家里没多少粮食了 几个孩子饿得头晕眼花 孙氏不敢再跟陈弯弯打话 生怕自己这张大嘴巴子 把老屋的啥情况都捅出来 前几天这边还没什么人来 但今天上楼 这一块地方都被挖干净了 陈弯弯让几个小子去找野菜 她一个人继续走 赵春花抬头 却看到陈弯弯走进了荆棘林 她舔了舔嘴唇 大伯娘是不是找到了什么好东西 她眼珠子一转 悄磨磨跟了上去 当赵春花跟来时 却看到陈弯弯站在一块干枯的河塘边 一会发呆 一会笑 她不知道大伯娘这是怎么了 陈弯弯目光灼热地看向干涸的淤泥 在这个时代 荷花属于偏南方的物种 不可能在北方生长 荷花持土地干涸 泥巴很硬很难挖 陈弯弯费了不少力 她终于挖出来了一根手臂长的绵梦 赵春花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她转身就往山下跑 干啥 后头有鬼在追你不成 大 大伯娘 她 她挖到了好东西 啥好东西 赵春花也不知道那是啥 肯定能吃 她带着自己娘赶紧过去 就 就在这里 赵春花走了下去 就顺着刚刚挖开的泥巴继续挖 忽一会儿挖到了一根长长的细细的东西 走 回去问问你阿爷 两个人上山 才挖这么点野菜 一个个的就知道偷懒 天天吃白饭 娘 我发现了能吃的东西 你们看看 这是啥 这是啥东西 这是 是玉笋 早些年间 赵老头子走南长远 在南方当过学徒 那地方就有玉笋 这东西哪里挖的 就在山上 山里一大片全都是 好多 把老二 老三都喊回来 赵老太太听明白了 这玉笋是能救命的东西 吃完饭 赵老太太留在家里守屋 其他人全都上山 错不了了 这是荷叶 这东西会开花 会长莲子 莲子比玉笋更金贵 只有京城的达官贵人 才能吃得上 爹 你懂得真多 人啊 只要走的地方多 知道的自然就多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这就是爹不让你们读书的原因 爹 你确定不是因为咱家没钱读书吗 赵老头子很好瞪他命 他从河塘这一边 走到了另一边 看似是在走路 实则是丈量这里 到底有多少吗 老三 一句叫李正来一趟 爹 这是我们家先发现的 那就是我们老赵家的东西 凭啥告诉其他人 这么大一片糖 几千斤粮食 我们家十几口人吃不完 也挖不完 再一个 如果桂花村的人发现这片糖 就没大和孙什么事了 赵三一脸不服气 孙氏没说话 但敏着的唇 也泄露了内心的情绪 唉 罢了罢了 就先挖着 明早我再带李正过来 孙氏疯了口气 他娘家就是桂花村的 若是提前透点心 他娘家的人就不会饿肚子了 陈弯弯拿着两根莲藕 迈不来到李正家 大山娘 你咋来了 李正老伴正在摘眼台 看到陈弯弯过来 眼皮子狠狠跳一下 婶 李正叔在吗 去镇上了 一两个月没下雨 镇上的县令头发都愁白了 今儿召集所有李正一事 主要是问问地理的事 你李正叔头的大半个月没睡好了 陈弯弯没说是什么事 转身就走了 赵四旦趴在桌上 望着藕丸子 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几天肚子也吃饱了 咋还天天流口水 娘做的菜实在是太好吃了 你拿一碗藕丸子 送去给你阿奶 阿奶 我娘让送来的 你娘咋又糟蹋东西 这是啥 娘说是油炸丸子 阿奶 你尝一口 可好吃了 赵老太太扯了扯纯角 放了这么多油 好像还放了糖 就算是一块泥巴也能变好吃 你娘这几天 有没有跟你们念叨什么 娘说要让我们吃饱肚子 还说要享受新房子 还说让我们每天能吃肉 老太太眼皮直跳 果然是想搬回来住 他绝不会允许大方搬回来 我去找李正 都累成啥样了 不能明儿再去吗 我心里安不得适 必须要说清楚 说完 赵老头便直接朝李正家走去 大山娘 这东西哪来的 山上有很多 四五亩的样子 我估摸着能有上千斤 上千斤 那每家每户 岂不是能有快一百斤 也起码半个月不会饿肚子 咱大河村有这东西 咱以前没人见过 这是玉笋 赵老头子脉步就走了进去 我几十年前见过 南方有很多玉笋 能填饱肚子 不过听说是专门进贡给京城的 不晓得为啥我们大河村进来也有 城湾湾惊讶极了 没想到赵老头竟然见过这东西 我去换双草鞋 等下就上山看一看 这都什么时辰了 山上有狼 就不能明早再去 等不到明天早上了 这可是跟吃饱肚子有关的大事 大山娘 我以前是看错你了 发现了一大片玉笋 明知是能吃的东西 却能第一时间过来告知李正 我们家就六个人 一个小的 一个孕妇 这么多玉笋也挖不完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无私 他有商城交易系统 一把野菜就能换起精力 他们一家人再荒年也不会饿多 但其他人却不行 一大早 李正就召集村里所有人 除了老人小孩和孕妇 都要去村中间的大槐树下集合 听说深山里发现了粮食 好像和地瓜差不多 叫啥玉笋 可以填饱肚子 我一天上三次山 咋没发现山上还有只宝贝 李正站在高地上 喝了喝 在场的所有人自动安静下来 和粮食有关的事 那就是头等大事 天上不下雨 地上也没什么火器 第二个所有人 先把地里的事放下 跟着我一起上山 拔出来的粮食咋分 拔多少就得多少 村里有些老弱 不如没有劳动力 所有参加挖玉笋的人 每家拿出十斤 凑个两百莱金分出去 李正最是真正 提出一家交十斤 那就表示 每家至少能挖个百丁 随后 全村人跟着李正 浩浩荡荡荡上山 一路往上走 妇人大婶大嫂 不免互相攀谈 有些留言就传了图 听说这玉笋 是老赵家发现的 赵老头子一发现 就赶紧告诉了李正 可架不住他们家 有个脚屎工 赵有才的媳妇孙氏 把山上有玉笋的事 告诉了他娘家人 李正和赵老头 一起上山时 孙家十几口人 在山上挖那什么玉笋 那可是我们大河村的山头 凭啥让固花村的人挖走 最后咋处理的 玉笋要回来了吗 咱们李正心善 看孙家几个孙子 饿得皮包骨骼 让他们带着 十几斤玉笋回去了 人群中你一言我一语 让孙女还别猫 山上的玉笋 是他闺女发现的 让他娘家的来挖一点 怎么了 东花看到有好吃的 没忍住 就去他大舅家里显白了 谁能想到闹成这样 陈弯弯和三个儿子下去 在一块有树荫的地方挖玉笋 他叮嘱到了 能挖多少就多少 别逞强 千万注意 别把手磨破了 娘放心吧 我皮好 不一会儿 陈弯弯的掌心 就传来火烂烂的烫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手心掀起了三个大水炮 娘 你去边上休息一下吧 我们来挖就行了 他起身走到边上休息 儿子生的多就是好 四个儿子一长大 个个都是顶好的劳动力 丁 发现天然野生百年人参 陈弯弯跟着商城指引 走到了一棵苍老的古树下 层层叠叠叠的阔叶下 长着一棵野人参 丁 天然野生百年人参 价值十二万文钱 是否售卖 十二万文钱 就等于是一百二十两银子 竟然一不小心成了富婆 售卖 在商城里买了一只兔子 然后拎着兔子 走到人群那边去 赵大嫂子的运气未免也太好了 在路边都能逮只兔子 运气不错 竟然捉到了一只兔子 你们忙着 我先把兔子送回去 已经到了半夜 大河村的人 这才将四五亩地的玉笋挖完 早上日头渐渐生死 吴卉娘在造房里头吃食 兔肉炖玉笋 再加白面野菜饼 丰盛的早饭放在牧桌上 等卉 先乘一碗出来 给你们阿爷阿奶送去 娘 你对阿爷阿奶真好啊 你们爹战死沙场 为国捐躯 我当然要代替你们爹来孝顺他父母 以后我也要孝敬娘 赵老太太正在厨房里 请玉笋呼呼 他奶 我娘叫我送来的 老太太看一眼就知道是铺肉 你站着等会 老太太拎着玉笋递给赵四胆 本来还想叮嘱几句 赵四胆 转身飞快就溜了 这孩子 呵呵 孙氏在屋子 心中一口火气总是压不下去 最终还是没忍住嘀咕道 想吃玉笋 昨就该好好挖 时机玉笋一挥子就能挖出来 天天身上还好像这样 一听这话 赵老太太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阿奶 今天的野菜糊糊咋这么香 刚刚你大伯娘让四胆送来的 大伯娘也太好了 这肯定是昨天那只大肥兔子 你们大伯娘送了一碗兔肉 我让四胆带回去十斤玉笋 你觉得十斤玉笋是不是给多了 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 看了一眼站在边上的孙氏 要是谁给我吃一口肉 我给她二十斤玉笋 孙氏知道这话是老太太 故意问给自己听的 一张脸骚得慌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大山娘在不在 院子门口想起王婶子的声音 请你给我们家三四斤毛栗子 这是还给你的 大麦给我们家干了一天活 早就抵了那些栗子 大麦在你们家吃了两餐 干一天活也没什么 东西我放院子里了 爱要不要 横弯弯无奈将玉笋捡起来 虽然王婶子从头到尾摆着人 但她必须承认 王婶子是个可以深交的人 她走进屋子 看着准备出门的孩子道 昨天干了一天活不累吗 都歇歇吧 娘我不累 我下地看看 爸爸草 稻子都快干死了 拔草意义不大 听我的都先睡一觉 有什么事下午再说 她一发话 四个小子都不敢再反抗 乖乖的去休息 陈弯弯则坐在堂屋里 微微思索着地下水的事 她点开商城 找了半天 最后看到了一本书 竟然是关于地下水开采的历史文献 将这本书买了 认认真真的开始阅读 终于找到了一个执行操作 相对解义的办法 她必须实际操作一番才能致行 当陈弯弯走到堂屋里 赵大山和乌桂娘 在树下静静地看着队 空气里浮动着甜蜜的锅 红泡泡 陈弯弯捂住眼睛 这一波狗粮真的辣眼 娘 那啥 大山 你过来帮我认认这种植物 她提前画了一株草 主要是画这株草的叶子形态 赵大山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是奇爱 乌后就有不少 奇爱 就是现代俗称的爱调 她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你去把乌后奇爱 都割下来扔到院子里 娘 奇爱烧不起来 烧的时候很多烟 我去割点别的干草吧 谁说我要拿来烧茶 我有大用 昨儿村里人都是在山上渡过的 今天上山的人寥寥无几 娘 这是要干啥 到时候去了就知道了 等走到干枯的池塘附近时 赵二狗敏锐地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娘 挖玉笋的地方好像有人 大河村的人昨天忙碌一天一夜 不可能这会儿又上山 那就只能是桂花村的人 这大河村简直不给人留活路 这山头在大河村和桂花村中间 这啥玩意应该一个村一半 大河村的理政太精明了 不会让一半给我们的 明了不行 那咱们来安排 反正最近偷粮食的贼特别多 我们可以伪装成贼 陈弯弯的眸光输然冷了下来 他们亲手亲脚后退 今天先回去 桂花村的人要搞事情 这会儿去找水源也不太合适 回来的路上 陈弯弯花一百文钱 在商城里没来了鸡鸡 直接放在了草棚里 吃鸡 附近有鸡 今天晚上可以吃鸡了 李政站在干裂的田梗上 看地里的情况 边上许多人围着问话 李政 县令大人究竟怎么说的 地里没粮食 县令大人会给我们大河村发朝廷 救济粮吗 听说镇上的宿米 长到十二分一新了 真的还是假的 李政十分头疼 这些问题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在这时 陈弯弯走过来 面色凝重地道 李政 我刚刚上山 看到桂花村三十几个人 在我们大河村的山头转移 这么多人来 是要干啥 为首的是个胖子 听他的意思 是想集结一帮人来 我们大河村偷粮食 陈弯弯没有隐瞒 将听到的一切说出 这不是李政一个人的事 而是整个大河村所有人的事 桂花村的人也推不要脸了 赵大嫂子不是说了吗 桂花村的人是想偷粮食 抿着打不过 来按的呗 那我们先去给他们一点教训 大家都安静一下 若是大河村先动手 闹到县令大人那儿去 吃亏的是我们村所有人 但我们大河村 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 来抢倒我们的粮食 不能打过去 那咋办 桂花村的人都不是傻好东西 人群中有气氛 也有满脸不是滋味 不如建立巡逻队 每家每户派出一个人 轮流直岗 一旦发现桂花村有异动 再反击也不迟 李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还没点头 有人反驳 是村里第一好吃懒做的张无赖 那里应该是等着做 谁又闲工夫轮流直岗 你这娘们一句话 就给大伙找了个破差事 张无赖一脸嚣张 除了李政 根本就不可能会再有人同意 为啥不同意 我们家老大媳妇提出这个办法 也是为了全村人着想 张无赖竟恶意揣测 这笔账我们赵家记下了 陈弯弯微微错愕 没想到这种时候 赵家的人竟然会无条件相信他 早几十年前 大河村都姓赵 大家兴起 很少有矛盾 这次建立巡伯队 外星人就不必参与了 赵家人建立的巡伯队 只会护着赵家的粮食 晚些时候 赵家人去赵家宗室开个会 李政 这不行的 我家虽姓朱 但在村里生活五六十年 这种时候 怎么能退缩 王沈子经历过粮食被偷的痛 第二个开口 大山娘提的这个主意确实不错 我们家就让倪丘爹去 我们家人口多 可以安排两个人当职 外星人一个个表态 气得张无赖脸色铁青 他甩袖子就走了 李政让大家聚集在 大槐树的广场上 村里有十字最多的人 手拿着毛笔 在纸上写名字 他转身准备离开 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孩子 是张无赖的儿子张大刚 他一个人站在那 看不出什么情绪 他站了一会 转身就走了 陈弯弯回到家中 静止走到房间 然后点开飘一商场 桂花村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摸过来 他必须得买点个铁青 赵三牛推门进来 一看到他手上的短刀 他满眼放波 就是哪里来的刀 看起来好锋利 上回去镇上 在巷子里捡的 确实很锋利 赵三牛无法控制住自己 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刀 不停地搓手 送给你了 谢谢娘 最后陈弯弯 用了一个电衣 一次性放电 能电于一个成年人 要加一两年 用来长生 今天晚餐格外丰盛 陈弯弯的到来 让一家人的伙食格外丰盛 惠娘 等这几天忙完了 我请正郎中来给你看看 娘 我 吴惠娘的眼圈有些发热 嫁进赵家一年 他就被搓磨了一年 若不是大山心疼的 他怕是早就过不下去了 都是要当娘的人了 不许哭 一家人正要用餐 一个怯弱的声音 突然在院子里响起 二狗哥 你在吗 赵二狗连饭都顾上吃了 扔下筷子 就朝院子外走去 大山 当初你办喜事 花了多少银子 我 我不知道 娘 我知道 阿乃说大嫂进门 一闻钱都没花 他这么一说 陈弯弯一脸求恙 娘 水晴听说 大河村家家户户都挖了寓 是来借粮食的 借多少 十斤 十斤寓 并不算多 陈弯弯让赵二狗 自己去地窖里拿寓 水晴 我家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 他提的是借二十斤粮食 赵二狗却只拿了十斤出来 他回去怎么跟爹交代 我知道的 这年头谁家都不容易 那二狗哥 我先回去了 那我送你一程 孙水晴走在前头 他走在后面 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吃过晚饭 成弯弯坐在屋子里 有些发愁 家里就两分房 老二媳妇进门后 这两口子睡哪里 盖个四五间土坯房子 他手上有钱 但来路解释不清 等考察过这姑娘的人品之后 可以先给点彩礼 让两个孩子定个亲 等过完年后开春 再将那姑娘娶进门 是水晴姐 婶子 我来跟二狗哥说几句话 你们聊 别管我 成弯弯连忙走开 耳朵却竖起来 听着那边的动作 二狗哥 我刚进村的时候 看到好几个人 在村口走来走去 看到我还问了许多话 这是干啥 成弯弯本来在八卦 一听到孙水晴问这个 顿时清醒了不少 水晴 进来做会 一起吃个早饭 我怎么能留下吃东西 其实 婶子 其实我是 是 水晴 你有什么事就说 我娘很好说话的 昨天隔得远 没看仔细 今天离得近了 很明显就感觉到 孙水晴并不像看起来这么单纯 那萌萌的水的目光 像是演出来的 孙姑娘 你有什么事就说 只要婶子能帮上忙 定不会推拒 婶子 能不能 再借给我们家二十斤粮食 听到这个 赵二狗顿时紧张起来 他怕水晴还没进门 就叫他娘不喜 婶子不是不愿意借 只是昨刚借了十斤出去 今儿又借二十斤 一碗水端不平 其他几个儿子怕是会有想法 娘 我没有想法 借吧 陈弯弯就一笔棱眼扫了过去 二狗 家里有多少粮食 你心里清楚 你觉得该借吗 赵二狗就见孙水晴严谨 有眼被打断 她的心仿佛都被揉碎了 陈弯弯无奈地叹气 孙姑娘 二十斤我们家拿不出来 最多只能在云十斤出来 谢谢婶子 太谢谢了 陈弯弯让赵二狗进去拿粮食 孙姑娘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女孩 我们家二狗不懂事 不能体谅你 你也别跟她计较 我当然不会跟二狗哥计较 一听这话 陈弯弯的脸色就变冷了一些 她不过是随口贬低了一下自己 没想到这孙姑娘 竟然跟着父母 又借了十斤玉笋出去 却换来这位孙姑娘 并不真诚地道歉 水晴 我送你回去 村头村里都有人巡逻 要是被人看到 你们俩单独在一起 没得败坏了孙姑娘的名声 慧娘 你去送一程 大河村村口已经设了路到 村里人可以自由出入 村外的进来 需要问一大堆问题后 才放心 村里的巡逻队 一共有两百人参加 一个月只需要出勤三次 陈弯弯走到大槐树下 就被一群富人围住了 赵大嫂子 你出的那个主意真不错 听说了吗 桂花村那帮混蛋 昨晚偷偷钱进来了 正好是我家那口子当值 一嫂子叫出来 当值的十个人 立马扑过来把人逮住了 桂花村也就派了七个人 就赶过来偷粮食 真是可笑 那七个人咋处置了 没让他们得逞 没有人赃并货 只能放了 我只是出个主意 主要还是靠大家齐心 才保住了全村的粮食 众人有些正愣 以前只会撒泼的人 现在看起来竟然有些温柔 呵呵 我去老赵家看看 城弯弯迈步 往老赵家院子 一群富人又一轮开了 赵大嫂子 不是跟赵老太太闹翻了吗 都一年没进老赵家的门了 都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 还能真老死不相往来吗 说的也是 娘 赵老太太听到声音 着实愣了一下 大山娘 你咋来了 大嫂 来坐下 我今儿过来 主要是想打听个人 你说吧 一个姓孙的姑娘 小牛水琴 好像是桂花村的 不知娘有没有通说过这姑娘 赵老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活动范围就是大河村 自然是没听说过 这姑娘我认识 她爹和我爹是唐兄弟 我出嫁的时候 她才三四岁 现在长成了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大嫂问她干啥 我这不是想给二狗找媳妇 打听一下这姑娘的人品 要是不错 可以上门提个亲 堂叔就是个魂不吝 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气死了水瓶她娘 家里全靠水瓶撑着 大嫂要是娶了水瓶这个媳妇进门 以后有的忙活了 水瓶是个好姑娘 那模样有多俊俏 我就不说了 大嫂要是娶了这么个媳妇进门 以后是要想大福的 陈弯弯一看孙氏 具体肯定是打听不到什么了 但孙家肯定不简单 那我回去琢磨琢磨 什么时候上门提亲 先走了 坐一会儿 家里还有事 先回去了 她寻思着 应该自己去桂花村亲自打听一下 不能偏听偏信 也不能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万一人家姑娘 就是个感情内敛的人吗 不过现在这件事不重要 重点是水源问题 下午 陈弯弯带着儿子再次上山 将艾草点燃 娘 起岸烧起来之后 然后干啥 一大堆艾草 烧起来了不少烟 烟雾向下往山谷方向飘走 跟上去 娘 这里有水 这里的岩石缝隙里 有水流出来 是山泉 腾弯弯笑起来 看来这个方法用对了 竟然真的找到了地下水的人头 娘 你咋这么聪明 齐爱为啥能找到水 娘咋知道的 我像四旦这么大的时候 一直住在外婆家 有一次 外婆请郎中来寻过齐爱 我记得那位郎中说 齐爱能驱除湿气 湿气可不就是和水有关吗 我也是想到了这个 所以才来试一试 娘 你真厉害 再也不愁没水喝了 以后挑水的活就交给我了 我一天挑四趟 上山一次半个时辰 来回一趟就是一个时辰 一天四趟 那就去了大半天 你一天天的就这么闲 发现了水源不算厉害 要是能想办法 把这里的水送到家门口 才是真的厉害 几人陷入了苦思明显 除了挑水 他们想不到别的 在发现了水源后 横弯弯带着儿子们去 不然 三牛他惊呼一声 二哥 快看 那边是不是水情节 横弯弯看去 就见孙水情果然在那里 怎么这个时候还没回去 而且他身边有个男娃子 好像也是大河村的 你干啥 没看到孙姑娘和赵傻根在一起 你过去会打扰他们 傻根哥 你别送了 孙水情的声音 是为了 从这边的小路下去 没一会儿就到了桂花村 我自己回去可以的 赵傻根憨厚地笑笑 嗯 不够吃再来找我 谢谢你傻根哥 孙水情脸上露出羞涩的笑 水眸如锦 看起来格外动 水情节找二哥接了粮食 咋又找傻根哥接粮食 我还以为他只会对二哥这么笑呢 陈弯弯暗暗给三牛点赞 要是二狗还听不明白 那就是真的没救了 孙水情这是在大河村养鱼 水情很温柔 人很好 跟谁都能当朋友 他家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赵傻根才能帮一把吧 是吗 当朋友会牵手吗 这会儿 反应过来的赵二狗 瞪大了眼睛 却见孙水情满脸羞涩 没有挣扎 他瞬间愤怒起来 台步就要冲过去 站住 赵家没上门提亲 你们两人更没定亲 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现在冲出去 要干啥 骂赵傻根乱勾搭 还是骂孙水情红杏出强 水情不是这种人 他不是 这小子还不死心呢 不过借了二十斤玉笋出去 说是借 跟白送差不多 傻根哥走了 孙水情一个人 他手里拎着不少东西 迅速地往桂花村方向走去 水情 二狗哥 你咋在这里 你手上这一袋子粮食 咋来的 我有个二叔在大河村干活 二叔让我帮忙带回去 赵二狗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 我刚刚咋看到 是赵傻根给你的粮食 是吗 可能是你看错了 这大白天的 我咋可能看错 赵傻根跟我一个村的 他就算只露出个红脑勺 我都能认出来 赵傻根一直纠缠我 他非要给我送粮食 我本来不想要的 可是我家真的断粮了 我拒绝不了 孙姑娘 你有啥委屈就告诉婶子 婶子帮你出面 陈弯弯走了过来 赵傻根那玩纠缠你 这小子平时看着老实憨厚 没成想静做出这等事来 既然这粮食 是他非要送给你的 那沈子替你还回去 沈 沈子 我 我 孙姑娘 我们家二狗喜欢你 你也喜欢二狗 不如趁早把婚事定下来 等你定亲后 谁再敢纠缠你 那就是跟我们老赵家作对 看我不撕烂他的脸 听到这话 赵二狗的脸默然一片通 我 我嫁过来之后 住 住哪呢 他来过大河村许多次 对赵家的情况了如指掌 我都想好了 让二狗在屋子边上搭个草棚 想搭多大就多大 草 草棚子 娘 你对我太好了 我和水晴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水晴进门后 也不用在我身前立规矩 你们大嫂怀着身子 干活也不方便 以后家里洗衣服做饭收拾这些活 就都交给二狗媳妇 哪里 孙水晴的脸色越来越僵 沈 沈子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我和二狗哥没什么 我一直把二狗哥当亲哥哥 从来没想过嫁到赵家 孙姑娘 你当真没想过嫁进赵家 孙水晴迅速点头 泪光营映道 这就是个误会 我们家二狗有四个敌亲的堂命 不缺你这个妹妹 还有 你手上这玉笋 是我借给二狗未来媳妇的 跟你没啥关系 还回来 之前借给你的十斤就算了 不是我们家不缺这十斤粮食 主要是我不希望你再来赵家 更不希望你再来找我们家二狗 赶紧回你桂花村去吧 孙水晴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他不敢再多灵 生怕陈弯弯再说出什么令他更难堪 赵二狗这小子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这小子怕是心都要碎了 二狗 你是我们家最聪明的孩子 山上的水怎么引下山 这事你好好想一想 娘 能不能挖钩 从山上的鼓钩挖一条钩 二狗 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从山上到山下一共多长距离 需要多少人力来挖钩 需要挖多久 这些你都要好好想一想 这么长 一个人一个时辰肯定能挖完 从山脚下到这里 差不多需要两三千多个人挖一个时辰 村里的壮年劳动力 大概有四五百人 全部一起来 大概需要多久 娘 我算不出来 成弯弯符额 这是现代社会七八岁的小朋友 都会得算是题 结果古弹没几个人挖 得教这几个小子认字 学算术 你们家的鸡不是早就咋了吗 您还不知道吧 这是上回在山上二哥抓住的两只眼鸡 会下蛋的眼鸡 一天下两个蛋 赵老太太盯着两只大母鸡产生了怀疑 我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第一次看到长得跟家养的鸡一模一样的野鸡 阿奶 野鸡身的蛋会孵出小鸡吗 大鸡身小鸡 等几个月后 家里就会有好多好多鸡了 赵老太太无奈地笑了 有公鸡才能会有小鸡 娘 你咋来了 你上回不是问桂花村孙家那闺女吗 我在村里打听了一下 好几个婆子都说 孙家那姑娘跟赵有贵的大儿子赵傻跟快定亲了 这是咋回事 这事是我误会了 二狗的亲事还得再看看 回头我让媒婆打听一下 阿奶 等野鸡付出小鸡 我给阿奶送一只 好好好 城湾湾顿了顿 等下次上山的时候 偷偷在商城里买一只公鸡 到时候就能付小鸡了 娘 您就在这边吃吧 饭菜都够 搞得好像我是饿了一口吃的才来的 家里还有一堆事 走了 赵老太太转身就往外走 二狗 等吃完饭 你跟我去一趟李正家 好的娘 大山娘咋来了 我来找李正书说点事 李正书在吗 在里头 李正老伴站起身 你李正书昨天一宿没睡 等会还要去地头看看天气 行 我先去李屋找李正书 大山娘 李正书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您 李正面色严肃起来 我在山上发现了水 从未开采过 如果将山上的水引下来 引入稻田 今年就不愁没粮食入仓了 大山娘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会相信的 赵家人祖祖辈辈 生活在这里 同未发现过山上有水 李正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村里最后一口井 也不出水了 半个月前干涸了两口井 如今最后一口井干涸 没了水 还怎么生活 大山娘 现在村里所有的希望 就在你身上了 李正书 不过 我也有个不情之情 大山娘 你说 去年我从老赵家分家出来 分了十三亩田 只有五亩粮田 其他八亩都是下等地 长不出好粮食 大山娘 只要你说的水源 这事是真的 我就把村里最肥沃的一块地 画给你 不过粮田价格也贵 是这样二两银子一亩 我想要山下那块荒地 山上的水流下来时 荒地以后定能成为粮田 李正书将这块地 给我留个半年的样子 若是半年内 我拿不出银子来 李正书可以卖出去 这个要求 根本就不算什么要求 栽荒年 谁家都拿不出 多余的钱来买地 按荒地的价格给你算 八千一亩地 你要多少亩 我回去和几个儿子商量一下 好 商量好了再告诉我 回去的路上 正好能看到这片荒地 赵二狗念念有词的再算起 娘 这里大概是三十多亩 你按我说的算会容易点 一亩地八千银子 十亩地 那就是八十钱银子 三十亩地 就是三个八十 等于多少 赵二狗一个头两个大 他伸出手指头来算 但是不够用 最后仔仔细细地数了一亿 高兴得到 娘 一共是两百四十钱 那两百四十钱 一共是多少银子 这个问题 可把赵二狗给难倒了 十钱是一两银子 二百四十钱 是二十四两银子 娘 你好厉害 其实我们家的地也够了 我和大哥三牛一起种 正好差不多能应付 以后有银子买地后 再说我的打算吧 走 回家 城家村的人真不是东西 一斤苏米或者玉米面 才能换一桶水 这是想逼死人 城家村好歹比桂花村强点 桂花村的放出话来了 三斤苏米才能换一桶水 一天不吃凉还能冻 这么热的天 一天不喝水 李正来了 看李正怎么说 李正面色严肃地走过来 大家都安静一下 老天爷没那么绝情 总会给我们一条活路 太阳落山之前 我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昨天晚上李正已经想清楚 山上有水的事 还未经证实 暂时不能透露太多 真的有水 这里一直都有水 为啥从来没有人发现 因为从前不缺水 所以没有人想过来寻水 若是没有大山娘 大河村今年 怕是至少要爬一半的人 若是将这里的水饮下山 稻子就有救了 村里的稻子 正是大量需要肥水 饮水下山的事 已早不宜迟 大山娘 你可有什么主意 二狗 你昨天想出来的法子 让李正给你指点一下 赵二狗立即来了精神 咱们大河村的稻田 有上千亩 靠人尖挑手提 肯定不行 我想着 是不是可以从山上挖一条沟 到山下 把水引到田地里 二狗子 你知道从山脚到这里 有多少里吗 有十几二十里路 比防洪的河堤还要长 赵安将一否定 赵二狗就不知道 该不该继续往下说了 除了挖沟渠 你们还能想出 其他更好的主意吗 二狗子 你继续说 十几里听起来很远 但只要把十几里 分成无数个小子 每人负责一段 这件事就不算是 一件很难的事了 大河村的壮严劳动力 十六到四十五岁之间的人 大概有四五百人 这么多人一起上阵 差不多是十五六个时辰 时间分化一下 那就说大概两天半 能将山上的水 引流到稻田 二狗子 你真聪明 李正和陈弯弯 将沟渠的路线 大致定了下来 沿途还做了一些记号 到了五十 一行人下山 从山上回到村里 李正压抑着激动 你们互相通知一下 离克中后 全村人来开会 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给大家 金儿个没有水 应该是有关水的好消息 是不是李正答应了桂花村啥条件 桂花村的人答应 让我们过去挑水 我们村哪有什么粮食 所有的希望都在地里 天上不下雨 现在连人喝的水都没有 村里人慢慢汇集在大淮树边的空地上 大河村一共197户人家 占满了空地 今天上午 大山娘带我上山 发现山上有一处水源 我们村有水喝了 不需要用粮食去城家村桂花村换水 大河村有上天地佑 老天爷不会看着我们遭难的 村里人全都激动起来 前不久 大山娘发现山上有雨损 昨夜又发现山上有水 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 我知道 村里人对大山娘颇有威词 但从现在开始 大山娘是我们全村人的大恩人 站在人群中的城弯弯弯 若你们依然觉得 大山娘不值得一声谢 那现在可以退出大河村的会议 赵大嫂子 这次多谢你了 大山娘 从前是我误会你了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大家不必这么客气 山上的水量很大 给稻子灌溉不成问题 全村四五百个劳动力一起挖沟 只要我们能把水引入到田 今年就能大封锁 从山上挖沟下来 这也太荒唐了 全村的人都去挖沟 地里的活水干 这是闹着玩吧 反正我不出力 赵大嫂子一个富人的话 竟然也有人信 人群中有极少部分人赞同这个观点 你给我出口 你不出力可以 到时候山上的水赢下来 你家的稻子别想喝几口 其他人谁还有意见 现在就可以退出 外星人要退出我不管 如果是赵家本家 谁退出 那我这才宗斯除名 李正很少发火 此时一番急言利索 谁都不敢再说什么 除了张无蓝 大德村壮年劳力 三百余人分成两组轮流挖沟渠 每两人合作复合一样 慢慢往山脚放一段 山下 李正和陈弯弯 在村中间的大槐树下说话 这里做个活口 稻田里的水足够之后 用石头填上堵住沟渠 需要的时候 再把这块大石头扳开 就是不知道 这条沟渠挖好之后 能用几年 陈弯弯努力回忆着 上辈子的进口 缓身开口道 泥土进水之后会变得松软 日久天长 沟渠里都是泥土 这条沟渠自然就用不成了 是不是可以在沟渠里垫石头 边上的泥土 就不会被冲刷掩埋沟渠 大山娘 你这个主意好 我这就上山走一趟 先不急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 是把水引下来 沟渠里垫石头的事 可以等冬季农险的时候 再安排人去做 说的是说的是 大山娘 你咋懂这么多 我小时候是住在外婆家 我外公是种田的老把士 有一回下暴雨 我外公会挖沟把水引出去 我也是一葫芦画条 有样学样 他嘴里的外公外婆去世多少 凡事都可以推在外公外婆身上 丝毫不用担心会被人戳穿 李正书 不好了 桂花村的人又来了 这山头是大河村的 山上的水自然也是属于我们的 桂花村的李正这些年干了 不少人嫌狗憎的事 村里人可不会心甘情愿 上山挖钩干活 说是这么说 李正还是决定上山走一趟 娘 你咋来了 为娘做了野菜乔麦饼子 我给你俩送来 不知道今天晚上是继续干活 还是回去休息 当然是继续挖 李正说两天半 那我们就连夜干活 最迟明天晚上就会挖到山脚下 地里的稻子等不得了 能快点就快点 都别偷懒 连着干一天一夜可不行 别把人给累坏了 不过晚上没有太阳 干活舒服凉快一点 那今晚通宵干 明天上午 大家好好休息 下午再过来继续 先吃饱肚子了 再干活 这里好多灯笼草 发现天然野生石花子 石花子 城弯弯的脑海里 立马浮现出一个主意 但想怎么让钱过名 这段情的生意 才更上了 谁能帮我摘一斤灯笼 我就奖励他一个鸡蛋 娘 我来我来 鸡蛋多留给我 只要你能摘一斤 也奖励鸡蛋 大山娘 你要这些灯笼干什么 鸡都不吃的东西 我外婆用灯笼草 做过什么好吃的点心 弄一点 回去试试看 她听说城弯弯前几天上山 捡了两只大母鸡 特别能生蛋 一天生四个 不怕拿不出鸡蛋来 大麦 你们快帮赵沈子去踩灯笼 越多越好 一群半大的孩子 开始疯狂摘灯笼 赵大沈 这里够一鸡了吗 赵大沈 我踩了一倍了 你看看能换几个鸡蛋 大姑娘 我也踩了一篮子 有两斤 是不是能拿两个鸡蛋 城弯弯看着面前贝罗和兰 全都是石花子 目测至少二十多斤 这群孩子的行动力 让人惊叹 我们家的母鸡 一天只能生四个蛋 所以一天只能有四个人 过来领鸡蛋 让小一点的孩子先领 可以吗 我最后一个吧 我也最后一个 那我也留到最后一天 城弯弯没想到 这些懂事的孩子们 竟然如此主动地牵绕了 以后 婶子还需要登梦的时候 再找你 夜色一点点的沉下去 李正跟着大家一起 他高深鼓劲了 再挖三丈就收工 大家加把劲 然而在即将收工时 意外却出现了 李正 这边有块巨石挡到了 李正 您赶紧想想办法 这么一大块巨石 耿在这里 老天爷都没办法 李正 你快出个主意 还能有什么主意 回去洗洗睡吧 地里的庄稼 该咋样就咋样 这块巨石 影响了整个进程 一直用铲锹试着挖 结果挖出去了五丈远 绕道也不行 因为靠东面是石壁 靠西面正好是一片古树林 一个个的 丧气什么 李正板着脸呵斥道 你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 你们倒下了 家里还能靠谁 我们大河村还能靠谁 遇到了难题 那就想办法解决难题 大石头我们没办法 那边的树难道没办法吗 明天大家一起来砍树 花个三五天的时间 我就不信不能 把那边的路清出来 所有人都沉默下 坦树起码得半个月的工夫 半个月后 稻子怕是全都干死了 挖钩渠还有意义吗 李正书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想起语文老师 讲大雨治水的故事 挖钩饮水 和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一模一样 大山娘 你赶紧收 泥丘爹 铁柱爹 你们把所有火把拿回来 放在大石头上烧红 你们几个赶紧去 按照大山娘吩咐的去走 大半个时辰后 一堆火把把大石头给烧得通 人站在边上 都能被烤成一声 压太几人上去挑几盆水下来 这边迅速几人赶紧去挑水 不大一会 就有人将水挑了过来 大家同时将水泼在石头上 然后迅速后退 有多远会不已 水浇在滚泡时 巨大的石头 突然发出断裂的声 竟然出现了四五条裂缝 再来一次 再一次又一次的热胀 锅石炸裂成一块一块小石 这条沟渠 就这么通 大家都回去休息 明天五十过后 再来这里集合 第二天上午 吴慧娘在屋里收拾石花子 将灯笼拨开 把里头的籽取出来放在碗里 娘 这东西真的可以做点心吗 两斤灯笼能包出来半斤石花子 这里一共大概能出五斤左右 把这些包好的籽 用烧开晾凉的水泡一会 吴慧娘立马起身去烧水 这东西要浸泡久一点 后续做起来会更容易 赵大神子会不会给我们鸡蛋 大姑娘肯定能会给的 要进去吗 我怕进去要鸡蛋被揍一顿 赵大神子问您在外 四个小家伙 有些不敢进来 四蛋 去鸡窝里摸摸有几个蛋 娘 今天又有四个蛋 你们拿好 千万别掉地上摔破了 谢谢赵大神 谢谢大姑娘 午后 李正带着一大群人继续挖钩 人群里也有张大刚 张无赖是全村唯一偷来的人 没有参加挖钩去的 没想到他这个儿子 竟然主动来帮忙了 一天一夜 又半天过后 一条半米宽的钩渠 从山间到了田间 纵横延伸到家家户户的稻田 真的有水 水来了 稻子咬叫了 不会有人饿死了 水流进沟渠边上的稻田里 那干裂的黄土地张开嘴 将所有的水尽数咽下 咋真的有水流下来 就是 还真是便宜大河村的人了 看到这里 几个桂花村的人 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村口 必须得防着桂花村这帮小子 不能让他们破坏水沟 我觉得 巡逻队这件事 必须一直进行下去 保护山上的水 保护田地的稻子 保护家家户户的粮食 必须让全村人壮年劳动力都参加 大山娘 都是多亏了你 没有你 我这个糟老婆子 今年就要遭罪了 大山娘 以前是我误会你了 现在我才知道 你是个好人 大山娘 我娘家有个哥哥死了婆娘 今年三十四 中田的一把好手 站在人群里的赵老太太 神情复杂 老大媳妇虽然不咋型 但也是他们老赵家的人 要是真的改嫁了 就跟他们老赵家没啥关系 你婆婆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肯定不会阻止你再嫁 我一个人挺好的 那啥 你们谁家有菜种 能借点给我们家吗 我家有些白菜种子 回头分你一些 青菜你喜欢不 喜欢就上我们家 拿一点 话题成功被转移 陈弯弯松了一口气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 有一人走到了他身边 赵大嫂子 我家啥种子都有 你要不要去我家看看 看上啥全都拿走 陈弯弯还没有反应过来 却又听到一声骂道 好你个狐狸精 当着我的面 就敢勾搭我男人 大山爹 才死一年 你就守不住了 哪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陈弯弯他冷笑一声 赵富贵全身上下 每一点比得上大山爹 有大山爹长得俊俏了 他值得我勾搭了 富贵婆娘 他这种不要脸的东西 我们赵家人根本就瞧不上 你有这个功夫 找大山娘的麻烦 还不如好好盯着自己男人 别放出来恶心人 赵富贵一张脸 比沟里的水还轻 转身就挤出人群 一个挨牵刀的东西 这么多人看着 就去找那个寡妇说话 你当着全村人的面 就坐见我 把我当什么 闭嘴 我的脸都被你个婆娘丢尽了 田耿上的人群渐渐散去 劳作了两天多的男人们 回去休息 富人们则挑水去 屋前屋后灌溉 准备在菜园里种点什么 娘 我想请您帮给忙 叫老太太的警惕心 立马提到了嗓子眼 娘 我打算做点小生意 做生意 那就要本钱 老大媳妇怕不是想借钱 去年蝗灾 今年旱灾 家里的钱全都换成了粮食 她手上只留了五百万钱 娘 我这生意跟吃食有关 第一次做 也不知道合不合胃口 想请娘试试味道 你说帮忙 就是让我给你试一试味道 不是让娘一个人试味道 还想让大山 二叔 三叔 二婶 三婶 都是一试 有什么意见举管题 那行 不知道是什么吃食 大概两个时辰后送过来 她说完 转身就回家 得趁天没黑把东西给做成 陈弯弯坐在边上 望着搓洗好的石花子 虎思冥想 一点一点去回忆那次 在新娘亲手制作冰粉的细节 我真是个傻子 有交易商城 商城里有书 买一本关于冰粉制作的书 不就可以了 她点开商城搜索 果然有关于冰粉的食谱 八文前就买到了一份食谱 她将食谱翻开 原材料提示 制作冰粉 需要添加石灰粉 使其凝固 玉米粉 白面粉 红薯粉之类的 也可以代替 陈弯弯找来吴贵娘 一起制作冰粉 她打算先做两个味道 山楂冰粉和加糖的甜冰粉 杭市在商城买的红糖 山楂果这个季节 正是山楂成熟的时候 几个儿子上山 找来的山楂果 当陈弯弯拎着做好的冰粉 走到了赵家时 一大家子人 坐在院子里那聊 大山娘 你可来了 赵老太太 看向她手里的篮子 真做了吃食 前几日不是让孩子们 帮忙摘了灯笼吗 就是用那东西做的 第一次做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们若是觉得不错 连我就拿去镇上看看 有没有人买 她把篮子里的碗拿出来 一共八个碗摆放在桌子上 春花冻花 你们还处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过去端碗 去碗了可就没有了 陈弯弯将一切尽收盈 她没说什么 大王 你跑得快 再拿几个碗 去大伯娘家里 乘几碗冰粉过来 要多少有多少 我也去我也去 赵老头盯着碗里 滑腻腻的东西 有些迟疑 大山娘 你说这是冰 冰粉 老婆子我活了六十年 见都没见过这东西 咋看着不像是能吃的东西 大嫂肯定不会 哪不能吃得过来 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她端起我 一口气喝了一半 顿时木顿口呆 难怪叫冰粉 吃下去整个人都冰凉凉的 大嫂 这真的是用灯笼草做出来的吗 咋做的 大伯娘 好好喝 我没喝够还有吗 赵老太太一记冷眼顿过去 张口就要吃的 谁教你的规矩 这是你们大伯娘拿来卖钱的 一碗起码给要一文钱吧 我只想吃 就给钱 陈弯弯觉得这个老太太真可爱 无形之中 就帮她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这冰粉我打算卖两文钱一奶 娘 您觉得可行吗 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没做过买卖 也教不了你啥子 自己慢慢摸索吧 行 先卖两文钱试试看 明早要去镇上 我就先回去忙活了 今天下午 桂花村的人去了大河村 桂花村的李政 决定效仿大河村挖沟渠 然而 在确定挖沟人选时 出现了不小的争执 李政 我家的田距离大东山最近 照理说 我家是不是该少出一个劳动力 李政 谁都知道 我家男人力气大 一个人能比得上别人家两个 我们家就出他一个人吧 都闭嘴 大东山是大河村的山头 距离我们桂花村更远 他们出四百多个劳动力 我们至少得出六百的 才能在三天之内把沟渠挖通 你们一个个的不想着出力 咋光惦记着偷懒 可我们家的田隔得镜 确实不需要多出力啊 隔得远就要多出人 没有大人就孩子顶伤 反正我们家不能吃亏 你个小可爱的是着的 桂花村的人乱成一锅粥 一晚上过去了 也没准备的张成来 天才蒙蒙亮 城弯弯就从床上起来 昨天晚上和吴慧娘 一共做出一百三十碗 今天就先拿这些 去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 今天只准备了一百三十碗冰粉 去两个人就够了 不过可能得买点东西回来 大山三牛跟我一道去 嗯 娘 不是该我跟大哥一起去吗 因为我力气大 嘻嘻嘻 三牛力气大一点 买粮是什么的 交给他背回来 三牛这孩子实诚憨厚 没老二这么多新眼子 我浑水摸鱼 从空间里拿点什么东西当买的 老大和老三大概率不会发现 大山娘这是干啥去 试着做了点吃食 拿到镇上看能不能卖出去 村里经常有人带东西去镇上卖 鸡蛋干柴是最常见的 有些心灵手巧的富人会袖手怕 也有些人做绿豆糕什么的 都是谋生的小营生 各家有各家的活法 刚走没多远 一个什么东西 从路边的树上突然很想 这玩意儿去年来过一次 今年要是再来一次 大河村 不 整个平安镇就全完了 杂叔 不会的 李正爷爷说了 蝗虫飞走了就不会再来 这一点点剩下的 可能是去年没来得及飞走了 不敢对 天上飞过的蝗虫 随便数了一下 就有接近上百只 他隐约记得 上市热搜上有个早鸣鸣军 成千上百只鸣 进入道田 将满天乱飞的蝗虫 吃得干干净 如果镇上 能有小鸡蛋卖得好 三牛 你就在这里守东西 大山 你去那边的饭馆 借两张桌子 两文钱借一张 超过两文钱就别借了 我去杂货铺买餐具 掌贵的 多少钱一个 三十五文 这也太贵了 买十个碗加上勺子 那岂不是要半两银子 有便宜一点的吗 这里一排最便宜 一文钱一个 随便选 这底下摆放的餐具 全都是餐字 不是破口了 就是花色很丑 他摇摇头 转身走出店铺 城弯弯绕到巷子 将商城点开 他选了一套白瓷中号碗 一个碗两文钱 一共二十文 再搭配十个勺子 一共也抬三十文钱 卖冰粉 清清凉凉的冰粉来 免费试吃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这东西咋从来没见过 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这位嫂子好 这是冰粉 最适合天气热的时候吃 吃一口 那叫一个凉快 你这里没有冰块 咋能吃出凉快的感觉来 可以免费试吃 嫂子要是不信 那就尝一口 反正不要钱是吧 人尝了一口 几乎是冰粉一送进嘴里 他就感受到了凉意 你刚刚说 这东西叫什么来着 这叫冰粉 两文钱一大碗 以您是第一位顾客 再给您加两块 我能带着碗走 明儿早上再给你带过来 我们就十个碗 怕是有些不够用 因为没法外带 这位素人也不坐酒流 继续往前走去 这位嫂子 瞧着挺喜欢的 咋就不买呢 是不是嫌弃太贵了 不然娘 将家卖一文钱一碗 我听饭管的掌柜说 镇上王园外招工件凉汤 一千二十二文钱 还管一顿饭 我和三牛去干活 一千能有五十文钱 您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可以去扛大包 给娘买肉吃 大山三牛 收拾东西 我们去王园外家门口 碰碰运气 城湾湾在工地 积米远处的地方 将摊子摆开 卖冰粉 清清凉凉的冰粉嘞 免费是吃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一群汉子正在干活 听到有人在边上吆喝 是一个妇人 带着两个毛头小 在卖东西 最适合大夏天吃的冰粉 免费试吃的 一共有十份 来晚了可就没了 几个男人 拿起碗就喝下去 那冰粉的感觉 却从唇舌 一直凉到了心惊 一碗两文钱 几味小哥要吗 给我赶紧盛一碗 好嘞 那汉子迫不及待 就喝了大半了 这东西结束 吃下去 整个人都活过来 大臣 你明儿还得再来 城湾湾 一共在工地上 卖了三十万 起码还有七八十万冰粉 在这里肯定是卖不出去了 还得换地方 一共是六十四文钱 娘啊 一天咋能赚这么多 糖大包一天才二十文钱 买冰粉可以赚六十四文 我们家要变财助了 冰粉里家的红糖 花了四十文钱 这些此碗勺子 花了三十文钱 连成本都没赚回来 你们高兴个什么劲 赵大山和赵三牛的黑脸 立马垮下来 先吃点东西 然后去下一个地方 娘 我吃包子就可以了 娘 我们回去吃就是了 惠娘肯定已经做了很多好吃的 让你们吃就吃 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干活 等会还要继续卖冰粉 卖完了再回去 那香味一飘过来 赵三牛的口水 瞬间就流出来 赶紧吃吧 赵大山和赵三牛埋头 开始吃面 嫂子 你知道咱们平安镇上有学堂吗 咱们平安镇最大的学堂 是德康学堂 一个老秀才开办的 不过老秀才年纪大了 现在好多人都把孩子 送到隔壁和口镇去念书 在那边念书才有出息呢 成弯弯隐隐约约记起来 成昭似乎就在和口镇的学堂念书 叫什么南府书院 从这边去和口镇路程要多久 不远 走路半个时辰就到了 成弯弯谢过老板 他打算带着两个儿子前往何口 南府书院有食堂 这里的学生基本不会外出买这些吃食 大婶还是换个地方吧 谢谢提醒 来都来了 试试吧 卖冰粉 清清凉凉的冰粉嘞 便宜卖了呀 三文钱一碗 赵三牛懂了一下 之前不是卖两文的吗 咋换个地方就涨价了 成蒙各位不弃 愿与在下结为君子之交 在下囊中羞涩 请不起诸位喝酒 只能用这老十字冰粉代替 还请各位不要嫌弃 兄台这是说哪里话 不敢叫兄台破碑 一共是三十个铜钱 三牛 上十碗冰粉 旁边卖笔墨只艳的摊贩 目瞪口呆 这老十字冰粉真有那么结束 那清凉的口碗 竟丝毫不属于胡州的冰眼 本来还觉得衣衫汗是粘腻 一口冰粉下去 顿绝鼠气消散 一碗冰粉解热暑 两勺红糖可忘忧 这手打油师甚好 书生随口一句打油师 在南府书院卖门开 不多时 又有不少学子文方来 我这里摆摊有许多年了 一天都卖出去一份 都谢天谢地了 可这大婶 半个时辰全卖光 娘 为啥在这里要卖三文钱一碗 可能是因为那些书生 看起来挺有钱 若是见书生有钱就开高价 这不是故意骗钱吗 我之所以提高一文钱 是因为这里是合口镇 我们是靠双脚把冰粉挑过来的 无形之中增加了劳动成本 赵大山和赵三牛 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大山 三牛 你们两个去买花生 红糖 这是做冰粉的辅料 另外也去肉铺看看 三十文钱能买多少是多少 半个时辰后 我们在这里会合 陈弯弯在镇上逛了一圈 可算是看到卖小鸡仔的了 几十只鸡仔和小鸭子 大神 买鸡仔吗 六文钱一只 我们家这鸡仔 各种的壮士 都是能生蛋的母鸡 长大了是公鸡拿来退钱 现在大河村不缺水 可以买小鸭子回去养起来 我要二十只小鸭子 城弯弯选了二十只 精神不错的鸭子放进被子 小鸭子嘎嘎叫 她的心情莫名就愉悦起来 母子三人出了河口镇 半个时辰到平安镇 却没搭上牛车 前前后后走了快两个时辰 才终于看到了熟悉的大山 你俩先这边走 莫要声张 回去后等我 大山娘 咋这么晚才回来 赵大嫂子 听说你今儿去镇上卖吃屎了 生意咋样 是做了点吃食 好险总算是卖出去了 赚了几个铜板 给孩子们割了半斤 多点肉长点荤腥 镇上的粮价涨起来之后 那肉价也是嗖嗖飞涨 我上回去问 二十五文钱一斤呢 贵得要死 二十五文一斤的肉 大山娘都买得起 看来是真赚的不少 给我们说说 到底赚了多少钱 妇人们天生八卦 一个个睁着大眼睛寻求答案 今天肉价三十五了 花三十文 才割了这么一点点 家里六口人 一人吃一口尝点味就算了 剩下的铜板 就全拿来买鸭子 就不是有水吗 养点鸭子 到时候卖鸭蛋 可比辛辛苦苦 做吃食强多了 猪肉三十文 二十只鸭子 欺满一百文钱 也就是说 大山娘忙过一天 竟然赚了一百多文钱 大山娘 你做的啥吃食 就前几天 让孩子们帮忙 采的灯笼草 看起来不费什么成本 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麻烦 主要是得放糖 糖有多贵 大家都知道吧 一斤四五十文 一天就要买一大袋子糖 熬成水放进去 还得放花生 在场的妇人满脸复杂 一碗没什么味道的水 放了红糖 就能让人哈拉子直流 今天说了杂货铺半斤红糖 明天还得继续卖吃食 把账给清了 山上的灯笼草上的灯笼 我继续收 两文钱一斤 还请各位嫂子帮帮忙 这感情好 趁天色没有黑透 我带着大麦在上山搞点回来 我让我家小子 也去摘点回来 要是有个七八斤 大山娘不会不要了吧 当然要 这东西消耗大 有多少要多少 原本在闲扯的妇人瞬间散了 生怕上山晚了 被别人把灯笼草扯光了 她走进屋子 吴惠娘正在处理猪肉 赵大山和赵三牛 在搓洗石花子 忙得不亦乐乎 每个人都有一包点心 惠娘也有 自己吃自己的 娘 我都这么大了 不吃点心 你男人不吃 就都给你吃 不许瘦 听说大嫂赚了不少钱呢 买了大半斤肉 还买了几十只小鸭子 没赚到钱 敢这样花 买鸭子这是好事 养鸭子能生鸭档换铜板 老大媳妇 这是真的要好好过日子了 孙氏的脸垮下来 老太太这心偏的 可真够狠的 大嫂第一次做生意 赚到钱买肉 没给孩子们 买灵嘴就算了 咋也不给爹娘送点肉 过来尝尝呢 这好 简直就是公然挑拨 老三媳妇 你要是闲得慌 就去屋后砍竹子回来 正好家里被搂坏了一个 大嫂一个人坐吃时 应该忙不过来 我明去帮帮大嫂吧 她一张口 赵老太太就知道 她在打什么主意 你眼皮子咋这么浅 有功夫惦记别人手里的铜板 还不如干好自己手上的活 我看你也是真的挺闲的 明地里的杂草你去拔一遍 孙氏的脸都绿了 天刚蒙蒙亮 孙氏就被老太太 喊起来去拔草 站在田梗上 看到赵大的牛车改作村 陈弯弯带着家里 三个小子出门 孙氏心一横 朝村围走去 孙氏走进来 一双眼睛四处乱看 先是默默数了一下 有多少只小鸭 皮笑若不笑道 大山洗副彩衣服呢 三神咋来了 大山身上的衣服 都是公公活着的时候留下来的 活泼体贴 让我给大山做一件礼衬 孙氏看到角落里 放着一辈人灯笼 这是昨春花冬花送来的灯笼吧 你说这事也奇怪 灯笼瞅着一点都不其远 咋能做出好吃又好看的 大山媳妇 你教教三神呗 三神 这事我也不清楚 婆婆没让我插手 是把这灯笼放在锅子里煮熟呢 还是晒干了碾成粉 这你总该晓得吧 吴慧娘继续摇头 一个字都不肯说 你要是能把冰粉的方子告诉我 我卖多少钱都分你一半 这钱分到你手上后 就是你资格的私房钱 跟你婆婆没任何关系 吴慧娘还是不说话 你咋这么蠢 就你这闷葫芦的性子 一棍子打不出个屁 全村人都知道 你婆婆天天拿捏你 你婆婆现在会赚钱了 以后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 你就等着被聪磨吧 三神让一让 我要扫地了 再让让 孙世七的七巧声音 有才媳妇 你在这干啥 村口有两个桂花村的后生过来 好像是你娘家的人 巡逻队看到两人身强力壮的 没敢放进来 你赶紧去看看吧 孤 阿奶让我们来借粮食 桂花村地里的粮食全都干死了 阿奶说 今年我们全家都得靠孤 孙世头皮发麻 孙家上下快二十口人 全靠他 他靠谁 大河村的粮食没干死 但也还在地里长着 我去哪里给你们借粮食 等地里的道字 收上来再说吧 他答说 五十末 城门口会合 李可千万不要自个 一个人先走了 没有牛车 他又得徒步走回家 这是一件要命的事 昨天晚上 陈弯弯和吴慧娘 用两斤十花子 一共做了三百五十碗鱿鱼 光是南府书院 吃不下这么大的体量 他决定先带儿子们 去码头上试一试 这啥玩意儿 吃起来咋跟冰块似的 不过比冰块更甜 这是冰粉 三文钱一碗 听到要三文钱 汉子有些迟疑 人家这东西 应该是放了红糖 还冰凉凉的 吃起来特别爽 卖三文钱也不算太贵 赶紧给我盛一碗 这鬼天气 热死个人 三牛 上一碗冰粉 汉子直接拿着碗 碰快地道 这东西比吃冰块都结束 要是便一点 我还真想再来一碗 他的惊呼 引来的其他人汉才不 小坛边上不一会儿 就围满人 就照刚刚那个程序来 你们两个记住了吗 娘 我都晓得 娘 我们先去了 陈弯弯带着赵三牛 就这么小半个时辰 竟然卖出去了一百碗鱼 进账三百多文钱 东西收好 我们去找大山二狗 刚刚还有好多人想买冰粉 等他们搬完货 应该就过来了 这么早走干啥 这就叫做饥饿营销 当一件东西一直供应时 他们不觉得有什么 但当随时可能断货 下次我们来的时候 这些人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来 而我们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收工 西码头 一群汉子将小瘫围住 赵大山和赵二狗忙得脚步粘地 我去帮大哥二哥 等一下 先看看他们俩是怎么做生意的 赵二狗负责接待顾客收钱 赵大山负责盛冰粉收拾餐具 给我来九碗冰粉 赵二狗一下子被卡住 客人等着给钱 他急得要命 张口就到了 一共二十三文钱 大哥上九碗冰粉 好嘞 小伙子 你这咋算的 九碗冰粉是二十七 你咋少算了四文钱 赵二狗满脸懊恼之色 他竟然算错了 少赚了四文钱 他说是二十三 那就二十三文钱 我放这里了 我家这小子没读过书 不会算数 让各位见笑了 是他自己算错了 那就该他自己负责 打说都不能让您再掏钱 大山 你还愣着干啥 还不快乘九碗冰粉出来 这位大婶是个常量人 就这气度 还愁做不成生意吗 边上各种赞誉的话 又引来了一帮人买冰粉 一桶冰粉 很快就收光了 娘 我少算了四文钱 算账这事 交给大山或者三牛 估计能少算四十文 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别责怪自己 好好想想等会吃什么 肉包子还是面条 或者馄饨 娘 你真的不怪我 如果你学过算术 还算成这样 那肯定是要罚的 不过你从来没接触过 算错了也正常 成弯弯宽味道 放心 娘会教你的 别想这件事了 收拾一下去南府书院 卖完了之后 我们就去吃东西 今天赚了不少 你们想吃啥就吃啥 母子五人很快 就到了南府书院 这会儿正是上午念书结束 学子们出来放松的时候 一句打油诗 在南府书院流传甚广 还不到一刻钟 一桶冰粉就已经受光了 收拾东西 走 娘带你们去吃东西 刚从书院走出来的成招 皱眉看着远处 越走越远的景 怎么好像是二姑和三位表弟 二姑带着表弟们 来河口镇干什么 成招思索时 几个铜窗面上带着吃笑 成兄台这是干什么去 去的和堂 可有兄台一同前往 你在德和堂抄书 我们可没这个雅兴 兄说抄一本书才一本文钱 你抄一本书要多久 若课业繁忙 需半远能抄一本 哈哈 也就是说半个月才能赚一本文 一本文连燕台都买不起 岂能买最差的毛笔 成兄台家中如此精品 还不如回去种田 成招的面色依旧不变 他转身离开书院门口 大妹子一口气买四碗 算是我们店的大主顾了 送了点咸菜 你们尝一尝 小小一个碟子里 装了一些咸菜 味道还不错 这位老板娘 是个会做生意的 他这次送了咸菜 我们下次想吃馄饨的时候 肯定会来他们家 同样的道理 我们卖冰粉 也要给客人一种 对方赚了的感觉 有得有失 才是长久经商之道 召二狗若有所思的点头 家中其他什么菜都没有 山上不缺野菜蘑菇 吃完馄饨 我带你们去买点肉 成弯弯带着一群小子 直奔肉铺 买了一条五花肉 一些猪内脏 还有猪骨头 猪肉两斤六十文 猪骨头还算便宜 一斤十文 猪血是杀猪酱白送的 大山娘 你们出门后 大山媳妇一个人去地里打草 在田梗上摔了一跤 幸好我家大麦 看到了把她扶起来 不然怕是得出事 谢谢你 当成弯弯回到家后 吴慧娘坐在更子上歇息 一看到她进来 吴慧娘立马站起身 你身子感觉怎么样 娘 我很好 没啥事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 不许一个人强撑 娘 是我太没用了 我没啥子能力 家里赚钱的事帮不上忙 还摔了一跤 让娘担心了 吴慧娘本来是想去地里拔草 可田梗上失灵灵的 她一脚没踩踏实 就摔地上了 幸好大麦经过 谁说你帮不上忙 每天晚上准备冰粉 你没帮忙吗 家中每顿饭不是你做的吗 收拾院子洗衣服 哪一样不是你干的 我们白天去镇上卖冰粉 你还挖了这么多野菜 要是你倒下了 这些活就没人做了 家里也会乱成一锅粥 慧娘 以后不许看清自己 吴慧娘红着眼花 直到此时婆婆问她 她才感觉自己的小腹 一直隐隐作疼 不多时 郑郎中就来了 脉相有些不稳 不算严重 我开一些安胎药即可 不过安胎药不便宜 大山娘若是确定药 就让四旦跟我回去配药 自然是要的 郑郎中只管开价 出针费是三文钱 安胎药一包五文钱 大山媳妇这个情况 一天三顿 一共是九包安胎药 加起来四十八文钱 娘 我感觉身体已经好多了 不需要安胎药 你说了不算 承弯弯转身去隔壁屋取铜板 今日赚来的铜板都锁在柜底 谁说大山娘虐待儿媳来着 以后谁说这话 我配谁一脸 大山娘这是赚到钱了吧 起门闻闻 造坊里有肉香味呢 这年头还能吃肉 可见赚了不少 我刚刚偷偷看了一眼 是大骨头炖玉笋 大骨头不算贵 十文钱能买一大根 十文钱咱们也不是买不起 家里都有玉笋 回头也炖一锅汤 哎哟 我记起来了 左我家丫头送了两斤灯笼草过来 大山娘还见我们家四文钱 大山媳妇请了郎中 大山娘不会没钱付给我们了吧 说起来 前几天的鸡蛋 大山娘都还没给我们呢 各位嫂子婶子 稍微等一会 我现在就给大家把账结清 吴惠娘身体没事 她心里的大石头落下来 离鸠娘 四文钱 两个鸡蛋 铁柱娘 两文钱 一个鸡蛋 陈弯弯的记忆力很好 跟这些人记得分毫不差 赵大嫂子 这灯笼还收吗 自然是收 还是老价钱 两文钱一斤 山上灯笼一大把 只要摘到手就是钱 这些钱都是白得的 大嫂 一斤才给两文钱 是不是太少了 她算过了 大嫂这两斤不得出货 买了不少东西 粗略估摸着 一天至少能赚两百文钱 东花还那么小 一听说大伯母需要灯笼草 立马就上山去寻摸 寻摸了一天 才得了四文钱 大嫂是不是酌情在家点下 东花确实是小了点 还有小麦胡子都太小了 为了几文钱上山 确实不值当 这事是我没思虑清楚 以后摘灯笼的事 我就交给我们家二狗三牛 还有大旺二旺 就不劳烦大家了 一听这话 在场所有夫人的眼睛都动了 赵大嫂子 我觉得两文钱这个价格很功当 就让我们家孩子继续帮忙摘灯笼吧 大山娘 二狗三牛天天要去镇上卖东西 哪有时间上山 总不能让两孩子大半夜去山上吧 有才媳妇嫌弃两文钱少 我们可不嫌弃 就是就是 我什么时候嫌弃两文钱少了 东花年纪太小 要是在山上真出了什么事 我负责不起 以后东花送来的灯笼我不收 春花送来的总行吧 村中的夫人又说了几句 雷后陆陆续续就散了 慧娘 你吃点清淡的 先甜甜肚子 馄饨这么好的东西给娘吃吧 我不吃 你身体底子太差 孩子险些保不住 必须得多吃东西 不想吃也得逼迫自己吃下去 我们在镇上都吃过了 大嫂你快吃吧 赶紧吃吧 等会再让大山给你盛点骨头汤 谢谢娘 嗯 大山 等会娘吃完 你也到礼屋吃饭 知道了 娘 赵老太太坐在门口搭甘草 也听到路过的人讲述新鲜事和八卦 看到孙氏回来 开口就骂 好你个孙氏 那是你亲大嫂 你不帮着你大嫂压嫁就算了 竟然还想着提嫁 眼皮子浅的小可 老三杂娶了你这么个媳妇进门 是亲大嫂又怎样 赚来的钱又不会分给我一文 赵老太太看她这样更安心 不行 我得过去叮咕几句 当赵老太太就走了东西 一眼就看到了饭桌上的饭菜 差点的心梗晕过去 你个败家娘们 你是沙官老爷的娘子吗 一顿三四斤大米饭 镇上王源外家也没这么糟见钱的 赵老太太气得破口大骂 家里三个小子还等着娶媳妇 赚了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今天吃白米饭 明天喝西北风去世吧 谁能知道吃饭的时候 老太太突然闯进来 这都是很久之前买的 一直藏着舍不得吃 娘 您吃过没 坐下一起吃吧 锅里还有点饭 知道你赚了点钱 但钱不是这么花的 年成不好 后头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二狗岁数在这里 顶多半年就要娶媳妇 家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不得攒钱给二狗盖个土坯房子 我听王媒妇说 近来娶媳妇的聘金 都涨到了半两银子 阿奶 我娶媳妇的事还早 老太太的目光 落在吴惠娘有些苍白的脸上 板着脸道 你怀着身子 就好好待在家里 别到处乱走 抗个病就花了四五身文钱 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听阿奶的 实在要下地做傻子 你喊下花过来帮忙 咋就非要自己去田里下折腾 我需要儿子们去镇上帮忙 最重要的是 想开拓儿子们的眼界 挖掘儿子们的经商 或者其他能力 总不能一直是自己冲在最前面 娘 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 你想干啥 老大媳妇还想麻烦啥事 不会想让老屋那边 包大山媳妇一顿午食吧 算了 看在大山媳妇肚子里 怀着老赵家血脉的份上 让吃一顿也没什么 事先说好 老屋的午食 可没啥大白米肥猪肉 就砸两饼子和窝窝头 爱吃不吃 我是想让娘在老屋安排个人 来我们家负责鸡鸭的吃食 挖点野菜啥的就行了 就负责中午一顿 晚上的等四蛋回来了 自己弄 不管是谁来负责这个事 都给两文钱 都是一家人 提啥钱钱钱 话一说完 他老人家又想到一个事 这钱不能留在老大媳妇手上 那就两文钱吧 我回去问问看谁愿意干这个活 吴惠娘张了张传 想说点什么 就被城弯弯瞪了一顿 从今天开始 除了你们大嫂 所有人轮流洗碗 娘 真的不必了 洗碗不费事的 交给我就成了 先前是没有条件 如今既然已经赚了一点钱 就该好好养胎 就从大山先开始吧 一个个轮流 还有以后自己的衣服自己洗 不能啥事都交给你们大嫂 都记住了吗 在这个家 城弯弯的话就是圣旨 儿子们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 第二日 城弯弯早早起来 母子四人直奔河口镇 上午的码头非常热闹 因冰粉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 今日售卖格外顺利 不到半个时辰 两桶冰粉就售光了 母子四人转到前往南府书院 你们想进南府书院吗 书院应该不让外面的人 进去卖东西吧 我的意思是 你们想进南府书院读书吗 赵三流的脑袋 摇得跟波浪合似的 我问了边上那位大叔 南府书院一个月的书修 是二两银子 还要买笔墨纸业 一整套最便宜的 都得至少一两银子 我们家读不起 只要你们想读书 总会有办法的 问题是 你们想读吗 他很早就想把孩子送来念书了 但一直没机会 如今手上也算是有点钱了 南府书院只收铜声 你这几个儿子 应该还不认识字吧 只能送去蒙学 可是村里没有私塾 离最近的学堂在城家村 打死都不会 把孩子送那边去 那就只能送到平安镇的私塾 到时候还得去问问是啥情况 到了正午 南府书院铃声响起 陈弯弯指的暂时 将这件事抛到老后 学子们站在摊子前吃冰嘴 时不时议论一些课堂上的见误 天不降雨 河口镇方圆千里内的农田 怕是颗粒无收 不知朝廷会有何措施 这月考试先生大概会以此命题 我们可以提前思考一二 听说隔壁平安镇下的一个村子 发现了水源 从山上挖沟去饮水 拯救了上千亩的稻田 还有这等歧视 陈弯弯没想到这事 竟然都传到隔壁河口镇来 看来干旱确实严重 且受灾面积极广 娘 我看到成表哥了 那边中间的 是不是 果然是二姑 不过二姑怎么在书院门口卖冰粉 成招很喜欢二姑 她的学费大多是二姑出的 二姑对她比几个表弟还要好 两碗冰粉六文钱 慢慢吃 不着急 能弯弯接待完了面前的顾客之后 目光才落在后头成招的身上 这是原生娘家的大侄子 最疼的就是这个侄子 因为成招会念书 呦 成兄台竟然也有余钱来吃冰粉 你抄一本书半个月才一百文 三文钱一碗的冰粉是你吃得起的吗 成招在成家村是众人无讽的对象 没想到在书院竟然遭人排挤 却见这小子只是静静地道 这是我亲二姑 我吃冰粉不需要钱 赵大山默默地注视 没有任何动物 这个大表哥太讨人厌了 要什么东西都理直气壮 成弯弯的嘴子抽了抽 还以为他是以前的亲二姑呢 招二 二姑做点小本生意也不容易 你不说给二姑撑撑场子 咋能让二姑免费给你吃冰粉呢 成招一脸错误 他好像听说二姑和家里闹翻了 所以二姑以后都不疼他了吗 成兄台你是读书人 君子可不会做这等不符合理教知识 君子谋到不谋时 你这行为可配不上君子二字 被同方吃笑贫穷 他并不会放在心上 因为成家本就贫困 二姑 这样可以了吗 当然可以 大山还不快给你表哥盛一碗冰粉 成招今年也是十八分 比赵大山略长两个月 两人虽然同龄 但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 二姑 我爹确实是过分了一些 不该对二姑动手 我代替我爹向二姑道歉 但二姑姓成 和我们成家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不该神仅致辞 一听这话 成弯弯都气笑了 什么叫做生分致辞 不生分的意思就是 我家的冰粉随便你吃 赚到的钱全部供你读书是吗 二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成招 这么多年我是怎么疼你的 你心里有数 但十天前 我被你爹砸破脑袋 要是再重一点点 我伤得那么重 我的好人 竟然都没来看我一眼 我 我一直在书院念书 前几日才知道此事 行了 你不必跟我解释 我和成家已经断绝关系了 也没必要喊我二姑 你这样有出息的读书人 我们赵家也高堪不起 二姑 我 不许喊我你二姑 你再继续说 可能马上就要成为 南府书院的笑话了 成招一回头 就见不少同窗泡棋的看向对面 而且慢慢围绕 二姑不认我没关系 我认二姑就够了 我先进书院了 改日再登门赔罪 卖完冰粉 成弯弯正准备带孩子们 去吃点东西时 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 站在了他面前 这两天和口镇人人 口口相传的冰粉 可是出自这位嫂子之手 成弯弯看向面前的人 这人身上穿的不是土布 腰间挂着玉佩 看着像是商人 今日冰粉已受空 明日早点来吧 我不是来买冰粉的 不知这冰粉的方子 大神可愿意卖给我 他开始卖冰粉都没几天 赚到的钱也没多少 把方子卖出去 就是断自己的财力 而且他也有另外的打算 这是祖传下来的方子 祖上交代 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数不能售卖 我可以出这么多 他伸出五根手指头 表示无两银子 抱歉 方子真的不能卖 这位大嫂 若是过几日后悔想卖 价格可就没这么高了 那若是真有这一天 掌柜仅可以押价 见他油盐不尽 掌柜甩袖就走了 娘 我咋觉得这个掌柜 会整点啥迫事出来 要是这掌柜 请几个人来惹市长 以后再想扩大冰粉生意 就有点明了 必须扩大市场 提高销量 否则夏天一过去 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陈弯弯的目光 落在了南府书院四个大字上 迈不朝书院大门口走出 大爷 尝尝 守门的老头警惕地看着他 你要干啥子 大爷 我是想让您帮忙签个线 我想和南府书院 食堂管事的说几句话 只要大爷能帮忙 把食堂管事的叫出来 我给你两门钱辛苦费 守门的大爷将冰粉接过去 他一口气喝了小蛋黄 舒服地眯上眼睛 难怪书院的学子们 人人称颂 原来这冰粉确实能结束 一口喝下去 浑身通肠 不怪一碗要三门钱 守门大爷送了冰 这才起身去海面 食堂的管事姓陈 叫陈鹤 长得圆圆胖胖的 脸上油乎乎的 一看就是在厨房干活的 我就说这两天 大中午的食堂 咋没什么人来 原来都是你在搞鬼 上辈子做生意的时候 不知道遭遇过多少冷脸 冷脸恶语并不算什么 陈掌柜 你别瞧这冰粉有一大碗 实际上吃下去并不顶饱 那些学子来我这买了冰粉 还不是照样去食堂用餐 大热天的 闷在屋子里看书写字 学子们哪里受得了 这东西就是用来解暑的 陈掌柜 来尝尝 这碗就当是嫂子请你了 陈掌柜将碗接过去 才尝了一小口 就愣住了 陈掌柜 你说这东西 要是放在食堂里售卖 周围大嫂 你的依色是 我供货 陈掌柜卖货 如何 我在南府书院门口售卖了两三日 也算了一笔账 三门前的冰粉不是人人都吃得起 南府书院一天至少可以卖出去200碗冰粉 也就是进账600碗 陈掌柜就是做生意的 他自然能算通这笔账 我从大嫂这里拿货 价格几何 这冰粉做起来实属不易 耗费的原料极多 每卖出去一碗 我就只能赚到半门前 这生意做起来很累 不然我也不会想到和陈掌柜合作 这样吧 陈掌柜在我这里拿货 进价两门前一碗 以及红糖山楂花生这些辅料 陈掌柜需自己负责 如何 陈贺心里的算盘已经敲响了 进价两门 售价三门 一天卖200碗 他进账是200碗 扣除一些必要成本 他一天光是卖冰粉 进账就是至少160碗 那什么时候开始供货 明天上午 我儿子来送货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如何 陈贺用力点头 一桩合作生意算是谈下来了 娘 我们自己卖就行了 辛苦点也没事 我一个人也能值个摊子 相当于是免费送钱给那个陈掌柜 陈弯弯笑起来 做生意合作才能扩大市场 而且自己也能更轻松 我们家中一天能收至少20多斤登笼 谁能告诉我包完后是多少斤子 娘 差不多是6斤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三桶冰粉 一共用了多少斤冰粉子 我知道 两斤多一点点 若是将一天6斤冰粉子 全部做成冰粉 那就是9桶 光是凭我们能全部卖出去吗 有时候 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 这叫合作共赢 大家都能赚钱 明白吗 我好像是明白了 如果以这种方式售卖冰粉 以后 我们就不需要全家人出动来镇上摆摊子了 陈弯弯带着儿子们往街上 河口镇 大小酒楼饭馆 有七八家 她刚走到最先楼门口 就看到了之前要买她方子的那个掌柜 这才一个时辰都不到 这位大嫂就后悔了 五两银子是不可能给她的 顶多三两 杨掌柜正在思索着怎么压架时 就见城弯弯脚步一顿 转身就走向最先楼对面的 吉祥酒楼 这位大嫂不会是想把方子 卖给吉祥酒楼的掌柜吧 掌柜的 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冰粉 冰粉当然听说过 三五日前 开始在河口镇兴起 掌柜的 可以试试看 若是觉得行 那我们来谈谈合作卖冰粉的事 若不行 那我只好去找对面最先楼的杨掌柜 一听这话 周掌柜的眼睛顿时瞪远了 最先楼是横跟在他面前的一座巨山 他这辈子的目标 就是超越最先楼 冰粉房子 八两银子 成不成 见城弯弯面露南色 周掌柜加价 十两银子如何 十两不行 那十二两 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了 周掌柜 不如我们换个思路 城弯弯将自己的想法 因一给周掌柜讲述 不需她要发资满方 也不需要专门制作冰子 城弯弯提供冰粉 掌柜每天只需准备红糖和花生山楂的地 就能直接在酒楼出售冰粉 售价五文钱 吉祥酒楼一天的客流量大概是三十多 加起来能有一百人左右 一天若是能卖出一百万冰粉 竟盈利能有两百多文钱 一个月就是好几两银子 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不过有一点我提前说清楚 这冰粉不是专供你吉祥酒楼这一家 只要愿意与我合作 我都是两文钱一碗供货 赵大嫂子 条件你尽管开 我 我家的冰粉量大 吉祥酒楼一家吃不下 我已经和南府书院的陈掌柜达成了合作 周掌柜叹气 吉祥酒楼一天只有这么多人 体量确实小了点 他哪有资格让人家只给他一家公司 从吉祥酒楼出来 陈弯弯定下脚步 看向身边几个儿子 我刚刚和周掌柜怎么谈的 你们都记住了吗 娘 能不能让我试试和最先楼的掌柜谈一谈 二狗你要是谈成了这桩生意 娘给你两文钱随便花 他深吸一口气 朝最先楼走去 河口镇的市场差不多就这么大 接下来我们去平安镇看看 从平安镇出来 陈弯弯在两个镇子上 共售出六百碗冰粉 河口镇五百碗 平安镇是一百碗 这样算下来 一天净赚一两 他大叔 我想跟你谈个事情 啥事 从明开始 我让二狗三牛两个人来镇上送货 每天卯时就得走 先去河口镇 大概还得去一趟平安镇 五十就能回来 你看看这样跑一趟 得多少铜板 两个人一来一回 四文钱就行了 这赵达真是不会做生 这两天他们家几回来 加上木头 就把牛车站得满满当当 他从来没提出来家钱 他答说 你可能没听懂 我的意思是 毛时到五十之间这段时间 这辆牛车只能坐我们家的人 其他人若是要去镇上 就只能去坐村里另外一辆牛车 赵达是个老实人 也是赵家本性同族人 信得过 但其他人他信不过 就十文钱办 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下来了 陈弯弯母祖刚到村口 就见有户人家正在修补屋 自家的屋顶也有个洞 幸好干旱没下雨 等有钱了 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 同名开始 我一天攒一点土坯 攒够了就可以起房子 我和大哥一起打土坯 孙水晴之所以不愿意跟他 就是因为家里没地方住 他不能让两个弟弟 落入跟他一样的境界 我也要跟大哥一起打土坯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毛皮声 陈弯弯回过头 就见身后 竟然有一样马车急转 大河村的李正 意气风发的从马车上跳下来 呵 李正不得了离 县令大人竟然派人亲自送你回来 咱们大河村的力章 就是有本事 能让县令大人拎眼相看 我能让县令大人瞧对 也是因为咱们大河村的心 和力气往一处使 前几日从山上挖沟饮水的事 不知咋的就传到了县令大人耳朵 今日叫我过去 就是问这个事儿 李正书 县令大人咋会专程问起挖沟渠的事 是不是有啥安排 平安镇下有三十六个村 每个村都干旱 县令大人想将挖沟渠推广菜 问我是否可行 大东山上有水 又不代表其他山上也有水 离我们最近的桂花村都没的发子 刚远的村更没发子 李正没说话 盯着城弯弯 你们把东西带回去收拾干净 我等会回来 如今大汉 除了大河村 其他村落会颗粒无收 到时候大河村就成了众矢之地 众矢之地是啥 城弯弯一阵无语 现在是不齿下问的时候吗 众矢之地就是 所有人攻击眼红的对象 县令大人推广挖沟渠之事 这是件好事 如今还有半个月丰收 早一天饮水入田 庄稼就能早一天起死回生 多多少少能收获一些粮食 不过并不是每个村都能找到水源 找水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就是想问问大山能 山上的水已是咋找到的 县令大人说 希望大河村能派些人去帮忙 一是帮忙找水源 二是帮忙规划挖去路线 三则 挖沟渠也需要人帮忙 城弯弯画风转了一下 这几日村里没有异样 村里的巡逻队似乎松懈了一些 李正不知道他为何突然提这件事 田里有水之后 稻子长出来 杂草也多了 还生出来很多虫 不仅要把草除虫 还得施肥 施肥多 稻子才长得饱满 地里忙 巡逻的事情 大家确实没那么上心了 李正书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觉得巡逻队之事 一天都不能懈怠 要成立专门的巡逻队 并发放工钱 村里哪有余钱养巡逻队 村里的收入 就是出售荒田那点钱 赡养一些绝户 早就花了个干干净净 这次挖沟渠就是个机会 大河村给县令大人 解决燃眉之急 县令大人是不是该给点资金 能申请下来多少银子 就全靠李正书的本事了 这笔钱就能当作 是养巡逻队的初始资金 经过陈弯弯一说 他想通了 上赶着帮忙叫讨好巴掌 若是县令大人 需要使他再去 就是雪中送炭 大山娘说的对 大河村越来越好 容易遭人眼红 巡逻队的是不能松弃 大河村已经有成功的案件 县令大人的投资 是百分之百会收到 只要李正稍微提议 县令大人很大概就不会拒绝 和李正聊完之后 陈弯弯转到回家 陈弯弯走进屋子 看到吴慧娘 坐在桌子边上正在摘彩 看到婆婆进来 吴慧娘条件反射一样 就要起身 你去休息去 今晚我来做饭 娘 我今天身子好多了 站一会儿肯定没问题 行了 别逞强 再出点事 家里可没钱 给你请郎中 等你好了 多的是做饭的机会 总不能让还在吃药的人做饭 他做不来搓磨 媳妇的事 娘 我拿高一点的凳子 坐在灶前 让四蛋帮忙看着灶里的火 没啥问题的 等两天后 你安他要吃完 做饭的事再交给你 陈弯弯扔下这句话 就去了隔壁造坊 去你阿奶那边 借四个木桶 两个木盆过来 还有 拿两文钱去给你夏花姐 赵四蛋揣着两文钱 飞快地奔向赵家老巫 四蛋 你咋来了 啥子是跑这么急 脑门一头恨 我娘说 把夏花姐的工钱结了 两文钱 赵老太太拿了一文 剩下一文给夏花 夏花接过钱 转头就给了她娘文事 夏花 这一文钱 娘给你攒下来当嫁妆 娘你可要给你大伯娘 多挖点野菜杂草喂鸡鸭 娘 我小的 看到这一幕 孙氏有些眼红 虽然只有一文钱 但那也是钱 大嫂还真是大方 想来真的赚了不少钱 不像我们 天天地里刨石 也赚不到一文钱 我都明里暗里 敲打多少次了 这三儿媳 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四旦 是不是还有啥事 娘说 让我来借四个木桶 两个木盆 大望二望 帮四旦把木桶木盆拿过去 娘 等会晚上 孩子爹还要去挑水 木桶借出去了咋挑水 赵老太太还没说话 赵友才就到 刚刚不是挑了四桶水回来吗 缸里的水都是满的 咋地 不够你用 孙氏气得咬你啊 虽然赵四旦没明说 但他也能猜到大嫂借木桶犯啥 你个瓜婆娘 一天天都不知道在想啥子 有这功夫 赶紧给我编一双草鞋 天天鞋子都没得穿 孙氏气得心甘疼 他男人在这么多人面前 就不给他了 不就是因为他没生儿子吗 老三 你去山上砍一棵山树回来 早年间 赵老头子学过木槿 做木桶木盆 对他来说难度不大 赵三哥这是去哪 张氏 二十出头 村里另一个寡妇 去山上砍科术 赵三哥 我白日砍了些 柴堆在山上 你也知道我一个富道人家 没那么大力气 把柴拖下山 赵三哥能帮帮忙吗 他说着 朝赵友才靠过来 天都快黑了 我没这个闲工夫 给你偷干柴 明儿就再说吧 不解风情的臭男人 自己都表现这么明显了 竟然走掉了 他拎着竹篮继续走 张氏 你在干啥 我上山弄了点灯笼 差不多两斤的样子 你娘收不收 陈弯弯从屋子里走出来 看着篮子里的灯笼 确实是有两斤 取出四文钱拿出来 递到张氏手上 赵大嫂子 我家的日子你也知道 我家没有男人 孩子全靠我一个人拉扯长大 我比你还年轻几岁 瞧着倒像是比你年长 大嫂子 你做的这吃食生意 能不能也带带我 让我帮忙打下手就行了 一天给个三五文都行 张氏 和原申一样 都是村子里的寡妇 不过原申在村子里名声极差 这张寡妇就不一样了 和谁都出得来 一天三五文 还不如多摘点灯笼 两斤灯笼就四文了 来我这里打下手头什么 我这 这不是想谋个营生吗 他和这张寡妇 根本就没怎么打过交道 陈弯弯不冷不热地拒绝 张氏走在回家的路上 气得咬牙 不就是一点吃食吗 不就是赚了那么点钱吗 真以为自己要出财主了 刚迈出几步 角落里一只手 就把他拽到了大树 他看过去 是叫富贵 拉拉扯扯的干啥 天都没黑透 被人看到了成啥样子 你这娘们装啥子装 最开始不是你勾搭我的 上山还是随便找个地 给钱不然不干 赵富贵从裤腰带里 磨出一文钱 然后拽着张氏进了野地 天色渐渐暗下来 陈弯弯带着孩子们还在忙 大哥 你的手怎么了 陈弯弯放下手里火走过去 借着火光看去 顿时吓了一跳 娘 我没事 一点都不疼 赵大山的手掌全都泡白了 因为用力过猛 手心的表皮被搓开 大哥 你去干别的火 这事就交给我 火皮后 惊得住 大山和三牛面前的盆子里 各有半斤正在搓洗 若是这些活作不如 明天就无法准时送付 大山 你来过滤冰粉 冰粉里一点黑色的东西都不能有 你仔细一点 腾弯弯的手放进石花子水盆 刚开始还觉得清凉 但揉着揉着 手心就开始有些轻微的腾乱 这里太热了 我进礼屋去搓洗 娘 还是我来吧 这事我都做习惯了 不用 你就过滤冰粉 他点开商城 做胶手套 一双只需要五文钱 戴着手套洗这种东西 手应该不会受伤 清晨 太阳还没出来了 对事凉快 召下花坐在院子里 剁鸡鸭吃的饮菜 下花 够了够了 再喂鸡鸭都要撑死了 大伯娘 这一半是剁碎了 留着鸡鸭下午吃 我一会就搞完了 下花真是个时尚孩 这孩子这么搞情 竟然挖了两顿的饮菜回来 大伯娘 野菜剁完了 我先回去了 急着走干什么 先吃早饭 然后把今天的工钱结了 赵夏花连忙摇跑 大伯娘 我真的不能要 我拿钱就够了 饼子留给大山哥他们吃吧 城弯弯动的强势 夏花最终只好接了一个饼子 拿在里面 谢谢大伯娘 吃完饭后 扎二狗和赵三牛去送货 路上要小心 不要跟人起冲突 送货后一定要当面点青铜板 多了少了都必须说出来 知道了娘 知道了娘 俗语会说 而行千里有担忧 城弯弯的这颗心 还是无法定下来 大河村的走三岗 缓缓出现了一辆网车 正是昨天见过的那样 草民见过县令大人 起来吧 先带本官去看看 你们村挖出来的勾计 草民这就带大人上山 去看水源出事处 听了大山娘的建议之后 他决定推迟到下午去 谁能想到 县令大人和主顾 竟然亲自来了 上山的路不算齐驱 但确实有点距离 还没走多远 县令就累得气喘吁吁 县令大人 不如找几个汉子把泥台上去 听到这话 李正脑壳疼 分离汉子是 但没有叫 用什么台 门板吗 还有多久到水源处 差不多一展查的时间 隐藏这么深的水源 究竟是怎么找到的 前阵子县衙 也找了些擅长 看风水地形的人去查的 却什么都查看不到 这里湿气很重 草木旺盛 树木的叶子很绿很大 脚下的泥土湿润 按照这些环境地冒去勘测 应该也能发现水源 你看二十米之外 那边也是草木旺盛 但水源不是在那边 靠这个方法 只能确定大海区域 却无法精准定位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一点点慢慢使 师爷和县令同时看向着 这事 是我们村一个 后生无意之中发现 不如县令大人 和我一起去他家中问 于是 李正又带着县令和师爷下山 大山娘 这是县令大人 这是袁师爷 您父见过县令大人 见过袁师爷 大山娘 县令大人这次来 是想问问山上的水源 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的 是我二儿子无意发现的 这事三言两语也说不清 不过我们家老二太忙了 现在去镇上送货 下午回来还得下地 估摸着晚上才有时间 县令大人可能要等一会子 放肆 县令大人有请 就算是爹老子嘎了 都必须接受县令大人的派遣 李正吓了一大跳 本能的就挡在了城湾弯面前 县令大人原师爷有所不知 天逢大汉 久不降雨 地里的活计半赏耽搁不得 村里刚会走路的孩子 都会帮着干农火 确实不是故意怠慢县令大人 这里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稷人 你这脾气可以收一收了 是是是 县令大人说的是 陈弯弯给了李正一个眼神 事已昨天那些话 现在可以说了 李正立马打劫 嘴巴张了又喊 开了又喊 愣是说不出一个字 我家老二是个野小子 对大东山很是熟悉 找水源对他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但其他村子附近的山 我家老二从没去过 要找水源 怕是得费不少功夫 一天找不到 第二天还得去 家里这么多母田可杂整 李正的胆子大了一些 一唱一鹤道 这没事 大山娘找村里人 帮着料理填里的事就成了 请人干一天活 不得给工钱了 我们家一穷二百 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 若你家小子 真能发现其他水源 这是大功德一件 本官会好好嘉奖一般 嘉奖一般就是口头夸赞几句 这东西不痛不痒 从发现水源到挖沟渠 饮水入田 这不是单个人就能解决的事 正是农忙之时 谁家里都是一堆农伙等着料理 因惦记着家中事 谁能全心全意投入 帮别的村寻找水源呢 总不能别的村找到了水 而自家的稻田 因没人伺候 长满了杂草和虫子 到时收获母产 都比不上别家 县令大人的差遣 竟还敢懈怠 民妇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距离秋收不远了 谁愿意丢下家中的活迹 给别人忙活 李正下的满头大汗 大山娘胆子也太大了 咋敢在县令面前说这些 这次大汗 周边所有镇子下的村落都干旱 只有我们平安镇发现了水源 这是做政绩的大好时机 政绩做出来 在知府大人面前露个脸 过几年考核时 自己这位置或许能在网上升一会 大河村所有帮忙找水源挖钩渠的人 一天奖赏一百个铜钱 我的一个乖乖 一天一百文 这是去哪都找不到的好差事 县令大人真大方 县令大人 民妇不是这个意思 为县令大人办事 怎能要工钱呢 要是一处水源都没找到 这钱拿着烫手 县令他已经瞧明白了 这是嫌一百文太少了 那依你之见 该当如何 若是发现一处水源 县令大人就给家奖 若是无法为县令大人解忧 我们也没资格拿银钱 这法子如何 三十五个村落 三天内必须全部走一趟 如此下来 三日都不得成年 县令点头开口 找到一处水源奖赏二两银子 二两银子 我滴个乖乖啊 大山娘早就把县令大人给说服了 正说着 门口一辆牛车停下来 民妇这两个儿子 去镇上回来了 民妇让他们进屋 洗漱一下出来 见过县令大人 这两小子送货回来 怎么一脸猜负 难不成是出什么事了 出啥事了 娘 是银子 两人此去河口镇和平安镇 十分顺利 白花发的血流 两个小子从未见过 瞧这俩孩子累成什么样 走路都走不穩 这个家是真的人 县令大人 您瞧瞧 一家六口人 在破破烂烂的土皮房里 急着 可怜呐 县令大人仔细看了 叹了口气 找到一处水源 奖赏三两吧 什么 三 三两银子 要是真的能发现水源 粮食能收上来 县里也能多收费 一个村收上来的粮食 换成银子 何止是三两 草民方才没看到县令大人 还请大人降罪 县令大人白白手没当回 他看向李正 不是说四五个人吗 叫上一起走 可能三四日内都不能回来 李正赶紧去叫人 李正 咋地了 县令大人咋去大山娘家了 发生啥事了 县令大人找人帮忙办事 一天一百闻 王艺成 赵有贵 赵安江 你们赶紧随我来 一天一百闻 村子里人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给县令大人办事 咋不叫我家男人 我家男人力气大 也跟着一起去吧 当初瓦沟渠 你们又没第一个响应 干活的时候还怨天尤人 我可不敢带着 老老实实在村里巡逻 谁干得好 以后再有这种好事 我第一个想到他 五十 日上正中 陈弯弯在造房里做午餐 吴慧娘坐在凳子上 控制造理的火 我去喊大山四旦回来吃饭 这两天忙着做生命 地里的活都疏忽了 大山 先穿上鞋 回去吃饭 赵大山头上戴着编织的草帽 还在水田的淤泥里 正弯腰在稻田里拔草 娘 这母田的草拔完了就回去 等会太阳没这么大了再来 赶紧回去洗洗手吃饭 我去叫四旦 他顺着田梗继续往里 四旦 饭做好了 我们一起把鸭子赶回去 四旦 看好鸭子 别把我家稻子给糟蹋了 婶子 我家鸭子不吃豆子 他们吃蜂子 我家稻田里咋有蝗虫 哪来的蝗虫 好几天前我就发现村子里有蝗虫 不过数量不多 所以我买了点小鸭子 回来守稻田 王婶子想到了去年的事 上千亩的稻子 全被吃了得干干净 大山娘 小鸭子你在哪里买的 多少钱一只 我也去买点回来放田里养着 平安镇没看到有卖鸭子的 河口镇才有 我明日要去一趟河口镇 要是看到了就给你带回来 王婶子千恩万谢 午餐过后 陈弯弯带了点早上留下来的冰 朝赵家老屋走去 春花 拿一碗给你娘端过去 夏花 等一下你把碗都洗干净 给你大伯娘放回篮子里 吩咐完后 老太太看向陈弯弯 老大媳妇 这卖钱的东西 你以后就别送过来了 十二碗冰粉 就是二十四文钱 给我们喝了不是白糟蹋吗 赵老太太有点肉 娘 不拿点吃食过来 我咋好意思开口 让老二老三帮忙 大嫂 你有啥子事 吩咐一声 国立马半行 都是一家人 客气啥子 这冰粉做起来很是麻烦 主要是伤手 大山的手伤到了 我不敢让他再做 只好来请老二老三帮忙 具体做啥 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在后屋洗衣服的孙氏 听到陈弯弯的活 伤手的活 凭啥让我男人做 大嫂心疼自己儿子 我也心疼自己男人 夏花 你明儿不需要再去 给鸡鸭挖野菜了 不过大伯娘 有另外的事让你帮忙 明儿你吃了早饭再过去 我都听大伯娘的 陈弯弯交代完了事情 准备回去忙活做冰粉 老大媳妇 你过来看看 木桶做这么高 能行不 她一进门就看到老头子 在捣一棵树 没想到 竟然是在做木桶 爹 跟家里的木桶 做一样高就好 到时我给爹付工钱 这木桶做好后 你带到镇上去 花点钱找木匠师傅 刷一层油 能用个十几年 给大山二狗 他们兄弟几个传下去 这是我们老赵家的东西 要你的工钱干啥 这罗剑 陈弯弯无力反驳 老太太偏心就算了 老头子竟然也这么偏心 娘 水缸的水快见底了 家里也没留个木桶 咋去挑水 这意思 就是要去把水桶要回来 还得用 这几天我来给阿奶挑水 你这孩子咋一头汗 二望 你去带碗水出来 他说的 看了孙世姨 老二老三 这活有点伤手 可能会脱皮 你们要想清楚了再做 干庄家伙也不是没脱过皮 都是小事 这工钱是咋算的 赵友营愣住 他们不是来帮忙的吗 咋还扯到工钱上去了 俗话说 亲兄弟名算账 就算是大山爹还活着 我也不会让你们白干活 这活不比摘灯笼 伤手是其次 还得小心控制力道 要是把这些子全都搓碎了 后面过滤会很麻烦 没洗半斤五文钱 最多洗衣巾 赵友营和赵友财脸上 都是不可置信 洗半斤竟然给五文钱 不过我有一个前提 就是在我这里做了啥 看到了啥 回去都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们也知道 多吃食生意 最是忌讳方子传出去 被人模仿 到时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就算老太太问起来 我也一个字都不会说 就算我家婆娘抓着我耳朵问 我也烂尽肚子里 事情谈琐之后 两人开始坐下来搓起 第一次干这种事 两人都很小心 赵友营和赵友财手里 各揣着十个铜板 回到家的时候 还像是做梦一样 这是喝多了还是没睡醒 赵友营将怀里几十个铜板拿出来 娘 大嫂给个工钱 不 挺简单的 大嫂也太大伙 竟然给十吻钱 简单傻 你瞅瞅这双手 厚厚的茧子都泡白了 再多做几天 一双手都得废掉 十文钱买药都不够 那行 老三 免你就别去你大嫂那边了 我去摸个靠得住的人替你去 娘 我就是随口抱怨几事 不是真的愿大嫂给赏了 砍柴有时候还砍到手上 干这些活可没十文钱的工钱 帮你们大嫂做事 也不能搬物地里的活计 休息一会就赶紧下地 这会子天没那么热了 干活也舒服一点 大嫂让你干啥子去了 手泡成这样 是洗啥东西 大嫂交代过了 不许说 虽然是 大嫂这是生怕被她把帮子给学走了呀 大嫂 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忙 这包灯笼也需要不少工作 不如我来帮你包子吧 工钱大嫂看着给就行了 包十金灯笼给一文钱 好好好 她又后悔了 十金灯笼 那得大半天的时间 才给一文钱 她这相当于是白干活 只要能来大嫂家里待个一两天 自己肯定能偷学到咋做冰粉 到时候自己做了拿去卖 她这心思 成弯弯又如何看不明白 我们家院子窄 她三婶可能要在老屋那边包好了送过来 孙氏的脸瞬间绿 一文钱让自己干活 还不许我留在这边偷师 这大嫂真可恶 我打算让她二婶帮我收灯笼 灯笼收好后就放在老屋 麻烦她三婶帮忙包出来 不过十金才给一文钱 确实是太少了 两斤给一文工钱如何 这种惊喜感 让孙氏有些合不容索 包灯笼也挺赚钱的 这活不难 坐着躺着都能干 还能让冬花一起做 大嫂一天 估摸着能收二三十斤 全部包完就是十到十五文钱 成弯弯的嘴角勾起一种深意 她和孙氏一起去老宅那边 交代文是收灯笼的事 交代文是收灯笼的事 她连工钱多少都没问 直接就硬下来了 上午下地拔草施肥 下午基本上都在家中做些琐事 收灯笼这点小事顺手就做了 那我就一天给两文钱 成不 你是啥大财主吗 给这个工钱 又给那个工钱 多少钱都不够你这么造 娘 我咋会让自己亏本 放心 亏不了 她也想通了 与其藏着掖着 还不如请人帮忙 大家一起赚钱 谁也没功夫算计谁 你们干活收钱 这是你们资格的事 家里的杂事也得做 老三媳妇 赶你去烧水了 赵二狗不在家 陈弯弯和赵三牛去镇上送货 送完货还不到五十 她带着赵三牛去逛一圈 街上果然有卖鸡鸭的 还是上次那个男人 我家的小鸡小鸭便衣卖了 八文钱一只 随便挑随便选 工的不要钱 这次的鸡鸭价格贵了 鸭子我全要了 小鸡要二十只 你给个十再价 这次的小鸡小鸭 给我养了几天 不然哪能这么壮士 这几天 他们吃的粮食 我得算钱吧 一只八文钱 真的很便宜了 不过大嫂是老顾客 我也想做回头生意 七文钱一只 成不 这样吧 要是买到了公鸡鸭 不需要你退钱 六文钱一只 太贵的话 我买不起 家里资格都没粮食吃 还养啥子鸡鸭 看得出来 大嫂是真心想要 那就六文钱一只 全部带走吧 小鸡也都带走 挑剩下几只 别人也不会要是不 两人一来一回 就把价格都瞧定 五十只鸭子 三十九只鸡仔 陈弯弯带着赵三牛 在德河堂里走了一圈 最便宜的是 三字经五十文钱 这本一手毛笔字真漂亮 一看就知道是苦练过的 苍静有力 江深色浓 比风似能力透纸背 这位大嫂真是好眼光 这本秀的学子超路 除了正闻 超书后 还有该学子对三字经的见解 很适合正在启行的孩子 最末尾还有落 是成招二字 第一次买书 买的竟是成招抄写的书 这到底是啥字念缘 成招是个好学生 家中清贫 从不抱怨 全靠自己抄书挣钱 听书院的山长说 明年院士 他极有可能考重秀才 成家的大表哥会读书 所以娘喜欢大表哥 成弯弯没说什么 他付了钱 带着书 走出德河堂 大山娘 原来你在家呀 今儿买了五十只鸭子回来 六文钱一只 你求娘要多少只自己挑 铁柱 你过来 大伯娘问你一件事 赵铁柱慢吞吞地走过去 铁柱 你是个十字的孩子 那你读过三字经吗 三字经我知道 以前掌柜的儿子读书 天天在店里背 我学会了一点 陈弯弯满意地点头 那你读给我听听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最开始 赵铁柱还读得很顺 到了后面 碰到了不认识的字 顿时就卡住了 铁柱 你真厉害 我们大河村 还真没人能把三字经读下来 其实很简单的 那我跟你商量个事情 你每天来 教我一句 我给你一个鸡蛋 大伯娘不能骗我 我骗你干啥 今天就先给你一个鸡蛋 你教我前面两句 第一句是 人之初 说完了这一句 把腿就跑了 随便说一句就挣一个鸡蛋 真的太划算了 这小子不讲武德 人之初 性本善才是一句 坑了自己半个鸡蛋 明天必须让这小子多教一句 娘 铁柱哥跑了 我还没学会啊 我记住了 来 我教你们 赵铁柱背着野太回家 将兜里的鸡蛋 小心翼翼拿出来 那来的鸡蛋 莫不是在别人家 鸡窝里头的吧 阿乃 我才不投东西呢 是四蛋娘给我的 四蛋娘说 以后我教她读一句三字经 就给我一个鸡蛋 我一共会三十多句 可以得三十多个鸡蛋 大山娘 啥时候这么重视读书了 竟然还得鸡蛋让你教 程家村那边有私塾 程家不是有个侄子 读出来了吗 大山娘估计是想 跟娘家那边的人较劲吧 这有啥子必要啊 程家那小子都成童生了 四蛋十岁才开始念书 哪追得上人家 大山娘以前光补贴娘家 这会为了怄气 又跟娘家叫起进来 这不是平白浪费鸡蛋吗 鸡蛋给我吃 能叫浪费吗 李正老伴愣了一下 不叫不叫 不过啊 你才教一句就得一个鸡蛋 这不行 你得多教两句 不然大山娘回过未来 知道自己吃亏了 就不会再让你教了 还有你呀 想法子让人教你多会几句 这事也能长久一点 等阿爷回来了 让阿爷带我去镇上 我找方平哥去 让他教我呗 主要还是 咱们村没有出个读书人 也没人牵头创私塾 咱们大河村要读书太难了 都知道读书重要 但谁都拱不起孩子念书 大山娘也就是跟娘家傲气 这阵气性过了 读书的事也就不会再提了 天黑下来 屋子里四个孩子轮流悲人之初 只有赵四蛋学的最带劲 赵大山和赵三牛一脸苦瓜相 吴慧娘尽力跟上节奏 天杀的黄鼠狼 把我家鸭子咬死了两只 尼秋 别追了 你两条腿追得上他四条腿吗 娘 我就在院子里打地铺 一定要胡捉黄鼠狼烤了吃 黄鼠狼跑得快 你捉得住才有鬼了 看来的养一只狗 不然家里的鸡鸭 全都会被黄鼠狼给偷光 尼秋娘 知道谁家有狗崽子吗 确实该养一条狗 夜里有什么情况可以防费 你一早 我回娘家问问 这事儿算是交给了王沈 这三天送货 陈丸丸手上过林路的现银 等吃冰粉的季节过去 赚来的钱 应该够把山脚下的那块荒铺 我是凤凰镇越来九楼的徐掌柜 不知大沈这边 还能云一点冰粉出来吗 不知徐掌柜一日需要多少 谁能想到 短短两天过去 冰粉竟成了大多酒楼的标配 越来九楼虽不是凤凰镇最大的酒楼 但生意也还行 一天应该能售出一百碗 若是陈丸丸没找到人 帮忙搓死冰粉 这单生意她还真不敢借 凤凰镇的最先楼 就有冰粉 以前越来九楼的老客户 为了吃一口冰粉 全都跑到最先楼去了 行 凤凰镇的越来九楼 一天一百碗 两文钱一碗 明早我带儿子去送货 局长队连忙从衣袖里 逃出二十个铜板递过去 这是定金 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陈弯弯多看了许长会两眼 提前交定金 是一种契约精神 也表示这位许长会信任 娘 这是王选择送来的小狗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小黑全部 小黑听起来太弱了 叫大黑吧 这只狗应该是有一个月大 但很瘦 既然到了自己家 那以后就是家庭中的一员 我们吃什么 以后大黑就吃什么 大山娘 你咋来了 我也不知道 一只狗崽子要几个铜板 给两个鸡蛋成步 狗崽子不值钱 这狗崽子身上没肉 两只狗就是白捡的 哪能要你加鸡蛋 我家准备吃饭了 你赶紧回去吧 走走走 俗话说人穷之短 王婶子虽穷 却从不谈别人一肚吃的 五十末 赵友营和赵友 抬过来搓起冰粉 有吴慧娘在边上盯着 陈弯弯打算去山上走一趟 上山的路上 他身后跟着小狗崽 陈弯弯往另一边的深山躲去 他还从来没到不见面 兵 发现天然野生狐灵 狐灵 这是一种常用量的 野生的非常不好找 不过有商城提示 兵 天然野生狐灵三十七斤 价值一千四百八十文钱 是否售卖 是 陈弯弯有些感叹 有商城 赚钱就是快 大黑 陈弯弯顺着声音 他看到大黑对着一个小狗 这深山里 怎么会有刚生下来的狗呢 该不会是谁加油不起 中山里了吧 小狗的前腿 对不受家家 一直在流血 他小心翼翼地取 小狗躺在地上 完全动不动 以后就叫你小黑吧 一个大黑 一个小黑 以后我们家的积压 就靠你们两个守护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 回去还要过滤冰粉 陈弯弯收拾一下 打道回府 赵嫂子的家可真是叫我好找 总算是找着 今日的冰粉 早上就已经送到了 不知正掌柜 这回过来所谓何事 半个时辰前 县令大人带着几十个牙翼 还有十几个汉子 突然光顾我们儒家酒楼 一开口就点了冰粉 冰粉是一大早上送去的 中午就卖得差不多 哪有剩下的留给县令大人 和县令大人指名药 我没办法指得亲自来一趟 不知赵嫂子家中可还有剩余 县令大人回平安镇了 听他们议论 似乎是找到啥子水源了 田里的稻子大概是有救了 这是好事 天大的好事 那正掌柜略等一会 我进去拿冰粉 大山娘刚刚那位是儒家酒楼的正掌柜吧 我还以为大山娘做的是小本买卖 原来是跟正掌柜这样的大人物做生意 大山娘不得了啊 难怪有钱买这么多鸡鸭养着 这些妇人羡慕至极 有啥钱 为了一点亏本的买卖 地里的活都没人做了 老大媳妇 我看你这生意也不用做了 瞅瞅你家到田里 打草快一人高 大嫂 昨收的二十四斤灯笼都包出来了 你算算多少钱 陈弯弯去给她十二文钱 原来大山娘是收灯笼里的子啊 我家俩丫头一千到晚没事干 我干脆让他们包好了再送过来 咋样 就是就是 大山娘 我家也能包好了子送来 陈不 孙氏差点点气 她是为了算计大家 哪能让这些人跟自己抢活干 这活是我的 都不许抢 有才媳妇你这话就不中听了 大家都有手 咋能是你一个人的活呢 你一双手也搞不赢是不是 大山娘的生意这么好 人家正掌柜都亲自来拿货了 你动作太慢 万一断货了咋办 你大嫂做点生意不容易 可不能被你耽搁 你一个人忙死忙活也攻不上 其他人搭把手 这生意才能长久做下去 灯笼两文钱一斤 包好的灯笼子十文钱一斤 不管是什么 都送去老屋那边清算 人群中 一双眼睛极度地盯着陈弯弯 是村里的寡妇张士 我摘了点野菜 送点给你家去吧 嫂子在家吗 我婆娘带孩子上山去了 废话的意味非常明显 今可是你主动的 我可没钱 你也知道我是寡妇 身边没个男人 今天就算便宜你了 你个小狐狸 我来了 我咋感觉 你看上大山娘了 别他娘的乱扯 她都快是老婆子了 老子又不是美女人 富贵哥 你要是真喜欢大山娘 我可以帮你 我们第一回好上的时候 不就是你骗我去小树林吗 生米煮成熟饭之后 大山娘自然就是你的人了 来墙的有啥意思 老子要让她心甘情愿 张氏气得咬住牙 当初这个王八蛋 怎么就没让他心甘情愿跟他 咦 院子门怎么是开的 门外 突然传来富贵什么 张氏吓得一个机灵 从床上爬起来 推开推开门 从后门拔腿就跑 绕富贵 他早上整理了干干净净的床 乱成一团 还有些难以忍受的气味 早就知道 你不安分 没想到竟把女人带回家 天天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闹闹闹 就你这负责性 谁受得了 我在外面偷人 也是被你逼的 你瞅瞅自己这样子 又老又瞅还黑 谁下的去嘴 再敢吵 老子把你修回娘家 说完 他摔门出 都是那个寡妇 可恶的寡妇 死了男人还不消停 张氏躲在不远处的曹蓝 手上拿着一条黑色的底裤 竟然是赵富贵的 不知想到了什么 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莫贵婶 你干啥 你说 这是啥 别跟我装蒜 这是男人的底裤 你一个寡妇 哪来的男人 真是会装啊 装啥真结裂腹 还说 啥给大山爹手一辈子寡 真他娘的不要脸 青天白日的 就去我家勾男人 赵三牛听到有人骂他娘 像小牛毒罪一样冲了出去 用力一推 富贵婶一个猎钱摔倒在地 富贵婶 这到底咋回事 你说大山娘偷人 总得拿出证据吧 大山娘看着不像是会偷人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咋能搞错 这是我男人的底裤 在他院子里发现的 不是他 还能有谁 他咋能背着我跟赵城市搞在一起 还在我家的床上搞 天杀的狗男女 一道雷劈死他们算了 富贵婶骂着骂着大哭起 无数道谴责的目光 扫向成弯弯 凭一条底裤就认定是我 未免也太可笑了 这东西在我家靠外面的院墙下 一顿就是被人扔进来的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谁千方百计栽赃我 不是你还能有谁 你是寡妇 你没有男人 除了你还会有谁 惦记别人家男人 村里可不是只有我一个寡妇 那边张寡妇也在呢 赵富贵婶这个说法 张氏也有可能 张氏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黎秋娘可别瞎攀扯 我今下午一直在山上挖野菜 富贵婶可没说过 是下午碰到狗男女在床上勾的 反正不是我 我和富贵哥不熟 不熟还喊富贵哥 你又不是赵富贵的妹子 你个瓜婆娘吃饱了 一天到晚没事干 闹啥子闹 跟我回家去 张大刚不知什么时候起见 我有一回看到富贵叔和张寡妇 钻掩磷子 富贵婶踩在里 朝张氏扑了过去 一根银丹突然从张氏腰包里掉下来 这是成亲时候赵富贵送给我的 那年前就不见了 我找了很久 没想到被赵富贵送给了外面的田头 张寡妇不敢再多留 生怕被抓烂给 从地上爬起来就跑掉了 大山娘 对不住了 是我不分清红皂白 就给你惹了大麻烦 闹了一出富贵省精疲力气 默默地回家了 臭婆娘 是你把我底裤扔大山娘家里的事吧 要是没有底裤 她咬死了不承认 我的名声全被你败光了 我不管 你必须要对我负责 从今儿开始我就赖上你 反正你跟你婆娘这日子 也过不下去了 发生了这事 她肯定会天天跟你闹 你休了她 娶我 难不成我还比不上你家恶婆娘 我婆娘虽然不咋地 但好歹给我生了几个孩子 里里外外的事 也都是我婆娘在做 我是疯了才会娶个懒婆娘回家 就算要娶懒婆娘 也得娶个有钱的婆娘 比如说大山的娘 村里人都说大山娘的生意 做得红红火火 连镇上的儒家酒楼 正掌柜都亲自来拿过 我每天就负责把人和货送到 拿小的赚了几多 我说富贵啊 你一个大男人 惦记女人的钱干啥 有着闲工夫 把你家田里的杂草拔了 别啥事都交给你家婆娘 赵富贵打听大山娘的事 到达漫不经心地回答 赵富贵 今夜轮到你巡逻了 别又找借口偷懒 赵富贵 哪有心思巡逻 眼珠子一转 记上心来 立马转身去交接 夜色越来越沉 这惠子只有两个人巡逻 一个是赵富贵 另一个是外星人 我去尿个尿 别等我了 赵富贵这个混不力 就喜欢偷懒 还跟村里的寡妇 勾搭不轻 吴惠娘生怀有欲 孕妇夜晚起夜次数不走 一个飞鸟 突然穿进你 有贼 赵富贵手里的刀 架在沉弯弯的脖腾 在窗外月光的宝射下 透出一丝冰冷的光 你们几个小子 最好乖乖滚出去 不然我一个个收拾 他们几个人加起来 未必不是赵富贵的对手 他不愿意让儿子们 受没必要的伤 大山 三牛 四弹 你们都先出去 娘 我要保护你 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你 赵三牛日夜变着赵富贵 就算是死 他也不许任何人 伤他娘一根手指 谁说我要欺负你们娘了 我是让你们娘 享受以下久别的滋味 闭嘴 这种下流的言论 简直是玷污孩子们 纯净的心灵 乖 都听娘的话 去外面等着 赵大山一下就看出来 赵富贵想干啥 他恨不得拿菜刀 把赵富贵给剁 三牛 四弹 过来 赵三牛看了一眼 长弯弯 又看了一眼自家大哥 捏着拳头走出去了 等出了屋子 他们才注意到 吴会娘倒的地上 三牛 快 快去烧水 赵三牛也快吓死了 还想占老娘的便宜 真当我没有准备 防狼神器在手 便不死你 赵三牛破门而入 就见地上 赵富贵摊摆在地 身体不断抽搐 三牛 用绳子把她绑起来 娘 坐好了 大嫂一直在流血 快 去找郑郎中 快点 大山 你去倒一碗热水来 慧娘 你觉得哪里不舒服 娘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一定要保住孩子 陈弯弯心里有种极强的不祥用 郑郎中搭了一下脉 面色突变 脉相不稳 孩子大概是保不住了 先吃药 保住大人再说吧 保孩子 不要孩子 你都快死了 孩子又如何保得罪 好好养身子 以后多的是机会要孩子 她缓和了一下语气 郑郎中 麻烦您赶紧开药吧 郑郎中也知道这事情 多严重 让赵四蛋跟过去拿药 三牛 拖着赵富贵跟我走 来到大河村最热闹的地方 大槐树下 陈弯弯让三牛把赵富贵把在大树上 她甚至还用膝盖用力 顶了一下赵富贵 粉狠顶了好几下 三牛 你回去拿铲锹 围着大槐树挖一圈坑 挖好了 你就回去 陈弯弯将电线埋在坑里 这些电线都被她包在了外面的绝缘体 然后连接上远处的太阳能电板 放在不远处的草垛子上 天微微亮 赵大山就起来了 一脸憔悴 一看就没睡着 你和三牛去送货 我留在家里照顾惠娘 家里有我 别惦记 要不要买点啥回来 如果有卖鱼的 就买一条 甭管多贵 都买 对孕妇来说 鱼汤比鸡汤更滋味 赵大的牛车从村那边过来 一脸惊奇 我刚刚来 咋看到赵富贵被绑在大槐树下头 这咋回事 出啥事了 赵大山和赵三牛一声不吭 一个平庭无奇的早站 因为赵富贵被绑在大槐树下 引来无数人为官 不是 这 这咋回事 赵富贵昨儿跟寡妇偷人 不会是被自己颇养绑树上的吧 没看出来富贵婶还有这么大魄力 叫我说 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 就该这么教训一顿 富贵神搞这么一出 你以为赵富贵能放过他呀 我看他们这日子也过到头了 赵富贵被绑在一 当耳边传来人声时 他睁开了眼睛 赵成氏 你个死娘们 你对老子干了啥 你个臭烂货 看老子怎么弄死你 边上的村民 嗅到八卦的意 纷纷询问 这跟大山娘有啥子关系 赵富贵 你跟张寡妇的事还没扯清楚 咋又攀扯别人 是我让儿子把赵富贵绑在树上的 所有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 昨夜赵富贵偷偷摸进我家院子偷东西 推倒了身怀有怨的大山媳妇 我大儿媳 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我们孤儿寡母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好在大山爹显灵 他在天之灵 一直在保护我们孤儿寡母 大山媳妇啥时候好起来 赵富贵啥时候才能离开这棵大槐树 少在这里说些不着调的话 我儿子要是真做了啥 你去报官啊 看官老爷会不会把我儿子抓起来 这时代商人不是什么大作 村里天天扯皮打架 也没见谁报官 有大山爹在天之灵保佑 赵富贵休想离开这棵大槐树一步 赵富贵的娘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还不就冲过去 就感觉酥麻的兔感从脚底板窜上来 他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上 老头子 你还带愣着干啥子 还不快去给富贵松绑 赵富贵的爹走过去 和赵富贵娘一样的爹 老两口瘫倒在地 眼中终于浮现出了恐惧 赵友经真的显灵了 友经本来就是咱村里最出挑的 没想到死了都晓得还护着婆娘孩子 人群中赵老太太眼眶都红 最疼的就是大孩子 她白发人送黑发人 无数个夜里都会哭着醒来 头不要脸的肮脏东西 家里有婆娘还不够 拼要勾搭村里的寡妇 张氏的男人是个耸邦 我家老大可是上阵杀敌过的 你再敢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我家老大变成厉鬼弄死你 老嫂的 你别骂了 我家富贵已经受到教训了 大山媳妇出啥事了 让我去看看 难怪老大会显灵 看这样子 大山的孩子保不住了 这不是大房的大孙子 就这么没了 大山爹在天上怕是快气死了 一走进屋子 看到吴慧娘煞白着一张脸 不要怕花钱 钱没了还能赚 人没了就啥都没了 我这里还有些钱 你拿去镇上请个 衣术高的郎中 回来把把卖 他从扶腰带里取出一个布包 这里头放着一百个铜钱 郑郎中说 就算是镇上的郎中来 也没啥法子 只能慢慢养着 运气好能保住孩子 保不住也正常 只要大人没事 一切都好说 也是 大山媳妇还年轻 等身子调理好了 再生一个就是了 陈弯弯点头 将赵老太太送了出去 赵老太太刚走 一个身影就出现在了院子名头 是富贵神 赵富贵伤了大山媳妇 照理说 这医药费该我们家来出 但我家只有这些铜板了 陈弯弯这次没有拒绝 她将铜板借过来清点 里头是几十个铜板 这里一共是六十七文钱 不过贵娘看病吃药 花了一百三十文 你们还欠六十三文 富贵神点点头 没说什么 转身就走了 看着她的身影 陈弯弯心情有点复杂 富贵神从陈弯弯家离开 走到村中间 要经过大槐树 你过来给我松抱 快点 你做的恶心事 跟我有啥子关系 臭婆娘 你要翻天了是不是 就算赵有金还活着 老子都不怕 别说她已经死了 赵富贵一直在争扎 好生妈妈妈松了 有本事 就站着别动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她一脚踩在外围的屋里 一股酥麻的电流自想上 你不是不怕赵有金吗 你给她下跪干啥 陈弯弯没学过医 不敢乱给吴慧娘用 她从商城里 买了一个胎心仪 好险 孩子的心跳在正常范围内 也就是说 孩子没事 应该是母体太虚弱了 所以一直昏迷未醒 陈弯弯将胎心仪收起来 然后思考 找什么是和吴慧娘 目前情况的保胎药 这件事不怪你 你还一个月都不到 是个小宝宝吗 也不能怪小黑 小黑出生到现在十天都没 陈弯弯迅速地看书 如一块干北的海绵 吸收着源源不断的水分 终于 她确定了用鸟 娘 镇上没有卖鱼的 不过我买过了一只卤鸽 卤鸽比鸡鸭还贵 六十文钱 大山 你先把鸽子宰了 把毛洗干净 我来炖鸽子汤 娘 接着我们去镇上 听人说心灵大人 找到了十几处水源 二哥他们应该 马上就回来了 陈弯弯松了一口气 这几天一直没有二哥的消息 她着实是有点担心 娘 鸡汤和鸽子汤 哪个更补身体 对你大嫂来说 鱼汤最补 鸡鱼汤 炉鱼汤 都是饱胎安胎的盛品 那我去山上的泉匪那边 多余回来 娘 是不是大嫂喝完就好了 这孩子太纯善了 想让大嫂快点好起来 咱们稻田里有水 你可以在稻田里找找看 不过你得先把院子里的干草 柴火放造房里马整齐 城弯弯然后飞快下地 偷偷地往自家稻田里 放了两块 做完这些 她这才回到院 四蛋 赶紧去找鱼吧 抓到了鱼 然后把鸭子赶回来 照四蛋顶头 往稻田里冲 鱼 好大的鱼 猛地扑身压过去 整个人扑进了稻田的水里 嘿嘿 看你还怎么跑 中午 赵老太太她老人家手里拿着一碗露血 来到城弯弯家了 咱村里的赵猎户昨晚上猎到了一只鹿 这是她一般不声张的 不过听说大山媳妇出了事 特意放了一碗露血送到我们家 这不 我赶紧给你送来了 放在锅子里热一下 给惠娘灌下去 补补身体 话还没说完 老太太一回头 就见赵四蛋拎着两条鱼 四蛋 你哪来的鱼 这么大的鱼 哪来的 现在河里也没水啊 阿奶 我在稻田里抓到了两条鱼 还是活的 娘 赶紧给大嫂炖汤吧 这两条鱼可以留着下午 明天再一条 稻田里的水引进去还不到十天 咋可能长出这么大的鱼呢 赵老太太能点头 就是这个脸 一条小鱼仔 至少得三四个月才能等这么大 应该是大山爹显灵了 我们这一家子过得不好 大山爹去天上了 都还惦记着我们孤儿寡母 这两条鱼 它应该是费了不少功夫 才放在我们家稻田里的吧 大山爹给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 希望惠娘肚子里的孩子能平安生下来 赵老太太的眼睛顿时就红了 友金一直是个实称的孩子 打仗的俸禄一分不少 全部寄回来交给家里 现在人都死了 还惦记着家里 我这个儿子一心都是别人 从来不为自己想一想 看来以后发生任何违背常理的事 都能推到赵友金身上去 娘 这碗露血您带回去和爹吃的吧 惠娘这边有鱼汤就够了 主要是露血腥热 急躁 孕妇碰不得 喝了会出大事 我跟你爹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了 还喝着干啥 你留着等惠娘娘喝 多放点盐进去 坏不了 他老人都说完 转身就走了 吃过午饭 赵大山和赵三牛没有下地 而是在院子里打土批 这次赵富贵前进来做坏事 让他们深深意识到 自家没有院抢 只有矮矮的篱笆 娘 我抓到了好多好多蝗虫 小鸡仔们可以吃饱咯 咋这么多蝗虫 地里有蝗虫太正常了 只要不是成群结队飞过来 都不是啥大事 赵四蛋没心没肺 拿着蝗虫去喂鸡 太阳渐渐偏西时 吴会娘醒了 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事 主要是你自己身体太虚了 差一点保不住孩子 放宽心 好好养胎 娘 谢谢娘 都是一家人 说啥子谢谢 我去给你炖鱼汤 第二天清晨 陈弯弯是被王婶子喊醒的 大山娘 快别睡了 赶紧起来 出事了 我错了 赵有金我错了 有金 你放过我吧 我给你磕头 别过来 不要杀我 赵富贵的娘 坐在大怀石圈外 不停地磨脸 赵有金显灵 赵富贵这次怕是要死了 她敢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就该想到这一层 谁能想到赵有金真的显灵了脸 还别说 真的有点吓人 总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我的儿啊 你小时候就喜欢偷鸡摸狗 当时我觉得你还小 不懂事 没咋管 我能想到会造成如今的大祸 是我错了 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你 陈弯弯扫了一眼 赵富贵那张脸惨白 可能是吓到发烧了 我跟大山爹说了一下 大山爹同意让一个人进去照顾一下赵富贵 让我进去 我儿子就算是死了也得死在我怀里 您年纪大了 不行 张氏也在人群里 他也是听人说赵富贵出事了 赵富贵要是死了 村里不会再有人愿意沾染他 就让张寡妇进去照顾吧 他不是很稀罕赵富贵吗 人家有婆娘了还往上凑 张寡妇 你也算是赵富贵的女人 她都这样了 你不得进去看看啊 张寡妇下的脸色漠然发白 我跟他啥事都没有 凭啥让我照顾他 我要回去干活了 他要是进去 肯定会被吓死 我来吧 富贵神从人群中选出来 陈弯弯切断了电源 等富贵神走进去之后 再次将电流接通 要是赵友金这次放过我 以后 以后我跟你好好过日子 赵富贵发烧了 娘 你去郑郎中那开一副退烧药 熬好了送过来 李正回来了 赵安江 黄永成 赵友贵 赵二狗 都回来了 都去大槐树下集合 我有事要说 李正老伴走过来低声道 你走的这几天 村里发生了一点破事 我跟你仔细说一说 说的自然是赵富贵的破事 不要脸的肮脏东西 要不是他性格 我非得把他赶出大河村 干出这样的事 简直是给赵家人多脸 他这次要是捡回来一条命 赵家族谱也罗不得他 一边是人群聚集 另一边是赵富贵躺在地上 这次我们参与寻找水源 共找到了十二处水源 帮助三十多个村子饮水灌溉 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稻田 算是立了大功 县令大人奖赏我们村 共五十两百盐 五十两年份 我活了五六十年 就没见过这么多钱 李正要发财了 要成为咱们村的大财主了 这钱不是我的 是属于我们大河村的 细算起来 这钱应该是属于 大山娘他们一家人 从今天开始 大河村建立正式巡逻队 我会选出十个之前 表现好的人当巡逻队队长 十人每个月出三天工 一天十八文钱 每名队长下面会安排十二个队员 在场所有人再度正经 巡逻自己村里还有钱哦 李正真是大好人 这不是白给村里人发钱吗 哪里是白发钱 之前表现好的才能成为队长 有钱拿 我家不争气的儿子 最开始还卖力巡逻 后来每次轮到他就请在 这样的好事 肯定跟他没啥子关系 李正 我儿子长得粗大 让他当队长呗 你儿子就巡逻了一次 那次还从小孩子手上 抢走了野骨 等他啥时候懂事了 再让他进来 现在 我点名的十个人 就是巡逻队的队长 被念到名字的人 满脸都不执之心 他们就是那种老实干活的 别人偷懒 他们干活 就你们十个 之前巡逻队表现很不错 接下来继续加油 你们自己选择十二个队员 以后每个月我会检查巡逻情况 表现最好的前三名 选组每人奖励一文钱 十个人都高兴快乐 其中就有赵三牛 每次巡逻陈弯弯 都是派赵三牛出工 一个月出三天宫 一天十八文 一个月就是 就是 看着他这傻样 陈弯弯有些失笑 你赶紧想想 选哪十个人当队员吧 娘只提醒你一个 你年纪算是最小的 不要选赵家那些长辈 我都听娘的 李正任命的队长 一个个挑选队员 大部分人挑的都是自己嫡亲血脉的叔叔 伯伯堂兄弟的 你这孩子干啥的 三牛爱选谁选谁 你瞎操心干啥 三牛也真是的 咱们老赵家这么多人 他二叔三叔 还有大王二王 不都能巡逻的吗 他咋就挑这么多外星人 你咋这么能挑事 家里饭还没做 你赶紧回去生火 争点窝窝头 伯伯咋就总是偏心大 等他生了儿子 看伯伯还偏不偏心 三牛 你选我吧 我打架还是可以的 张大纲也算是年纪很小 他主动站出来 赵三牛想到了前两天 为娘亲说话 于是点头 行吧 第十一个赵大旺 第十二个张大纲 所有队员选完后 李正叮嘱道 巡逻队还会继续扩大 表现好的队员会提升为队长 其他人也会有机会加入巡逻队 好 散会 你个败家玩意儿 有钱是这么花的吗 猪肉涨到四十多文钱一斤了 你买点蒜米粉面 回来不行吗 偏偏买肉 就这么一小坨 四十文钱 天杀的败家爷们 我咋嫁了 你这个狗东西 你不是说一年没吃肉了吗 正好看到卖肉的 就买了点回来 我也不亏 让屠夫送了一小根猪骨头 等会炖汤给孩子们喝 阿奶 这是我娘让我拿来孝敬您的 二狗 你咋也学着败家了 你才赚了五百文钱 也就半两银子 这么点钱 买啥不好非要买肉 肉多金贵 一口就是一文钱 你真当自己是财主老爷是吧 行了 你少说两句 孩子好不容易赚点钱 想着孝敬长辈 结果一来就爱训 你说二狗以后还敢登门吗 赵老太太心里其实是高兴的 可是这二两肉 实在是太贵了 能送得起二两肉 那至少买了两斤 两斤差不多一百文钱 真是败家子 跟他那个娘一模一样 这时走进来一个人 是赵友贵 也就是赵傻根的清点 老叔 老婶子 我想开口求你们一个事 都是一家人 有啥事 我们能帮上忙的 绝不含糊 就是 想借两百文钱 我这不是刚赚了五百文吗 加上以前攒下来的一些钱 合起来也才八百文 可是傻根看中的那个媳妇 家里开口要一两银子的聘礼 要不是怕耽误孩子的终身大事 我也拉不下这张脸来开口借钱 傻根这孩子从小就傻乎乎的 我还老担心他的婚事来着 没想到神不知鬼不觉 自个就把这事办好了 傻根看中的是哪家的姑娘 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 是桂花村孙家的姑娘 傻根一口一个水琴 我见过那姑娘一次 眉眼周正 手脚勤快 这是我们傻根的福气 一听到孙水琴这个名字 赵老太太脸上的笑就当住了 之前大山娘过来打听这姑娘的家事 还说是想给二狗找对象 不过后来大山娘说是个误会 赵老太太 看着高二狗失神的魔怒 扯了扯唇角 看来并不是误会 这二百分钱晚点 我让大王送过去 肯定不会耽误傻根去媳妇 赵有贵千恩万谢着走 这孙家的姑娘挺有派头的 这年头聘礼前顶天了 也就半两银子 他们家竟然要一两 若这银子是姑娘父母张口要的 说明当爹娘的 不是个拎得轻的人 聘礼要多了 以后闺女在别人家咋过日子 若这银子是姑娘自己开口要的 说明这姑娘心眼还挺多的 总之 这姑娘不适合我们赵家的人 赵二狗默默地低头 转身走了出去 老太婆 你这是 二狗这小子也惦记孙家的姑娘 人家姑娘都跟赵傻根盘婚论嫁 再惦记可不行 赵二狗回到家 然后开始打土批 他对房子很有执念 但凡家里的房子宽敞一点 水情都不会拒绝他 你刚回来 应该是累着了 等吃了饭回屋子休息一会 他低着头 懦不作声 去你阿乃家借点盐 再问问你二哥去那边发生啥事了 赵四蛋点头 立马去借盐 赵老太太本就有心敲打几句 自然是通过赵四蛋一张嘴 将赵傻根要娶媳妇的事情 告诉了陈弯弯 陈弯弯在等赵四蛋的时候 李正却突然来访 我这会儿来 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卖的那个兵子 传遍了附近几个镇 河口镇 凤凰镇 白云镇等等 那边的人过来时 特意问我能不能帮忙带个话 他们那些小九四客栈 也想进兵粉放铺子里售卖 不知你这边还能供货吗 当然能 李正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那些需要供货的名字 我都让人记下来了 低于五十万的就算了 我记得都是供货人的一点的 河口镇的凝通客栈 如计九四 如意酒馆个五十万 凤凰镇的华亭酒楼 富贵酒楼 美食院个一百万 白云镇的 陈弯弯迅速心算 这些小九楼酒馆 九四客栈的量加起来 竟然有一千万 李正书 这事我该怎么谢您是好 大山娘这也太见外了 我就是帮忙传个话 你做点小本生意也不容易 他虽然不知道大山娘赚了多少 大山娘半两银子 应该是能赚到手的 这次献令大人奖赏的五十两银子 就是全靠大山娘 不然咱们村市一分钱供款都没有 做啥事都不趁上 承弯弯点点头 然后开口道 明天要供上千万兵粉 我这边人手有些不够 不知能不能找李正书借两个人 铁柱爹和铁栓爹 下午抽出一个多时辰时间就可以了 李正爽快的硬下来了 大山 你看能不能把后院 围一个空间出来 周边用篱笆围着 上面用茅草遮住 那里再弃一个灶台起来 专门用来烧水搓冰粉 好的娘 我等一下就办 二狗你和三牛去山上砍树枝 再去野地里找芦苇干 把墙垒起来 挡一挡路过人的视线就行 后院围起来后 第二天赵安江几人就陆陆续续过来了 洗半斤钉粉五文钱 一天的上线是一斤半 大家量力而行 有啥不懂的 就问大望爹 大嫂 这里就交给我了 你去忙别的事吧 陈弯弯走到老宅那边去 家里只有赵老太子和文士在 大望娘 再有人来送灯笼子 你就说一声 以后十二文钱一斤子 越多越好 之前是十文钱一斤 现在涨了两文 满山的灯笼草根本就没人要 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你咋就要给十二文钱 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事吧 娘 你也不好好想一想 既然我出得起这个钱 就说明我还有的赚 我能让自个儿吃亏吗 赵老太太没好气得到 能多赚为啥子 不多赚一点 干啥要给别人 那不如娘来帮帮我吧 我这边缺个烧水的人 娘每天过来烧水 工钱两文 咋样 烧个水就两文钱 真是不把钱当钱 赵老太太本来想拒绝不要钱了 不知想到了什么 那就说好了 一贴两文 我们娘过去 这时 门口一个相熟的妇人跑进来 大山娘 你娘家来人了 你赶紧回去看看 陈弯弯愣了一下 我娘家 是啊 陈老太太带着你娘家的侄女儿来了 到门口了 你快回去 陈弯弯的眸光沉了一下 转身就走 大嫂之前和陈家人走得近 这段时间不知咋回事疏远了 但不管咋说 陈家都是大嫂娘家 大嫂亲娘过来 母女俩大概有啥提计话要说 娘这时候过去不合适 日子总算是好过了一点 陈家那群吸血虫又倒过来了 我看着好不容易挣回来的一点钱 又会进成家人手里 造谅 二望 你赶紧跟你大伯娘过去看看 发生了啥事回来说一声 陈老太太站在院子 前不久她来过一次 那是这院子啥都没有 一两银子咋够 起码得二两银子 不过我一开口先说五两 然后降低到二两 无怕不答应 大山你这孩子咋不认识外婆了 还不快请外婆和你表妹 进去坐一坐 倒两杯水出来 再加点糖 你表妹喜欢喝甜的 赵大山站上 陈老太太有些恼怒了 哟 这是谁来了 陈弯弯满脸细血地走进来 撒一点礼数都不讲 你们外婆这次来 定是为了偿还那十八两银子 是的吧 招儿下个月的数修费要交了 加上笔墨纸燕 一共是五两银子 你拿给我 成招读书 让我出钱 你是他二姑 你说过会公招儿考上举人 你咋能说话不算话 你拿不出五两银子 我也能理解 那就二两银子吧 总要先把数修费给交了 我之前就说清楚了 我成弯弯 和成家一刀两断 我是赵家人 与成家再无任何关系 陈老太太 咬着腮帮子说道 今天 你必须拿出二两银子 否则我就不走了 不走可以 那我让人把你老人家抬出去 在后院忙活搓洗冰粉底的几个大男人 也走了出来 大嫂有啥要帮忙的不 大山娘有啥事尽管说一声 陈老太太想不明白 这几个男人 在二闺女家里带啥子呢 我这次来 送修费是其一 其二 我给你说了一门婚事 就咱们成家村的一个官夫 他家里有田有钱 你家过去就能当家 大山 你去请巡逻队的人过来 就说成家村有人来 我们家闹事 让巡逻队把人轰出去 大河村的巡逻队 陈老太太也听说过 她刚刚进来时 谈问了好一会 你啥时候拿出二两银子来 我啥时候再来 她剑步如飞带着成小草 离开了院子门口 陈老太太没拿到钱 憋着一肚子气 刚走到家门口 看到成招站在院里 招儿 你咋回来了 阿奶 您这是去哪回来的 我去了你二姑家 你二姑真不是个东西 她说了会供你读书 才二两银子就舍不了 我可是她亲娘 招儿 你考上秀才后 红打了她 谁让她对你不好 休想再瞻我们成家一点好 娘 我就说了让你别去找二姑子 她也不知道是脑子被门家了 还是被离梯了 竟然敢跟成家作对 以后咱们招儿出息了 必须去他们赵家门口走一圈 一文钱都不给她 看她能把我们咋样 两人一唱一歌 江城弯弯狠狠骂了一句 听到这些话 成招内心有些复杂 哎哟 我咋能在招儿面前说这些 没得捂了我们家招儿的耳朵 招儿 你咋突然回来了 是不是缺钱花了 娘这里还有些钱 你都带去书院 该买啥就买啥 千万别省着 免得被同窗耻笑 从今天开始 我不读书了 招儿 你说啥子胡话 我的行李书籍都带回来了 我不会再去南府书院了 成老太太看到她脚边放着两个箱了 这样子不像是作假 也好也好 在家里好好学习 明年再去省城烤秀菜也无妨 不过家里也没个人能教你 还是去书院吧 你放心 数修费阿乃会想法子凑齐的 你别担心这个 读书最大 我被南府书院重用 无人担保 南府书院是疯了吧 为啥把你除名 不行 娘要给你去讨公道 简直是没天理 没王法 我儿子这么优秀 凭啥不能考秀菜 南府书院的山长我认识 一把年纪了 还欺负一个孩子 看老婆子我咋骂她 我被除名 是因为我考试作弊 作弊者 永不能参加科举 成老太太和成大嫂面面相觑 他们都是付到人家 压根就听不懂成招说的是啥意思 阿乃阿爷 爹娘都不必再给我凑出修费了 还有 我想知道 这些年大姑二姑供出了多少钱 供我读书 你大姑嫁得不好 一个铜板都拿不出来 一年拿点粮食过来做个样子 你二姑吧 也就去年男人死了 拿了二十两虚银过来 其他的啥也没了 每个月交出修费时 二姑都会前来成家 少责百文钱 多责一两银子 这么多年 零零总总算下来 我们家至少欺二姑五十两银子 你这孩子 胡说八道些傻子 他是你亲二姑 他的钱不给你给谁 你花他的钱名正言顺 不存在啥欠不欠 应该这样说 是我欠二姑五十两 与成家无关 我先是超书 赚了几两银子 我先拿去还上 成招沉默着走出成家院 他明明没有作弊 有人诬陷他 人证物证都那般齐取 山长无话可说 娘 成招来了 他说是来还钱的 带了三两银子过来 我出去看看 走到外面 果然看到了成招 他穿的还是南府书院那条衣衫 招二 你阿乃要我拿出二两银子 给你做束修 二姑 我以后都不念书了 也不参加院士了 以前二姑给我念书的钱 我都会慢慢还回来 这是三两银子 还请二姑收下 确实是三两银子 还有些铜板在里头 上回去德和堂买书时 那个掌柜说 成招差不多是南府书院 最优秀的学子 明年院士很大可能考上秀才 怎么说不念书就不念了 真的因为差钱 既然不读书了 那以后有什么打算 耕地种田 可还不起欠下的那些银两 我打算给德和堂抄书 一百文钱一本书 我多抄一些 总能还上 既如此 那我明儿跟你一道 去德和堂说清楚 你负责抄书 我每半月去结一次账 什么时候还清了 你什么时候回城家村 二 二姑的意思是 让我在这里留宿 怎么 在二姑家住一夜都不愿意 成招只得硬下了 成招看到赵大山和赵二狗 在打口梯 走过去问道 有我能帮上忙的吗 赵二狗头也不抬就说 大表哥的手是读书写字的 别粗磨坏 站远一点 小心被你见到了 赵二狗神色反弹 大哥二哥三哥 吃饭了 赵四蛋看到这招有 喊了一下 不知道该喊 还是不该喊 赵二 你要是饿了 就坐下一起吃 不过你们读书人 有一句话说的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饭 一顿饭午闻前 你要是接受 那就吃 不接受 晚餐你自个解决 成招皱眉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饭 这句话书上好像没有 他也从来没听说过 我身无分闻 但日后赚了钱 再还给二姑 第二天的黎明 陈弯弯刚走出屋 就看到吴慧娘坐在那 慧娘 你咋起来了 娘 我感觉已经好多了 拨完这些石花子 我在上床躺一会 没事的 陈弯弯看她确实是没事的 商城里买的宝台丸 果然有效 既然大儿媳恢复了 赵富贵也该放了 富贵婶睁开了眼睛 她看向陈弯弯 昨天晚上赵富贵一直做噩梦 高烧也没退下去 大山爹是不是真的 要把她这条命拿走了 陈弯弯切断店员 赵富贵的情况 应该是被吓成这样 没有性命之忧 大山媳妇的孩子保住了 大山爹也不想再为难赵富贵 你把她带回去吧 大山娘 真是对不住了 陈弯弯回到家 牛车上已经装满了木头 一共17个木头 牛车根本就挤不下 陈弯弯和赵二狗 还有陈昭 只能不行跟着牛车移到去镇里 供货的店铺有点多 她让赵二狗都仔细记清楚 以后送货她就不会再来 要让二狗挑起大梁 陈昭没有跟陈弯弯一起送货 而是来到德河堂 长徽就叹了一口气 陈学子 书院的人容不下 你的超书在我铺子里 也很难再卖出去 超书的事就算了吧 陈昭愣住了 现在退路没了 超书是小事 院士才是大事 我知道你品行高洁 不可能做舞弊之事 既然没有做 那就一定要想法子 澄清自己 等到了明年无人担保 你连院士的资格都没 她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 她一个农户家庭出生的贫寒学 哪里逗得过那些纹裤子 飘二 不是说好了超书还钱吗 你跟掌柜的说好了吗 我以后多久来结一次账 二姑 我可能需要找其他伙计 不是 慢慢来 等会再寻摸看看 陈弯弯火神开口道 你才高八斗 叫人绰绰有余 不知 你对当先生有没有兴趣 南府书院的先生 至少要是秀才 其他镇上的书院 基本上都是老秀才自己开班的 老秀才一人就能撑起学堂 不会对外招先生 他低头 也是很少低 这次是真的有些义 我的意思是 你可愿意来二姑家 教你几个表弟读书写字 左你说 你欠我五十两银子 我一个月给你五两银子酬劳 如此算下来 大约一年 你就能还清这些钱 成招略微思索了一瞬间 就点头印下了 你今儿先回重家村 带点换洗的衣物过来 以后就在二姑家里住着 什么时候还清了欠债 什么时候就可以走了 不过 这事你阿爷阿奶爹娘 肯定会反对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不希望成家人 再来赵家找麻烦 二姑 我知道的 招儿 你可回来了 你二姑那边怎么说 给钱你了吗 我暂时不能去读书 找了个教书的活计养活自己 阿奶不用担心我 你教啥子书 这不是耽误考秀才吗 招儿 我让李正去问了 凤凰镇有个书院还招生 等会让你爹带你去那边报名 咱一定要读书 一定要当秀菜 诬陷他的人之一 就是凤凰镇县里的亲儿子 他去那边读书 就是自投罗网 阿奶 您别管我了 我今年十八岁 即将十九 有些事我应该自己处理 我一定会迈过这个难关 拿好衣物和一些书籍 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不好了 蝗虫来了 不好了 蝗虫来了 不要急 不要慌 这些蝗虫还没有去年十分之一 大家一定要冷静 这么多蝗虫飞过来 就是不吃我家稻子 我也不晓得为啥子 鸭子是蝗虫的天敌 我和王婉子家地里有鸭子在 蝗虫自然会选择没有鸭子的稻田 众人不太相信鸭子能吃到蝗虫 今天飞来的蝗虫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警醒 还有不到半个月风声 绝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岔子 家里还有余钱的 就赶紧买鸭子放地里养 能防一点是一点 鸭子能赶蝗虫 能下蛋 还能杀了炖汤吃 大山娘 光有鸭子可不行 陈弯弯知道鸭子有用 但上千亩萍田 至少需要万只鸭子 去年蝗虫来之前 就有这么几次小范围的蝗虫飞来 当时大家都没当回事 谁能想到 短短几天之后 所有农田都被毁掉了 干旱的是好不容易解决了 真的怕蝗虫飞来 一切就全完了 陈弯弯也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李正书先别急 肯定有办法的 我们都好好想一想 吃过饭后 几个小子一起互相合作 打土坯 娘 我们要盖多大的房子 起几间 至少每人一个房 免得以后娶媳妇 又得盖房子 还要有一个大堂屋 一个造房 书房也得备着 对 最重要的是厕所 赵大山点头 在心里盘算着 要打多少土坯 这时赵老太太也来到院内 娘 您就负责烧热水 烧出来的水 放在风口晾凉 这活计 根本就不是什么类人的事 大表哥 你怎么来了 还带了行李 这次来了 就不会走了吧 赵老太太一听到这会儿 整个人顿时不好 成家小子 你二姑家这么小 你来凑啥热闹 你一个读书人 哪能住这么破的房子 这不是辱莫 你读书人的身份吗 古有学者 以地为铺天为盖 铸成惊人之作 艰苦的环境方 能成就坚毅的品格 成昭感谢二姑收留 赵老太太瞪人了眼睛 这成家小子说的话 她听不懂 老大媳妇 你娘家侄子 在这里住多久 啥时候走 娘 您放心 赵儿在这里 不是白吃白住 有事情要她做 这话 赵老太太一个字都不信 陈弯弯 让成昭帮着一起过了冰 这活不累也不伤手 赵老太太在边上 之前还挺嫌弃成昭的 这回又觉得 这孩子蛮可惜 读书的料子 咋能干这种粗活的 成家小子 你看书去吧 这点活我来做 赵儿奶 我来二姑家 是为了偿还这些年 二姑为我出的书修费 行了 你赶紧去看书去吧 成昭无奈 走个后院 成家小子 读书厉害就算了 手脚还这么勤快 听说他十八岁吧 不知道娶亲没有 就算没娶亲 也别惦记 人家明年就成秀才了 娶官娘子都使得 秀才老爷 见到县令 都不用下队了 以后田地也不用浇水 家里出个读书人 定是祖上冒青烟 成昭很优秀 被人诬陷无法参加院士 这应该会成为 成昭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瞧这挺简单 咋就这么累 还有这么多盆 得忙到啥时候 最晚忙到了子时 今儿有娘帮忙 等会大山 他们也会来帮忙 天黑的时候应该能弄完 赵老太太扎舌 一大家子人忙到子时 这过滤也不是啥复杂的事 我给你找两个人来帮忙 娘 太谢谢您了 过滤出来一桶三文钱 您看这个价格行吗 放在从前 赵老太太 一定会骂大儿媳 是个败家玩意儿 三文钱一桶也不算太多 不过找些在家里 没啥正经式的老太太来忙活 给两文钱就够了 娘来定夺就是了 我都听娘的 他这么乖说 赵老太太格外满意 于是赵老太太 去找赵姓子家的两个老太太 天色暗了下来 一天的学习时间又到了 成昭正式成为四个孩子的先生 跟着他一起摇头 晃脑独三字经 一遍又一遍 成弯弯把自己关在里面 在商城里 买了一本 现代农业治理蝗虫的书 书上是关于蝗虫的历史介绍 从古至今蝗虫造成的 灾害动乱等等 陈子 我 我是想听听成表哥在讲啥子 我这 这就走了 你要是想学 就一起学 赵铁柱十分不自在地道 可是 可是我乃肯定舍不得 让我一天拿一个鸡蛋过来 你问问成昭怨不愿意教你 他愿意的话 不拿鸡蛋也没关系 赵铁柱两眼 晶晶地道 成表哥 我能跟你们一起 学认字算朱吗 我 我会说服我阿奶给数修费的 可能拿不出鸡蛋 但应该能给一捆干柴 不知道行不行 不需要数修费 你拿个凳子 坐下一起听就是了 二姑已经付了五两银子的工钱 四个学生是交 五个学生也是交 大山娘 他走到城湾湾面前 嗓音略微沙哑地说道 大山娘 最近里正有啥事都找你商量 我知道你很能干 也很聪明 所以也想向你讨个主意 啥主意 我 我不想跟赵富贵过下去了 富贵沈咬紧了牙关 俗话说 一夜夫妻百日恩 那天去大槐树下照顾赵富贵 我就是想全了夫妻 这么多年的情谊 横弯弯笑起来 都想拍手称快了 这样的男人确实不能要 你能这么想 是件好事 不过了就不过了吗 女人单独过 又不是不行 照样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不管是合理还是备休 我都必须回娘家 我给赵家生的几个孩子 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以后再省看一眼 都难 古代的法则好像就是这样 合理之后 女人就必须回到自己娘家 你家大头 今年十六还是十七了 说亲了吗 快十七了 亲是去年就定下来了 是我娘家妹子的大闺女 计划年底成婚 找个最近的黄道吉日 把婚事办了 大头成婚之后 就让大头分家出去 陈弯弯越说越觉得可行 然后你跟着大头 和他媳妇一起过 以后再想法子 把小头和几个丫头接过去 这样就不用再跟赵富贵过日子了 你也不必和孩子们分开 至于赵富贵 他想干啥就干啥 你以后就当这个人死了 大山娘 谢谢你给我出主意 太感谢你了 以前我还那样误会你 我真不是个东西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要向前看 大山娘 在家不 在呢 几位嫂子有啥事 今儿一大早 我们去镇上买鸭子 走了一天都没看到卖鸭子的 我们就是想来问问 大山娘家的鸭子 是在哪里买的 给我们指个路 我在河口镇买的 不过那个卖鸭子的人 不是天天都去 得碰运气 几个妇人面面对视 家里的杂食根本就脱不开身 不然这样吧 我家这摊子小生意 每天都要跑一趟镇上 附近几个镇都得去 总归能碰上卖鸭子的 几位嫂子要是信得过我 买鸭子的事就交给我吧 他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一只鸭子大概是六文到八文钱 看几位嫂子要多少 不过这个年程 鸭子贵一些也正常 几位妇人纷纷点头 我家要二十只 我家拿四十只 我们还没分家 水田有三十亩 要七十只鸭子吧 四五个妇人 要的鸭子夹起来 竟然有接近两百只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第二天 陈弯弯让赵三牛在家里待着 他和赵二哥去送货 镇子里转了一圈 只看到了一家卖鸭子 从商城里 以五文钱一只的价格 买了一百五十只 他买的是出生时间 稍长一顿大鸭子 到了村口 一群人为上 满脸听起 大山娘真有本事 竟然买到了这么多小鸭仔 这些小鸭仔出生 应该至少半个月了 黄毛已经退了一些 好养活 以前刚生下来的鸭子 就要五六文钱 这些大一点的鸭子 应该不便宜吧 大山娘 多少钱一只 七文钱一只 这个价格 很是公道 毕竟这些鸭子 再养一阵子 就能下蛋崽了吃 价值远超过了七文钱 之前预定了鸭子的几个房 挑完 还剩下最后三十只鸭子 陈弯弯让赵二狗 拿去送到老赵家 二狗子 让你娘娘 给我再买二十只鸭子回来 不 三十只吧 多买点 娘 咋就一定要买鸭子 蝗虫来过一阵以后 肯定不会再来了 鸭子买回来了 就是折腾人 你这婆娘懂啥子 赵老太太没好气地骂老 蝗虫不来就不能养鸭子吗 瞅瞅家里这些孩子 一个个瘦成啥样了 那是个笔记勤快 养大了好生蛋 你要是嫌弃鸭子折腾人 以后一个鸭蛋都不给你 我 我就不是怕累着娘吗 主要是怕累着她大公子和花 春花是家里最大的丫头 家里四个丫头轮流伺候鸭子 累不着我 赵老太太肯肯肯瞪了孙世姨 赵二 你的手不适合干这个 不如我明儿买几个蒜盘回来 蒜盘最便宜都要三四百块 这价格确实是有点贵 小哥 我和三个哥哥轮流用你的蒜盘就好了 我们一定会学会的 陈弯弯扑着下巴 缓声道 四旦 你阿爷会做木头 应该或许可能也会做蒜盘 那我去找阿爷 我带上蒜盘一起去 等等 上回你阿爷做木头 我没给工钱 这钱给了你阿爷也不会要 这次开口 让阿爷帮忙做蒜盘 必须要给钱 赵二 你说一个蒜盘给多少钱合适 承招回想了一下 德河堂的物价 得做出来了才知道 不过就算最差 也有至少五十文一个 行 那就做出来再说 赵四旦带着承招风风火火 去赵家老屋 阿爷阿奶三神 承招谦然有礼地跟着打招 赵家阿爷阿奶好 三神好 承招喊他的时候 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学则一直在偷偷打量承招 这么好的后生 咋不是我赵家的名字 要是赵家能培养出一个毒苏人 以后闭眼了去见列祖列宗的时候 该多有面子 我这次来 是有一件事 想请求赵家阿爷帮忙 承招小子 有啥事 你赶紧说 只要是我能做的 绝不含糊 不知赵阿爷会做算盘吗 以前我要求一个掌柜教我 那掌柜瞧不起我一个种田蛋 硬是不教精髓 听听瞎护悠 我学了半个月 啥都没学会 最后一怒之下 和那掌柜断交了 不会作业的试试 他看向刚走进来的赵有才 老三去山上砍树 张香木或百木都行 院子里 赵老头子在锯木头 成招在边上帮忙 这些年 家里的桌子椅子凳子里 床架子 都是我用这些工具做出来的 虽然不如买回来的漂亮 但剩下便宜 且用的木料 都是山上最好的木头 不怕生虫坏掉 做算盘 最好的是檀木和黄花里 不过这些好木都太难找了 用百木也可以 算盘做这么大型布 再小一点 这样方便带在身上 赵老头子 把这个木头锯打给你 我师父说 要用戏布来抛光 这东西太金贵了 买不起 就用粗麻布吧 再拿手上把玩的几天 慢慢就光滑圆润了 我身上是头布 不知是否可行 你这孩子咋这么糊 做这么多算盘干啥子 送给四位表弟 他们都很喜欢学酸珠 我想把我会的都交给他们 赵老头子的眼睛更明 他很想问 他能不能跟着一起去学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有三件事 第一 是没有学成木工 第二 是没有学成算盘 第三 是没有看到大儿子得胜归来 三个遗憾 其中一个好像有可能实现的样子 你不是还有考秀才吗 咋有功夫来以二姑家教书 这些年 读书二姑帮我许多 我欠了二姑许多 只能教书来抵债 我能让家里的臭小子 跟着一起去学吗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不占你便宜 家里正好还有些粟米 用粟米当初修杂印 大王想学过来就是了 不需要输修费 二姑都已经等了 你二姑给是你二姑的事 我们家不能白占平 过的钱拿不出来 几斤粟米还是给得起的 一个月就十斤粟米吧 让大王一个人去 学会了 回来教他弟弟 粟米不必了 可以让大王二王一起来 多带张公子来就行 让大王去就可以了 大王学会了 教二王的时候 他还能在边上抠学艺 这张老脸能保护 回去的时候 家里四个表弟 都睁着漆黑的毛子 直溜溜地看着他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饭盘呢 做好了吗 表哥 你先做 他以前可从来没这么客气 赵大山和赵三牛也很气质 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之后 做好蒜盘 蒜珠竟然做好了 小小一个和表哥的蒜珠一样大 就是不太光滑 用不一支摩擦打磨 到这些珠子便光滑为止 夜色擦飞 赵大王第一次学习完回到家时 医院里的人都在 全都盯着他 你今儿学了些啥 教二王也学一遍 阿爷 我能不学吗 我不喜欢认字 也不喜欢算术 你不想学 我还不想教呢 成表哥真厉害 啥都会 我以后一定也会变成 跟成表哥一样厉害的人 你这小子必须教 二王 你要是不好好学 以后别喊我阿爷 赵二王哈哈一张 只得任命跟着赵大王学任 都是赵家的孙子孙女 凭啥只有大王二王 能学这些东西 既然二王不愿意学 那就别抢破孩子 春花和冬花都很聪明 让他们两个跟着一起学吧 两个丫头骗子 学啥子学 学了也没啥用 娘 您这话说的 大嫂不就在做生意吗 万一我们春花冬花日后 也嫁了一个生意人 那不得算账了 记账就得会认字写字 这时候学也不算太晚 春夏秋冬四个花 都跟着大王一起学 孙师又不满了 他家只有两个孩子 咋算都是他们三房吃亏 叫着他男人回了房子 这个月一定能怀上 赵有才 你多来几次 这次必须要怀个儿子 不然总是咱家吃亏 他家不愿意 咋算都是他们三房吃亏 一大早的 藤弯弯就接到了四百只鸭子的订单 送货的最后一站是平安镇 他则走到巷子里 不动声色买了四百只鸭子出来 里头是一个年轻的少年 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儿 两人冷冷对峙 再敢勾引我爹 我把你家全都砸烂 我和你爹有没人牵线 名正言顺 何谈勾引二字 不过若是嫁给你爹 就会有你这样不讲道理的计子 我可销售不起 你现在从我家出去 你发誓以后再也不去找我爹 我立马就走 两人横眉冷对 通缉里弥漫着硝烟 沈正 你来此处干什么 陈弯弯看过去 竟然是县令大人 他看了一眼那少年 我竟然 撞破了县令大人的家世 一阵鸭嘴 此起彼此的叫声 整个后院安静下来 你们继续 我 我路过 沈仙令一脸怒色盯着自己 你不在书院好好念书 在这里作甚 爹 她就是你准备娶回去的女人吗 我不同意 县令大人 我和您还只是看看见了一面 未曾谈婚恋嫁 沈公子就如此羞恶我 我一个女人 你怎么过火 沈仙令头的 她是迫于家母压力出来 和这夫人建议 并非是真的要取亲 徐娘子放心 此事不会有外人之道 不会影响你的名字 陈弯弯带着鸭子 刚跟赵二狗 要离开平安城 沈仙令和他儿子 就一面走过来 见过县令大人 二狗 你来镇上怎的不去找我 沈正有些不爽的开口 怎的 本公子还叫不动你了 二狗与你同岁 已经跟母亲学着做商业了 而你只会惹是生非 制造麻烦 说吧 看向陈弯弯 本官叫祖方 叫二狗娘看笑话 我家二狗在家里 也是不着调 十几岁的孩子都是这般 县令大人不必为此置气 县令大人压低了声音 刚刚看到的那一幕 县令大人放心 民妇什么也没看到 什么也没听到 陈弯弯一脸坦荡 完全看不出来是在合伙 二狗娘画了一门银上 这是改没鸭子了 回县令大人的话 这是我娘帮村里人买的鸭子 各家十几二十只的样子 沈正好奇地多问了一句 养这么多鸭子做什么 装护人家的农事 你自然是不懂的 问了也不会懂 鸭子能吃蝗虫 是围了防蝗虫 这段时间 田地里发现了不少蝗虫 也是怕去年的蝗灾重演 这会儿先预防着 不过光有鸭子也不顶事 神仙令免死大 你说什么 地里有蝗虫 听到蝗灾二组 先令整个人都对 不知朝廷有没有什么法子 对付蝗虫 如果蝗虫数量不多 倒是有法子 燃烧其爱 可驱赶蝗虫 或是嵌开掩埃 或是勾回药场 这几个法子 陈弯弯都从书上看到过 适合小贩为灭黄 若本官查清之后 却有其事 必须上报知赌大人 二宝娘 当官先告辞了 沈县令匆匆走了 娘 万一蝗虫没来呢 旱灾 就是蝗虫的催化剂 虫卵在这样的天气里 会大量产出孵化 到了河市的时候 蝗虫不知从哪里涌来 铺天盖地 将庄稼吃个干干净净 母子二人 带着几百只鸭子 本屋村子 回到家中 那些预定了鸭子的妇人 带着钱来取鸭子 七文钱一只鸭子 这是抢钱呀 我记得之前 只要六文钱一只 大山娘是不是 过手多赚了一文 四百只鸭子 那就是四百文钱 都快半两银子了 陈弯弯都气笑了 她虽然从中 赚了两文钱的差价 但她问心无愧 虽然我从中 赚了两文钱的差价 若是去镇上 这是镇上公开的价格 大刚娘这是 瞧不上这些鸭子呀 正巧泥丘娘 还想多买几只 这二十只 我拿去给泥丘娘 还是大山娘想着我 一百四十文钱回头 就给你 还有谁觉得贵了 可以退 没关系的 自己去镇上买鸭子 还不一定能 撞上卖鸭子 白跑一趟 家里的事情也耽搁了 天气太热了 一定要注意 鸭子的卫生问题 免得鸭子生病 一只生病 就会传给其他鸭子 张无赖的婆娘 多嘴了一句 到手的鸭子就飞了 大山娘 刚刚是我多心了 你那边还有鸭子吗 十只也行 卖给你鸭子 你会在背后 骂我贪痛你的钱 我何苦吃力不讨好 还想让我低声下气 求你不成 我名字里去镇上买 真以为别人没长腿吗 娘 我今天抓到了 好多好多黄虫 都关起来了 四个竹笼里 全是黄虫嗡嗡坐下 就在三四天之前 靠人力抓黄虫 还有点难 但现在 自带一个孩子 一个上午 竟然就抓到了这么多 黄虫越来越多了 看来实验 必须快速进行 午饭随便折腾了一些 陈弯弯让陈昭 跟他一起上山走一趟 他要找些书上提过的草药 这是过路黄 这种草药 似乎可以杀虫 即我鸭棚里蚊虫多 二姑 需要采摘一点 回去试试吗 陈弯弯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你还懂药理 南府书院有书馆 我曾建一本 草药大全看过 为了锻炼增强记忆力 我背部草药的药性 但并不懂药理 这个大折 在成家庭的环境里 被整个成家村棚很高 难得没有整外 已被南府书院开除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二姑为问 他心里的委屈 莫名其妙就有他了 我没有作弊 但是先生找到了作弊的证据 还有人证悟证 在证据面前 山长无力保我 你知道是谁诬陷你吗 一个是凤凰镇县林的儿子 另一个是白云镇附上的七弟 两人在书院为火作伤 数次拉拢我 被我拒绝后 恼羞成怒 栽赃陷害 一人有权 一人有才 我无权无视 如何对抗 或许我成招这辈子 就止于此了 既然你觉得会止步于此 又为何深夜用功呢 这几个夜里 他睡在礼物时 能听到堂屋成招碎碎念的声音 不是在说梦话 而是在读书 南府书院开除你 并不代表你就失去了院士的资格 只要有人为你担保 你照样可以参加科考 成招谱校 他一个村里出来的学生 哪认识什么官学的人 距离院士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不着急 既然你熟读草药大全 那帮忙多找点蛆虫的草药 各类都要 大山 你去田里割一两半岁来 娘 稻子还没熟 割回来干啥子 成弯弯倒进着手里的佛计 等会你就知道了 二姑是想试试 这些草药会对蝗虫 感受什么效果 若是能找到一种 克制蝗虫的草药 就不用再担心庄稼被残害了 成弯弯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 艾草能驱赶黄虫 紧能驱赶 第二个被搂 是浸泡了马英丹的稻子 所有黄虫都死了 是被堵死了 成招在纸上 黄虫使马英丹 报辟王 老大媳妇 你是失心疯了吧 稻子是人都舍不得吃的金贵东西 你咋能这么糟蹋 娘 您的活忙完了吗 要是忙完了 能不能去帮忙 把李正书请过来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李正书商量 赵老太太立马顺着他的话道 行 我这就去把李正喊过来 大山娘 你知道我是个没啥想法的人 别人说啥我都会信 你说能有办法治理黄虫 我是真的信 你可别骗我这个老实人 李正书看看我这儿写的东西 就知道我又没有骗人了 成招将一别之地过 主要都是数字 草药多少多少 水多少多少 黄虫多少多少 奇异能驱赶黄虫 马英丹能杀死黄虫 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 咋试 上回遇到县令大人 大人提起了篝火又无法 不如几种法子 合并试试看 夕阳西下 晚霞散尽 暮色已经降临了 众人将干柴堆在田口上 这边一亮起火光 就有大片的黄虫嗡嗡嗡飞过来 知道到田里 最近有许多黄虫 却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多 成弯弯的眉目也很明重 黄虫已经渐渐开始全局成灾了 必须及早扼杀 他拿出马英丹 扔到了火堆里 燃烧出来的烟雾可以杀虫 马英丹味道有些刺鼻 把口鼻捂住 龙烟四散 刚刚还嗡嗡乱飞的黄虫 一直一直往下流 村里的人看到这边情况 也全都围了过来 这只是一部分黄虫 在收割之前 我建议每天晚上都试试这个法子 能杀死多少是多少 这也太难闻了 这种味道都带把黄虫毒死 我们闻了这种味道 会不会生病了 大山娘 你可别把大家伙都害惨了 马英丹是有毒草药 人物时候会有中毒反应 其烟雾中也有少量毒素 致人咳嗽 重则呕吐 不会有性命之忧 大山娘 你在村里烧毒物 是想毒死我们全村人吗 其他村民也有些坠坠不安 怕自己被毒死的 那就关好门 不让烟雾进去救世了 呵呵 我之前咋没看到你们一个个这么稀腻 要是黄虫把稻子都吃光了 大家也会饿死 反正都是死 被毒死也好过被饿死 成招咳了咳 马英丹这蝗虫 不一定通过燃烧 也可熬煮盛水喷洒在稻子上 蝗虫实之极王 不过熬煮的比例需要掌握好 水多则要性低 谁少则费尸费力 李正没忍住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读书人就是聪明 这要是我们大河村的孩子就好了 这法子是我二姑想出来的 我只是配合记录 农师方面我也不太懂 李正只当他是谦虚 若是信得过我的人 可以明上午先去上山采集马英丹 下午来我家熬煮 煮过马英丹的锅子不能再做饭 他只能把自己家那口锅贡献出来 大山娘说啥就是啥 一个头发常见是短的村妇 能懂啥子 还不是靠着会念书的辗 那成招看起来真不错 一表人才 说话丝丝纹纹 我娘家有个侄女 或许可以凑一顿 张婆娘的毛子闪了闪 一个主意上心头 要我说 还是傻根媳妇好看 她眼睛水汪汪的 傻根都看傻了 孙家那姑娘确实是好看 但大头媳妇也不差呀 听说家里家外的活都是一把好手 以后富贵婶可以享福了 大头媳妇是富贵婶的亲侄女 以后也没啥脱形矛盾 二狗 你要不要跟我去吃喜点 张二狗低着头 继续干活 我等会还要去镇上送货 就不去了 娘 我能去吗 我想去看新娘子 走吧 看新娘子去了 看到陈弯弯进来 赵傻根打成招 这是我们赵家的大婶子 你喊大婶就可以了 大婶子 这是我娶的媳妇 叫水晴 孙水晴看到陈弯弯这张脸时 脸上的笑容早僵住了 大婶 陈弯弯的脸上依旧是笑容 婶子也没啥好东西给你 这快步不大 可以做个斜面啥的 谢谢大婶 以后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 争取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争取早日生一个大胖小子 真好吃呀 我留一半带回去给二哥吃 为啥只给二哥呢 因为二哥今天心情不好呀 娘 偷偷告诉你 其实二哥很喜欢水晴姐 我觉得二哥比傻根哥长得好看 也比傻根哥聪明 为啥水晴姐不嫁给二哥呢 因为他不喜欢你二哥 赵傻根家这一房就他一个儿子 有田有地 房子宽敞 以后家里的一切也都是赵傻跟一个人的 四蛋 你以后选媳妇 一定要擦亮眼睛 你二哥这双眼睛太瞎了 可是水晴姐真的很漂亮 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就连才十岁的四蛋也被视觉之 赵二狗栽在孙水晴身上不冤 家里一粒米都没了 还娶啥子媳妇 多一个人多一张嘴 谁来养活 本来就没粮食 还到处借粮做习柄 你这婆娘就是不干一件好事 说好了年底再娶 非得这时候娶进来 细胳膊细腿的 还能指望她下地收稻子不成 你跟张寡妇滚床 闹这么大我有说啥吗 你儿子娶媳妇 你都安部的 你是当爹的人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娘家的人 也不喜欢我娘家的侄女 不然这样吧 让大头跟她媳妇分出去过 正好那边不是有个破误吧 给她们两口子单独住 大头媳妇惊得瞪大眼 她嫁进来的第一天就会 那村里人 怕是会用唾沫星子淹死她 既然爹觉得我娶媳妇是拖累 那我和媳妇就分出去 分家就分家 一亩田都休想分出去 饿死了 别回头来找我 这个家也容不下我 我和大头一起分出去 赵富贵分家的是闹台 陈弯弯转到去了破误 一亩田都没分出来 以后准备咋办 家里田地的事 都是我和大头小头在做 我们走了 这些活儿就没人干了 除非赵富贵想让稻子烂在地里 不然她肯定会回来 求我们 大山娘 你就放心吧 我们有手有脚 总不至于饿死 富贵沈深吸一口气道 就是苦了大头媳妇 第一天嫁进来 就跟着受苦 娘我不苦 我先来把屋子收拾干净 陈弯弯还没有到自己的院子 王沈子就开口说道 大头娘前脚刚走 张寡妇那个不要脸的 就摸到赵富贵家里去了 赵富贵这个狗东西上回都快死了 张寡妇也不管她 她咋还能干这种猪狗不如的事 赵富贵要是能给过了 就不叫赵富贵了 富贵沈分出来了以后 过清静日子多舒服 就怕赵富贵不要脸 拖累大头两口子 这都是别人家的事 不在陈弯弯操心的范围之内 那啥 大山娘 我跟你商量个事 就是那啥 你娘家的侦儿不是每天晚上 都教四代他们读书写字吗 我能不能厚着脸皮 也让尼秋跟着过来一起学 你放心 我不占你折的便宜 我给出修费 成弯弯招手让四代 喊出来成招出来 尼秋娘 这事你问她 我做不了主 于是王神子 遇见了这些说 成招点头 带凳子过来坐下 一起听就是了 不只找大事 还没到秋收的时候 我家也没粮食 鸭子还小也没到生蛋的时候 我让尼秋爹砍几单干柴 来先垫窄 以后再补上 成步 成招都还没来得及聚组 又走来了一个人 是猪老婆子 认上一个月数修费一两银子 这么多钱我老婆子出不起 不过我要求也不高 让胡子多少能认识几个字就行 钱给你了 晚上我让胡子过来跟着一起学 二十多文钱 直接塞进了成招的手里 成招将手里的铜板 递给了成弯弯 我是二姑请来的先生 不该私下收数修费 成弯弯没有钱 如果想学认字的人越来越多 你打算如何 我来这里教书 是为了偿还这些年 欠下二姑的债 二姑的债还清之后 或许她就该走了 开创认字班吧 让更多的孩子认识更多的字 他们给的数修你就收着 这是属于你了 不过我也给了数修费 所以我有额外的要求 二狗和四蛋不跟大家一起上课 单独教他们两个 上课的进度要快一点 比如说 我希望短时间之内 二狗能精通算术 四蛋能熟读三百千 加快进股 那就要增加读书时间 以后下午可能也要读一个时辰 你来安排就是了 这些数修费 粮食我想拿去给大姑 铜钱我想送去给成家 成昭不属于大河吞 他迟早会走出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